一解凍報告,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八,國家發展委員會含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針對國家建設總和評估規劃中程計畫 即預算凍結十分之一,檢送相關報告 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九,國家發展委員會含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針對管制考核向下施政計畫管制凍結二分之一一案 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十,國家發展委員會含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針對政府資通訊應用建設預算凍結四分之一一案 檢送解凍專案報告,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十一,國家發展委員會含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針對政府資通訊應用建設向下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凍結三百萬元一案 檢送解凍專案報告,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十二,國家發展委員會含為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針對檔案管理局深化國家記憶第一期計畫預算凍結四分之一 檢送相關報告,請列入議程請查照案 宣讀完畢 今天議程我們並按尋答請國客會陳主委一併報告 就是我們的業務報告跟這個解凍案一併報告 有請陳主委 陳主委 恭喜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早安 今天非常高興在新政府上任以後 首次來到立法院來向各位委員提出業務報告 以及這個105年度的預算解凍案的一些業務相關的報告 那麼對這個貴院提供這個機會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首先我先針對我們目前台灣經濟的一些問題 來做一些報告,接下來就把我們這個施政的一些構想來做報告 這兩部分做完之後我再來談一下那個預算裡面相關的一些議案 那從今年以來其實全球的經濟復甦都非常的乏力 那麼世銀剛剛在週末的時候又發表新的報告 又下修了今年度的經濟成長率 所以看起來全球的經濟仍然處於十分低迷的狀況 那麼台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 所以因為全球經濟的低迷我們的出口也受到非常不好的影響 這出口已經連續十個多月以上都是處於負成長的狀態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是台灣想要保有比較好的經濟成長動人 那麼勢必要靠提振國內的內需了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國內內需的狀況 就是目前剛剛說的在整個台灣的經濟的變向上面 那麼投資民間的消費來維持一個相當穩定的狀態 那可是國內的投資這些年來其實是有嚴重不足的現象 那第一季的這個投資事實上是負成長的 那麼更嚴重的是這些年來 台灣因為投資佔GDP的比例不斷下降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超額儲蓄的比例不斷的增高 所以超額儲蓄的數字已經到了一個非常不健康的狀態 實在有必要用一些辦法來促進國內的投資 那麼在出口方面當然我們一看到出口的這個不斷的衰退 而且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過去的台灣代工出口的 就是加工貿易代工出口這個模式正在面臨一個結構性的挑戰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景氣循環的衝擊 事實上也是對台灣經濟結構的一個挑戰 接下來我來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國發會的一些市政的構想 那麼當然在短期之內我們一定要涉法去 重新的來找回台灣經濟成長的動人 那麼在長期來講的話就是一定要加強一些加速結構性的改革 讓台灣的經濟發展的這個模式能夠走入一個新的樣態 尤其是因應最近的這個數位新經濟的發展的情況 無論在法規或者其他一些企業的這個營運面上都有需要調整的部分 所以我先講一下短期的部分就是必須要做一些 這個刺激然後帶動國內經濟成長動人的動作 所以剛剛跟各位報告了就是說 整個國際的情況仍然 國際市場的狀況並沒有好轉的現象 所以在短期之內我們只能內求租給 就在國內市場上去找尋新的成長動人 那這裡面最可能的機會就是投資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報告了 因為投資現在這幾年來確實是相當的低迷 而且國內有非常嚴重的超額儲蓄的情況 所以我們是有資金的 但是呢卻沒有這個很好的這個投資的這個動人 所以政府有責任要創造這個好的投資機會 那麼我們具體的做法就是說希望能夠利用一些 比較積極的施政的方式來帶動國內的投資 然後轉而來促進產業的升級 所以新政府有提出五大創新產業 這裡面就包括亞洲矽谷智慧機械 綠人科技、生技、醫藥、國防等五大產業 希望這些產業多有一些國內需求的部分 那麼可以藉由國內的需求來帶動一些投資的動能 那同時它也有跟本地產業可以互相連結的這些特色 更重要的是這些產業的發展的背後 都可以帶動後下游端的一些服務 讓台灣的這個硬體的實力可以跟這些軟體發展的機會能夠相結合 這樣五大產業不只可以在短期之內可以帶動投資 而且長期之內可能可以帶動我們結構的轉型 所以事實上我們國外會大概今天下午就會來開會討論亞洲矽谷的推動方案 目前已經完成跨部位的協商 那麼有具體的這些實施的一些計畫 那麼會在今天下午來向這個委員會來報告 那麼如果通過之後我們這個方案就會向行政院來提報 那麼接下來最重要的動作就是我們成立了一個跨部會的投資推動的橋組 那麼我們已經召集就是請經濟部科技部等相關部會的這個首長們來開會 那麼希望大家分頭來拜訪國內的這個企業 包括大型企業中小企業 那麼來找尋新的投資機會 尤其希望能夠了解政府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政策 設計什麼樣的機制 才能夠讓產業那麼有更好的這個投資的動機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想利用這個國發會所掌管的這個國發基金的政府的一些經費 來做槓桿來帶動國內的投資 所以我們現在是準備要來成立一個產業創新轉型的基金 就是由國發會利用自己的資產那麼來取得這個銀行的融資 那麼來幫助國內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 那麼在進行合併收購分割再造等等這個這個企業結構的改造的過程中間 可以得到新的資金的益助 那麼這個創新轉這個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將會跟民間的投資人民間的基金一起共同來投資 來這個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那麼第二個就是要成立一個比較大型的投資貿易公司 就是由國發基金來投資部分的基金 但是主要是要由民間的基金一起來成立一個比較大規模的一個投資跟貿易公司 那個這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投資面 希望它能夠扮演這個來推動來引導國內投資的角色 那麼來尋找開創整合促成一些新的投資案 那麼在對外希望它能夠做整場的輸出 就是把台灣中小企業在出口上面所遭遇的困難 那麼透過這個比較大型的公司 那麼來對外來做一個整合的輸出 我們已經長期以來都覺得這個整合型的輸出 對台灣出口的轉型非常重要 但是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 很好的帶動的公司來做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在過去也曾經在國發基金的向下 也推動了很多幫助國內青年人創業的一些基金跟補助的機制 那這些我們也都會持續來進行 那麼在長期我就接下來跟報告 還有一個時代的需要 那麼在這個數位經濟快速發展的這些時候 台灣的有些舊時期的法規已經相當的落伍 有些時候必須訂立一些新的機制 才能應付未來這個數位經濟時代的需求 所以我們第一個會做的就是希望 能夠在法規方面來做一些比較積極的檢討 跟一些心肺的動作 那麼同時也來推動這些未來立法上面 或者法規新制定時候的一些法規影響評估 那這一部分是未來 假設台灣加入TPP的時候 是必須要做了一個必要的動作 我們也需要有這個新的機制 來國內推動這個法規影響的評估 那其他在整個產業發展未來所需要的 也不外乎是人力、土地等等 所以這方面尤其在人才的需求 台灣現在因為少數化的關係 未來產業的人才將會出現非常大的缺口 所以我們有必要位於籌謀 讓台灣的人才的供應 能夠充分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 同時也需要有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誘因來吸引國際高階的人才 來進入台灣幫助我們產業的升級 所以未來人才的發展 實際我們會是我們在結構改革上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那麼其次當然就是土地 這個瓜會向對國土的規劃 國土的保育永續發展 是著力非常的深 那未來當然也需要 注重整個土地資源的使用 讓它能夠更有效率 要著重地方發展的不平衡 那麼希望把這個土地能夠發揮更好的效率 來促進台灣經濟的發展 包括南部地區的一些發展 或者花東離島海洋經濟的發展 那麼最後一項當然就是 國外會本身傳統的工作 就是如何來提升政府本身的效能 那政府效能的提升 那麼改善未來一些廣考的機制 讓這個廣考不會變成公務員太高的負擔 那麼同時也能夠長化 這個國家施政上的效率 是未來我們工作的重點 那麼以上就這個國外會的未來 這個目前準備推動的業務 向各位委員報告 那麼希望各位委員不時來給我們指教 那主席是不是接下來 我就談一下預算案 那這一部分呢有相當多的案 不過我就分別來加以說明 就是首先還是一樣要感謝各位委員 地牌院長期以來對這個國外會的支持 雖然我們的預算度不是很大 不過因為作為國家一個跨部會的協調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所做的一些工作 可以說對國家長期總體性的發展 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影響 那第一個案是有關於這個 原理經濟政策協調推動財經的措施 那這一塊因為就是國外會本身的一些幕僚 比方說要發表每個月要各種不同的景氣的指標 那麼其中會有一些部分是委託外面來辦理 因為實在這個世界進步太快 所以有一些部分的這些新型的一些指標數據的收集 可能要利用一些學者專家來協助 不過的金額都相當的小 主要的工作還是都是在國外會的內部 我們作為一個政府的幕僚 絕對不敢鬆懈 就是必須要有自己研發 跟這個分析的能力 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社會發展的部分 這傳統的經濟會當然只重視經濟方面的發展 那未來對整個社會的發展 也納入也在國外會的這個範疇中間 所以對於未來整個行政院的中長期社會發展的趨勢 包括老人的安全、長期照護、少子化的議題等等 這些都會在我們這個工作的範圍之內 那也是未來整個這個所謂社會發展部分 會是非常重視的一部分 第三個案是有關於產業發展的部分 那這個產業發展的部分就是最近有一些有關於新年創業的一些輔助的一些措施 那麼所以也利用我們舊的一個大樓 設立一個台灣新創團隊的一個育成跟競技的一個場所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經費是用來幫助年輕人 希望他們能夠得到比較好的創業機會 第四個案是有關於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 這個就是傳統上國外會非常重要的一個這個業務 主要在推動區域的資源的整合 跟部門中間資源的整合 所以產業的發展怎麼樣跟國土的規劃 以及土地的利用能夠相互的結合 那麼尤其要來注重這個跨區域的治理 就利用六都作為一個中心 那麼來推動這個跨區域的治理 所以有一部分經費在做這一方面的這個工作 第五案是有關於政府資訊應用建設 這塊也越來越重要 我剛剛跟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說在一個數位經濟的時代 那麼數據 數據是產業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財產 那麼那政府的本身就擁有非常非常多的數據 是不是怎樣在政府本身的這個資通訊的建設 除了硬體之外 在軟體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讓政府本身所擁有的資訊 能夠為民眾所使用 同時也可以為產業發展所使用 所以這一塊是一個非常新的挑戰 所以有一部分的經費 那麼也在這個地方 其實國外會作為行政院的幕僚 那麼目前也會支持行政院在政府的質詢安全 那方面的一些需要的一些幕僚的工作 第六是有關於這個深化國家技藝的第一期計畫 就是檔案的部分 有關於國家這個檔案的永續的典藏跟多元的服務 那其實過去我們政府在這一方面做的 雖然有一些做 但是不是那麼樣的完整 所以這一方面有關於檔案 尤其現在大家非常重視這些轉型正義歷史的記憶 所以這一塊有一些經費 那麼在支援這一方面的這個檔案的保存 跟整理同時希望這些東西 將來可以做為公眾利用的一些標的 那麼以上緊就本會及首屬的檔案管理局的 預算凍結案做二要報告 那麼詳細的部分我們有一份送到大院來 那麼希望各位委員來參閱 那麼本會跟我們所屬的這個檔案管理局的 預算編列均本於尊傑的原則及實際的需求來辦理 敬請各位委員 持續的給予支持 那麼有關於預算凍結的部分 我們肯請大會同意來解除 那麼畢立本會及首屬的這個單位 能夠按照我們的實證的計畫 跟業務的內容來繼續推行工作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 好 我們現在進行尋答 委員質詢前原力做幾項的宣告 每位委員發言八分鐘必要時延長兩分鐘 上午十點半截止發言登記 如有臨時提案上午十一點左右進行處理 請問各位委員上次會議議事錄有沒有錯誤 沒有 我們議事錄確定 那是不是請我們蔡培會蔡委員來擔任代理主席 好 謝謝 您戴華委員發言 有請陳主委 有請陳主委 林委員好 主委 您這邊也講到區域發展平衡 是你們的重點 你覺得現在目前國內區域發展 哪裡不平衡 很明顯的就是南北不平衡 南北不平衡 東部西部不平衡 離島跟本島不平衡 你覺得這個年假之後大塞車 這是不是也是南北產業結構不平衡 或者是在相關的資源不平衡而導致的結果 沒錯 這是一個區域不平衡的一個象徵 好 那很高興主委你有認同到這一點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重北清南一個國家兩個世界 這個資源分配不均 產業分配不均 稅源分配不均 交通建設資源分配不均 社會福利的資源也分配不均 這個差距有多大 我就說了以基礎建設的補助款南北差多多 我就引用2007年台北捷運的報導 這光是台北市的一條信義捷運線的預算 可高於其他13個縣市一年的稅處預算規模 你2007年開始說好 我要來建這個信義捷運線 2013年開通 三年前開通的捷運信義路線 長度6.4公里 其總經費就338.62億喔 光是這個金額就比當年度 2013年除了五都級 桃園縣 彰化縣之外的其他縣市 是政府一年度稅出 一年度稅出的總預算的規模 那當然除了用地費用 半數的經費都由中央政府來補助 這實在是沙縣其他住在這個其他的地區的居民 好 我們再來看五都之後 五都之後這個南北的這個區域平衡 有沒有因為五都之後有平衡了 我就以這個內政部統計的資料 也是這個台灣思想坦克啊 這個的資料的擷取 我也一樣用2013年 好 2010年到2012年的這個台灣人口的遷移 從2010年五都的格局確立之後 人口依然持續以及北部都會區 中南部的南這個農業縣市的鄉村人口 能持續的流失 區域發展呢持續的失衡 加上啊最新成立的第六都 桃園與台北 新北 臨近 北三都聚集的人口數已經超過800萬啊 2300萬人口 我在這三都 我佔了800萬 好幾乎8324耶 幾乎快三分之一的人口 全台灣 全台灣 住在這三都 五都之後更為明顯 好 好 那這個當然啦 這個遠遠超過我中南部都會的規模 那當然這個南北的差距可能就更加的拉大 好 那就是尤其是 你來寫到說 這個完善國土計劃呢 是為了區域 這個均衡區域及城鄉發展 您覺得這樣夠嗎 跟委員報告 確實我覺得南部地區最近人口不斷的北移 那剛剛這個委員講到北是三都 如果用新竹做借的話恐怕那個趨勢就更明顯了 沒有錯 那所以確實有非常嚴重的不平衡的現象 那當然我們對南部地區的發展要引誘轉這個趨勢 除了我們講的這個國土方面的平衡投資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產業 如果沒有產業的話就沒有工作機會 沒有工作機會人口就會外移 所以我覺得根本的問題還是在產業 那我們會非常用力的來幫南部地區 找出更好的產業發展的趨勢 那既然你要講新南向政策 雖然本席還尚未把新南向政策 把它納入我們議程當中 但是未來我會 那但是您的新南向政策就是整個經濟戰略的國家 在這個新政府之後整個經濟戰略的重新布局 那我不曉得我們南部當中在整個 新南向政策當中 他你就您內部的討論來講 那你們有什麼規劃 是跟委員報告 新南向政策因為那個總統府的辦公室還在籌劃中嘛 那將來的運作方式也都還沒有定案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還在等這個就是長官們的指示會進一步來規劃 不過目前在產業發展方面 我們在五大產業裡面本來就有一個綠人產業 這個是以台南做中心來發展的 當然也會cover到高雄 那同時我們也會做一個以高雄作為基地的 以高雄作為中心的一個產業發展的企劃 目前正在規劃中 所以至少會有兩個重大的產業發展的策略 會跟南部 我講就是南高平地區 兩個一個是綠人產業 一個是高雄 目前我們是把它初步在想是以這個所謂新材料 高階材料 高階材料作為一個中心的一個產業發展的策略 但是我們也會搭配一些軟體的 就您剛剛講的那個如果南向政策確立之後 可能也會有一個比較軟體面的一個產業發展的策略 所以我們會非常關注這個南部地區的產業發展 未來的未來可能實施的方案 好 您就產業面 但本席認為在這個 除了這個定調在產業面當中 它其實相關的預算資源 是不是應該重新分配 那包括你的產業調整 剛剛你也提到 以及既有到差距及不公平的環境的調整 都超出國土規劃的層次 其實你應該要拉高層次到全面的檢討的 除了你這產業面 我就舉例來說好了 好 您以各部會 您是不是能夠把它變成一個指標 好 在這個我 在整個區域精魂發展跟平衡南北差距的時候 你要列為明確的政策目標 你要把你所有經過你國發會審查的案子 你都要要求各部會 要提出具體的方針 執行計畫 評估指標 這個規劃時程及機關的KBI 就是說你各個計畫都應該 要有在均衡區域發展 平衡南北差距這件事情 全部納入各部會的重大 重大建設的規劃案 我不曉得你認不認同 是 我覺得我們在國安會所審查的這些 比方說公共建設的一些方案 或者未來產業發展的方案 我們都會注重這一點 會注意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要白紙黑字了 本期等會做成會議 你現在講了 主委你要小心 你現在講了這句話很重要 凡是你經過你國發會要審的這個計畫 每一個計畫 都要有區域均衡發展平衡南北差距的政策目標 而且在每個計畫當中你要列出這幾項來證明說你是有達到區域發展跟平衡南北差距的喔 在你的具體方針執行計畫評估指標規劃實存及機關KPI 這本習所提出的這五項 都要在任何計畫當中都要列出這五項去證明你們的任何的所有各部會的重大建設計畫都是有均衡區域發展平衡南北差距喔 主委 就是整個全面性的所有各部會的計畫都要這樣做 這樣才能落實 跟委員報就是說一定要總體性去看啦 不太適合用個案去看啦 比方說我如果這個個案就是針對苗栗線提的一個計畫 我們就可能不太適合 但是我們應該有責任是要總體的看整個全面度的計畫 或者什麼樣的計畫是不是合乎這個區域均衡的需要 這塊我們會來做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要明確列入你的施政目標 好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做成臨時提案 請我們各個委員來支持 那我在這邊啦也這個具體訴求幾項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國發會的層次 我們建籍禮局需要呢 這個我們國發會來主導的 第一個大領埔的簽建案 好 國發會呢 在之前的政府 國發會就說這沒有我們的事情 這是交通部跟經濟部的事情 所以到現在在協調上 虛地機關是誰啊 這個到底呢是經濟部 經濟部下面是工業局要呢 還是呢下面的國營事業中油要呢 還是呢到時候又有票出一個我中綱要呢 虛地機關搞不定 要不然就是說交通部 我航港局 我航港局呢未來我想要這個填海照路 所以呢這個這塊地也應該要是你 這是國家要的 國家要的就是國發會為虛地機關 你要誰來執行 那是下面你可以指派哪一個單位 如果你認為國發會這邊大家有共識就直接 有你著急 有你為誰虛地機關 然後執行單位看是由誰來做 我這邊搞不定啊 光是一個虛地機關 但是你我都更清楚 最困難的是對民眾的說服 對民眾 要讓民眾來認同 我們在這個簽建案當中的所有的相關細節的認同 溝通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最困難的 怎麼會是每一次都落在這個虛地機關就搞不定了 我想這個建籍旅集啊 大領埔的簽建案 你不要想說你只要看到大領埔簽建案 你如果解決這一塊什麼都解套了 你的這個我們的遊艇專區 新南新計畫 國際貨櫃 國道7號 全部國家的重大精神全部一併解套 就因為已經放會20多年的大領埔的簽春 沒有人敢動 但是保受所有國營事業的污染之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簽建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你看看現在我們國家的門面 陶雞像話嗎 這個能夠當作國家的門面嗎 在本席在如果是10 在15年前 在本席當第一屆立委的時候 沒有錯 都說我們不需要南部國際機場 因為我們的旅客數 目前的觀光人數 那時候才不過兩三百萬 現在的我們國內的觀光人數已經到一千了 一千萬了 一年要一千萬了 而且還可能持續增加 包括你的新南向偵測 所以簽建 挺好喔 不是重建喔 是簽建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喔 小港國際機場那塊地 評估是可以簽走的 簽到哪裡 這個由你們去評估 在高雄市政府這邊 我相信有相關的資料 包括你們 的這個內部查一查資料 應該都會有 好 本席這已經 在數年前我已經提議過 請你們再重新的選擇 這一幹也要6年到10年啊 人生又幾個6年到10年 所以要整個 因應你的區域戰略 好 國際的區域戰略 好 包括你這個整個新南向政策 你對於這個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的簽建 這件事情 我請你們審慎評估 好 以上謝謝 好 謝謝委員 文匯來做 好 我們有請廖國棟廖委員 就是有請主委 好 有請 成主委 郭局長 評urm��好 首先我要 恭復你啊 現在的行政單位是 大政委時代 所以你負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責任 掌管整个国家的 整体全面的一个发展 不当然是经济面这个部分 我刚才非常高兴听到 您特别提到了 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 确实是区域失衡 当然你把重点 跟我们林委员都谈高雄 我倒是要跟你谈台东 那么台东跟 花东跟西部 整个自己的 背景也好 我们的条件也好 迥于西部 你们过去确实提了 很多的方案 但是我们待会儿谈 我们先看看你们 目前整个国家的处境 国家的处境 我们看一个表格 这个表示有点小 但是我想你心里已经都很清楚 国家的经济成长率 一直在逐年降低 今年你们说会超过1.09%以上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很多人在评估下半年 应该是非常糟糕的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共支出 逐年下降 我们从前年开始 一直提醒政府 我们的整个公共投资 逐年下降 我不晓得未来到底有没有机会 能够成长 那另外一个 整个我们商品跟服务的输出 跟这个输入 对比起来 将来是没有什么成长 而且是负成长 负成长 储蓄率呢 储蓄率反而是高攀 主委 储蓄率反而是高攀 投资也是一直在降低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民众啊 老百姓啊 对国家的经济发展 是没有什么信心啊 宁愿把钱 明明知道现在的这个 这个是几乎是零利率的 但是他们宁愿把钱放在银行 不愿意抛出来 不管是消费也好 投资也好 几乎是规定 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难题之一了 我看到了你的三驾马车 但是看起来啊 主委 这个好像事成相似啦 在马英九政府的时期 你也曾经担任过国发会的主委 那么以前以后 我相信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这个人家说是 这个旧酒旧品 这个放在这个新的袋子里面 或者是贴了一个新的标签而已 所以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这个储蓄率如此的高 现在要两兆五千亿的台币存在银行里面 没有办法释出到这个经济的发展里面 你认为未来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储蓄率 是超额储蓄 这个金额大概超过两兆元 也就是说这些钱是没有好好被利用的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投资能够增加 因为投资现在真的是很低迷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增加投资 对啊 增加投资 单单投资其实也不够的 你要鼓励民众去消费 如果光光投资 还不足以带动整个经济的成长 因为你要讲这个恐怕会讲很久 没有那个时间 倒是其中你这个五大项里面 我个人有一个非常关注的 关于所谓的亚太生计这个部分 那过去您在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 曾经针对今天我们所提的这个亚太生计 生计这个部分表达了一个负面的看法 就是说不怎么乐弱 你真的没有什么信心对生计 但是今天生计在国内 远然已经变成一个新贵 新的贵族啊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犹豫 就是说一个号顶案 一个号顶案 造就了某几个人的财富 但是大部分的民众啊 一个不知情的投资大众啊 哭哀声连连啊 哭好的哭好 哀叫的哀叫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 一个讯息不对称的一个状况 所以个人认为 未来我们是不是应该修计一下 那个生计新要条例啊 在某个阶段之内 不能试股 你这个原始股都不应该试股的 你在外面讲的一大堆的大道理 鼓励大家去投资 结果他偷偷的卖股票 因为他知道 这个股可能不会 好到哪里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公平 不对称的一个讯息的 我们看看将来我们怎么来修正 你觉得你的看法怎么样 是 我原来讲的很对 这个生计产业确实不是一个 大家非常理解的产业了 对 所以如何能够提供更完整的资讯 让投资人可以做这个明智的抉择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这应该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你不单单是做决策 你最重要的是 你是负责整个盘面经济发展 国家整体发展的一个督导者 甚至是一个规划者 所以你有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第二个我要问你的是 关于所谓的产业创新转型基金 其实看起来就是主权基金 那个主委 你同意这个话吗 跟主权基金有点类似 但是他一般我们在定义主权基金 就是用外汇存底来做投资的基金 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 就是不是 但是有点像 它是用国家的钱 那将来在操作上有什么差异呢 操作上就是它比较简单 因为外汇存底的操作 外汇存底因为是美元 所以你用美元去投资 就受到限制 你是说主权基金比较容易操作 不是 它比较不容易操作 我们现在如果拿美元出来 做一个主权基金 这个主权基金要投资在国内 它就要把美元先换成台币 那就影响到台币的汇率嘛 所以操作上是会有比较困难了 那我们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台币的基金 所以它投资在国内 也是台币投资 所以就不会刚刚有 刚刚讲的那个汇率的问题 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储蓄率过高 余额过高 是不是一个联动的一个关系 没错 没错 我们就希望借由政府来投一点 然后希望民间能够投更多 把这个投资率能够往上提升 可是过去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主权基金 主委 这个主权基金大部分 现在已经有的 全球的主权基金 很多都是比较集权式的国家 或者是单一市场的国家 比如说卡达 这个阿拉伯这些国家 包括新加坡 都是家族型的 都是家族型的 那我们台湾呢 台湾我们有这个条件 来变成一个主权 发展一个主权基金吗 是 所以我们在这块 是比较谨慎的 不过跟委员报告 也有一些例外 像挪威也有主权基金 挪威 它应该是非常民主的国家 那确实用外汇存底 做基金来进行投资 在操作上 要怎么样能够维持透明度 然后又能够完全 蛮毫无国家的利益 在管理上是有一些难度 但是这是我们比较 对这块比较审慎的原因 OK 那个是你要伤脑筋 不是我要伤脑筋 我现在伤我的脑筋 我们谈到东部的发展 东部的区域发展 刚刚我特别提醒您 你们有一个 所谓的六级化的一个方案 但是我最近下乡 去倾听了这个民间的 一些看法跟想法跟经验 觉得它的真正的 就是造成真的观光休闲也好 文化穿越也好 包括这个有机农业 并没有实质地感受到 真的他们透过加工 透过行销 也赚了一点钱 好像没有呢 诸位 所以我是建议您 把这个六级化方案 重新好好整理一次 怎么样让在地真的 拿到政府的支撑 拿到它的条件 然后它付出 然后造就它的产业 这个部分成效有限 尤其我现在特别跟您提到 台东的东部的深层海水 花莲也好 台东也好 都有这个深层海水 那么最近政府的挹注不够 诸位 当然经济部很用力 这个水利署也好 这个技术处都很用心在做 但是成效有限 到现在水都抽不出来 花莲的水没有问题 但是台东一直抽不出来 我们的摩产又在台东 水又抽不出来 所以变成这个产业 几乎是零 这是唯一台东能够发展的 一个比较水专业的 或者只有台东有这个条件的 一个产业 但是都做不出来 是 我们来关注一下 包括刚刚讲的 六级化产业的发展 运作的状况 还有这个深层海水 我们来关注一下 看看到底 就是经费的亦术了 坦白讲就是经费不足 所以现在台东大学 他们愿意 站在一个地方的 一个最高学府的立场 从研发 开始我一直在协助他们 过去从教育部 取得了几个教授的职务 安插在台东 让台东大学能够从一个学界开始 然后做研发 带动着整个产业的发展 但是最近台东大学 跟我说他们成立了一个 叫做东部生物经济的一个中心 也跟我叫苦连天 说没有钱怎么做事 一个大学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经费 那么他们也没有什么育成中心 但是今天当台东有这么一个产业的机会 一点点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们愿意挺身而出 校长带动 校长带头要做 我说好 我们来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的花东基金 东发基金 只有县政府有提案权 这个不大合理 有没有办法让东华大学 花莲的东华大学 台东的台东大学 也有提案权 有没有可能 现在是地方政府跟部会都有提案权 是啊 所以大学是不是 我们再研究一下 看看它能够透过教育部来提 或者透过谁就很方便吗 对你国发会 对你国发会在审查 因为政府的工作的设计上 还是下面要有个部会 它可以透过教育部 我想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来协助它 所以给你一个功课 你来研你研议 怎么样让大学 也能够有机会提案 但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讲 但是最近我看台东的校长 非常的用心 他愿意带头 就是缺这个盘缠 希望您来接受 欢迎提案 我们研究一下让它怎么样可以比较方便 提到我们这边来 谢谢 我又有临时提案 你们到时候再看怎么回应 好 我们有请陈明文 陈委员 主席我们请主委 有请主委 陈委员早 早 主委 我想要请教一个新南向政策 最近很热门 那也很多人都在讨论 那我们的政府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我记得20年前李登辉时代就有南向政策 不是吗 对吧 没错吧 没错 那现在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跟过去的南向政策 有什么不一样 新兴在哪里 你能不能简单说明一下 我的理解 因为现在这整个 这个操作的面跟讨论都还没有完成 我的理解是过去的新南向 是比较重视投资 去那边设工厂生产然后出口 现在我们的新南向是要 要跟那个地方的市场 还有它的人才 做更紧密的结合 我想这是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在东罕亚是要设工厂 现在是要拓展市场 拓展市场 同时要取得它的人才 做比较密切的双向的交流 那这个是经贸问题吧 不是外交吧 外交我就不理解 我也不了解 为什么我们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办公室是在总统府 那到底这是一个政策方向 还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 要达成 我不是不了解 到底这是一个外交的一个 手段要处理呢 还是我们有所谓的经济的一个目标 要达成 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南向办公室 设在总统府 原因何在 为什么不设在 为什么不在我们的融化会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我想未来一定会有行政院层级的推动单位 那这一块我们还没有接到指令 不过我想将来一定会有行政院层级的 伊尼也是一个经济专家 伊尼也是现在是一个国外会的主委 我是主要请教你就是说 为什么新南向政策的办公室 它是设在总统府 它现在的这个负责人是过去的外交部长 黄祝芳 那也就是说黄祝芳过去是专门是外交常才 那它是要用什么方式来达成 我们新南向的一个政策目标 这一点依你现在是国外主委 你应该简单可以说明一下吧 因为到目前都还没有正式开过会 所以我真的不了解 不过我是能推测说将来的经贸的部分 一定是在行政院的层级推动 所以也就是说总统府在推动政策方向 那事实上在未来要达成这个目标 也就是我们要推动新南向 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应该要国外会来承担 至少经贸的部分 至少经贸的部分一定是在行政院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知道说 我们是要拓展新南向东协的这些市场 那至于要辅导什么产业到东安利亚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讨论吧 还没有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事实上是一个方向目标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东南亚现在 这个市场很年轻 那么很有潜力 那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介入 但是这几天 你应该在报章杂志看到 中国张志军有谎话 你知道吧 他特别提到台湾出口依赖中国有40% 所以未来如果说台湾用南向来期待西进 他认为是自定会失败 你对他的讲法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我觉得他的解读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所谓在对中国大陆跟香港的出口 对 现在大概占39% 可是大部分都是加工出口 我刚才讲都是工厂的需求 我们现在在新南向政策 想要追求的市场目标是内需的市场 我们是要把东西卖到的地方 给当地的消费者使用 所以这块跟张志军讲的是没有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是想要去拓展 新的市场 去占所谓的内需市场 这个新的市场 那过去我们跟中国的所谓加工出口 占39% 40% 事实上我们看起来 我们的台湾对中国出口大概有712亿的美元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我们跟东西六个国家 我们出口也占了百分之将近18% 20% 将近有500亿的美元 所以事实上出口市场 现在以目前台湾来讲还是算第二 那今天我们要的是一个他们的内需市场 所以未来新的一个南向政策 基本上主要我们的执行的单位 或者是跨部会的一个整合成功的话 是可行的 你认为是这样子吗 是是是 我们不但是可行 而且我们是绝对有这个需要的 因为我们需要新的市场 原来那个传统 透过中国大陆去出口这个市场 现在在衰退中 所以我们一定要新的市场 才有可能找到新的出口动力 不过我要在这里提醒陈主委 其实南向政策已经进行其实二十几年了 那当然现在我们是要拓展这个内需 内需市场 那我是要特别在这里提醒你 其实像现在中东的市场 尤其是伊朗 其实伊朗像 像伊朗是因为石油的这个禁印解除以后 那有的人贯注 所以现在他们在大兴这个基础建设 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市场 反而我们现在都忽略 那你有没有最方面的一个看法 有没有在这最方面的一个规划 有没有在引进我们台湾 能够进入中东 甚至就是很集体的提到伊朗市场 我想伊朗基本上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所以现在中国现在积极的抢进伊朗的这个市场 所以未来我们台湾 有没有要往伊朗 甚至于中东各国来拓展这个市场 是 跟文明报告有 就是新兴市场 我们现在就是有新兴市场拓展的计划 那这个除了包括刚刚讲的 这个新兰像那几个国家之外 也包括伊朗 土耳其 以及中东的这些国家 就是非传统的 非传统的我们的出口市场拓展 都在我们努力的范围 不过就先做近的嘛 由近而远 但都涵盖在这个 不过我想新政府上海 刚刚上海了 事实上我们 除了我们要刺激内部的经济富士以外 我们外部的 新兴的市场的开拓是必要的 但是像 像现在我特别提到的 伊朗 事实上现在一般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 直接进到伊朗市场 而是要靠我们的政府来打头阵 所以我想我特别要在这里 希望我们割花位 那么应该能够提早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 好 那最后我想这个 要请教主委 国土开空间的发展策略计划 这一本你有吧 这个是99年 行政院正式核定的 那现在 我们还要继续沿用吗 有没有 有没有 还要继续沿用 有没有继续沿用 是对不起 有吗 有吗 是继续沿用 那如果要继续沿用的话 事实上应该 你应该要 要初步要再 看一看 了解一下 我想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发展 最重要还是要一个 国土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我们的山西到哪里 我们的这个海岸线到哪里 还有我们的海埔新生地 我们有没有所谓的土足 敏感地区问题等等 我想这个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 上位的一个国土计划 下面就有一个区域规划 还有就是一个行政的一个区域规划 我今天要谈的 基本上一个观念 就是说 不管是我们的国土规划也好 未来的区域规划也好 行政区域规划 其实就是要区域的均衡发展 你同意吧 我同意 你这一本 这个国土空间 发展策略计划里面 其实很清楚 你的定位 你的核心价值 其中就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公平与均衡 我想这个是我今天 要来在这里 执行你的一个重点 现在我们台湾在国民党政府里面 把不应该升格的地方也都升了 所以现在就是有六都 甚至于未来还有所谓的 这个 这个 彰化的七都 所以 未来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 燕霞市一直 一直成立的话 那势必 这个行政上 就会 制度上就会很 很混乱 那资源的分配也势必不公 那没有升格的 也有所谓发动 这个离岛 发动 这个建设条例 我们还有离岛建设条例 那剩下的这些一般的县市 事实上 我想在整个我们现在 国土空间发展计划里面 里面总共有分了 所谓的生活圈的这个规划 这个平台 有没有 总共花 分了几个七块 大概分了 这个有 有台湾本岛一个七块 那还有离岛 等于就是有七个七块 七个七块 北北基宜 还有桃株苗 还有张中头 还有云嘉兰 还有高高平 还有花东 这个七块 其实我看了一下 你们这个七块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租源的一个分配 事实上没有办法 让我们很 尤其是南部 很辛苦的 达到所谓的公平均衡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有的资源的投资 都还是偏重在哪里 在北北基 现在事实上 云林在嘉义 或在嘉义市 都没有 你过去把做第一次的国家委的主委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回到建设 确实 这个 云嘉兰是没有的吗 是 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所谓的 发展策略这个计划 其实最主要是要公平均衡 但是这个公平均衡 其实是空话 到现在为止 我是认为 在整体的一个 七大区域的生活圈里面 它是失衡的 而且我们 自从 这个 策略计划出炉以后 到现在从来没有去 真正的去落实 完全是政治考量 这一点对我 对嘉义 对云林 这个地区的人来讲 算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今天 我要特别要提出来 要提醒主委 也就是说 未来 当然在 未来在 新政府上来以后 在行政区域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检讨 是一个必要的 到底我们要走 二级政府 还是三级政府 我们 未来的这个 这个区域的一个 金融发展 到底我们是用 生活圈的方式 还是要用区域的一个 这个产业的一个 特殊性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 在未来 在国外会 在整体的一个 规划上都应该要有的 譬如 桃柱苗 它是一个客家 这个地区 那云嘉兰 它是一个 荣业重镇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 生活圈的一个特殊性 事实上在未来的一个 资源的一个 分配上 未来的一个 产业的发展上的一个导向 未来 我们是希望 我们国外会是应该要 好好的做一个 整体性的规划 最主要 要回应南部地区 支持民进党 我想这个 南北的金融发展 在新政府 是一定要 要好好的去把握的 好不好 拔直 这个关键 我想这一点 我要在这里 再一次的 向我们陈主委 拜托 欺欺你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我们有请黄伟哲 黄伟员 主席各位同仁 国发会陈主委 以及各位长官 请主委 好 有请陈主委 黄伟员好 主委你好 我想 首先 还是要必须要 跟林全院长一样 当初他延连林来的时候 您的情况是 还有三个月就退休 是不是 三个月可以退休 可以退休 不是就退休 可以退休 还没65 是能够退休 我可以退休 然后呢 那个 您在好几家 这个公司担任 独立董事 外部董事 是的 年薪不少 所以说这个 算是一个牺牲 还是您怎么看的 我想替国家做事 就不要计较这些了吧 好 那我想说 一方面谢谢你 但是一方面 我觉得其实 您现在回到 这个国发会 其实坦白讲 也是任重道远 我要请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几天端午节的假期 总统家里有没有去 有有有 是 东西好不好吃 笑茶 吃 吃了有没有 感觉食不吃味 为什么 因为东西太多了 不是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是吃的东西太多了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还不错 总统指示了什么 可以说呢 可以讲的就是 我参加那一场 是属于交通建设的部分 能源也应该算是您 我没有参加 因为新能源政策规划 也难道不是应该 国发会来做一个 我们当然在行政院的层级 是都有参与的 不过因为总统 他在家里 所以也没有找很多人 所以他就分批 那交通建设 您觉得将来有什么样子 可以回应社会大众 对未来整体的交通规划的需求 是 总统当然关心像淘机的问题 未来桃圆机场扩建的问题 现在旅客的数量 已经超过桃机原来 所以外传说要把这个第三航下 跟跑道的这个施工骑程 要大幅缩减 有这事吗 这可能要问交通部长比较适合 他总统只是垂巡 但没有下指示 所以这一部分 可能是交通部要做政策 那你吃最后发现未免太好吃了吧 总是有点东西跟社会交代吧 当然就是说 希望扩建的速度能够快 因为现在旅客的人数 已经超过他原来设计的复合 所以就希望他能够加快 至于说能够加快 这是原则性的指示 就是这个原则性的 那有什么新的建设吗 可以让国人期待 一方面用公共建设来带动 内需或带动一些经济 就是现在已经有预算 在执行中的公共建设 希望能够加速进行 当然包括机长捷运 什么赶快完工 金门大桥 使用进度严重落后 是赶快怎么样来 能够让进度能够赶上 这些问题 那机节的部分 是要问交通部的问您 也是问交通部 因为总统跟大家一样 都希望他赶快通车 但是如何能够兼顾安全 跟速度这块 那说说您提的什么建议吧 我们也是巧守盼望说 在国发会的层次 能够有一些 对于将来国家经济发展 您在那会里面 有什么样的可以逐刊 可以让国人 委外人到的 我们主要是经济 现在的经济景气非常差 希望能够透过目前执行中的 这些公共建设的计划 能够加速进行的部分 来跟总统报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顺着你的话来说 五月底你们发布的景气灯号 转为黄南灯 你觉得是昙花一现 还是未来会继续往上看 那个黄南灯 事实上跟原来的蓝灯 就只差一分 跟委员报告 是黄南灯的下线 黄南灯的下线 就刚好差一分而已 那这一分是出在 上个月的进口的机器设备 是比较好的 所以第一季 包括去年第四季开始 所谓政府推动了 什么扩大那区 补助买车买节能产品 花了好几十亿 可是看起来有没有 因为这样造成整个消费扩张 也没有 我觉得至少看起来 消费是稳定的 就是消费 民间消费这一块 没有萎缩掉了 所以可能还是有点作用 但是当然这个要将来评估 比较长的数据之后 能够做比较完整的评估 等到比较长的时间 再来做评估 对啊 那所以说你接下来经济 景气灯号也不好 然后这个我们的世界竞争力的年报 我们也比过去退步 那你们的能够拿得出什么样的想法跟做法 在短期之内 我们现在的在行政院大家讨论的结论 就是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加速 推动国内的投资 尤其是民间的投资 这块现在是比较可以着力的部分 我们民间有钱 所以我们事实上民间 在市场上是不缺资金的 问题没有好的投资标的 当年你降了一正税 引回来一大堆的资金 是投入股市 投入房市 造成了这个房市的标涨 你记得在 那个时候你担任你在经济会吗 是吧 那个时候吴敦毅当院长的时候 初期的时候 初期的时候 刘兆玄 吴敦毅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也是引进一波资金 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 不缺资金 但是缺的是一个好的 一个投资的项目 不管是怎么样子 把这个资金引进入公共工程 或引进入基础建设 或引进入其他的方式 但总是 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做 并没有成功 并没有足以让资金 能够一方面去化资金的油资 一方面能够带动国家经济成长 结果是带动了房价成长 您觉得那个时候 跟现在比起来 我们还是碰到了 这个油资充斥 那现在 那个时候的 现在的情形比起 那个时候还 某种情况来讲 还是更严峻 现在更严重 更严峻 我们现在面临的 这个挑战又更强 然后我们现在碰到了 这个国际形势 对台湾又更不利 然后我们现在碰到了 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国债又攀新高 总统又要推动年金改革 这些东西 事实上在国发会说 你们怎么样做 带动投资 很明显的就是说 投资整个资本形成 占GDP的比例只有20% 在5年前 6年前大概还有25% 所以这一块 这个缺口 这个5%的缺口是 我想政府可以来努力 让它可以加速起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 你就算到25% 也是回到5年前 那就对GDP的成长 就差很多了 因为多了5% 就多了大概8500亿 我们过去看到了 2000年到2008年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平均经济成长 大概4.2左右 有人说4.28 不管如何 大概维持4以上 在马政府这8年 经济成长大概2点多 那现在我们当然不希望 接下来就向下沉沦 我们要至少要往上 那这样子做国发会 以这样做一个目标 国发会有什么样的 至少可以看得到的 比如说 这种东西不是立竿见影 但是必须打好基础 怎样做去打好基础 不要让投资率再往下降 这恐怕是我们最大的 最重要的功能 最大的这个产业跟目标 包括什么生计 包括什么 然后现在以能源来讲 那我们新的能源政策是什么 尤其现在碰到了限电 虽然您到总统的家里面 没有谈到那一场能源政策 没有谈到 但是站在国发会的这个高度 跟国发会的执掌 能源政策不能够 没有你们做一个规划 当然上位的人源政策 也很清楚 就是要增加再生能源的比例 所以这块一定是短期之内 施政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如何能够增加再生能源的投资 化石能源呢 因为总统说了 不会让人民在这个缺电 跟核电中间做选择 那如果不在缺电 跟核电中间做选择 你就必须在其他的方式 譬如包括化石能源 不得已的 这也是一个选项吗 是 应该是 不过详细当然 我可能要问 经济部的主政单位 就是说基础人员这块 但你们作为规划单位 他们主政单位是他们去执行 他们当然参与你们的规划 但是整体的规划方向在你们内 对对对 这一定是一个选项 这绝对是 这是一个选项 一定是一个选项 因为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础的 就基载的 除了再生能源 这个化石能源之外 这个化石能源是一个选项 好 化石能源中间 来 来 最后一个问题 化石能源中间 是天然气 还是燃煤 这块就超出 我可以回答的范围 不过化石能源就是 天然气 燃煤 还有这个烧油都可能 那么现在我觉得当然 基本的方向应该是去找寻 比较干净的人员 包括像这个烧煤的部分 现在也有非常先进的技术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跟其他有害物体的排放 温室气体的排放 是是所以怎么样做一个最好的平衡 我想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好 谢谢主委 好 我们有请许永明许委员 谢谢主席 有请主委 有请陈主委 许永明好 主委你好 其实主委我把你的书面报告 跟口头报告都很仔细的看了一个 那其实我很 觉得有几个关键字 在你的报告里面都完全没有出现过 因为我觉得你的位置其实 从不同的角度而言都很有趣 你是前朝里面负责这个金建 在金建会待过 你也推过很多重要的政策 那不知道信或不信 你现在也是 目前国发会的主委 新的主委 所以主委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在你的口头报告 顺便报告里面 ECFA 服帽 货帽 甚至刚才其实消费券 或是我们刚才 黄伟哲委员有提到 扩大内需 这几个关键词 在你的报告里面完全没有出现 主委你是认为 过去是错的吗 还是过去你的这些推动 在现在不重要了 主委 ECFA还是在啊 是要不要我用来回答一下 第一个我们国发会 本来就不主管大陆相关的事务 即使我在前政府担任工作的时候 也没有主管ECFA的事务 所以这块本来就不是国发会的业务 我当时你是很重要推动者 没有没有我们国发会从来不主管大陆事务 当然我们可能会参加讨论 在行政院一定会参加讨论 但基本上我们不是大陆事务的主管机会 那我问 从你现在做一个新的国发会主委角度而言 那ECFA现在在台湾的经济的这个图像里面 货帽跟服帽到底从国发会角度来看 在下个阶段要继续推吗 我们也院长也非常应该的告诉我说 我将来也不负责大陆的事务 所以这块我们就 就是说完全切割 就是我们只做幕僚 我们就是幕僚 所以在决策上面我们不做决策 你的未来国发会绝对不会是幕僚 因为院长讲过未来是大国发会 我等一下也会问你 这个主委第三页 你的口头报跟书面报第三页 也都讲到我们的出口代工模式 气虚逆转扭转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国大陆及香港出口 占总出口比重过高 出口市场过度集中 受到其景气波动影响 其实主委 这是你今年的报告 其实2009年的时候 中金院 我想中金院你也很熟 他说我讲过 如果ECFA签了以后 对我们影响最大 就是我们的电子产业 影响层面 产值要被中国取代9.3% 也就是 在七年前 我们中金院就讲过 ECFA签了以后 我们的电子产业影响是非常大的 取代9.3% 我想现在搞不好不止这个数目 我就说 这搞不好是 就说我还是要讲 是真的着势金飞吗 下一页 第二个 那消费券应该是主委在推动的 虽然执行单位不是你 我比较感觉好奇的是 我目前经济不好 可是扩大 你那边讲到很多需求面 可是扩大内需 好像已经不是你的选项 我们有 要扩大投资 就是扩大内需 我知道 消费这一块 消费这块没有 目前没有特别着力 其实你刚才跟黄委员报告的时候讲 我们目前车是蛮夯的 就是用旧车换新车 其实是有些补助 所以扩大内需 在未来你完全不考量吗 消费券 这个过去你左主推的 甚至你那时候宣称 这个GDP可以达到0.64 虽然成果不如预期 所以在未来你的任内 消费券完全不会作为 未来的考量 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所以 所以我意思是说 这会是因为之前推动 所以你完全不考量 搞不好 他是目前台湾经济 搞不好也是个机会 我们前面讲 旧车换新车 其实对车市 也是有一定的鼓励作用 你刚才也提到了 是 2009年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购车补助 只是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所以我意思是说 是因为这样失败 所以这个政策选项 你完全不考量 是因为情境不一样 2008年那是一个 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那时候的出口衰退是40% 我们现在虽然出口连16黑 但是也是衰退十几个percent 扩大内需也可以作为考量 所以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情境 那一次我们有V型反转 那个委员你都记得 所以那个消费券 在那个时候是适合的 OK 主委 那既然ECFA跟消费券 都是过去式了 在你的私政报告 至少在你 主政的时候 这个不会是一个重点 那我有注意到 你有谈到国发基金 创产业创新转型基金 要投入1000亿 可是主委我觉得蛮有趣 这1000亿 你如果放在国发基金 3800亿 这是2015年的年报 1000亿并没有多少 能真的达到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之前大家讲说主权基金 可是看起来不是吗 不是主权基金 对 因为你是跟银行借 目前听到消息是 台湾银行要办这个吗 还在跟几个银行恰谈 那我意思是说1000亿够吗 先做这样的 第二个 你是在国发基金的架构下来做 没错 那国发基金过去的成效 需不需要做一些评估 因为在 就政府的时候 我做过一个咨询 国发基金现在大部分都是伪伴 就发给其他投雇公司在做 让投雇公司赚了非常多的管理费 那我想请问1000亿 会不会对投雇公司是一个新的利多 可是对国发基金 对你所想达到的 产业创新转型基金 能达到成效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先要检讨 既有3800亿的绩效如何 对跟委员报告刚刚讲 那个委托一些创投基金去投 那个是比较小的部分 国发基金其实大部分的投资 还是都直接投资 就是我们自己直接投自己的管理 那将来这个创新转型基金 也会是直投 我觉得这有趣的 不会委办 就是直投 你的这个报告这里面 就直投嘛 你讲的 可是第八页你就讲 这个产业创新转型基金之投资案 必须促进民间新投资 并创造就业机会 是 这两个有时候是冲突的 有很多新投资 它可能有一些成效或风险高 可是它不一定会扩大就业机会 当然新的公司出来 当然会有就业 可是它不一定是促进就业型的 它搞不好是资本密集型 第二个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并非以财务操作为目的 并由民间担任主导性投资人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去投资一个案的时候 我们不会变成它的经营者 这个经营者永远都是民间 政府只投一部分的资金 我们跟民间配合投资 那这时候我们的主导性在哪里 我们没有主导性 我们只是要帮助企业转型 那我们怎么去 也不要说控制 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成效 每一个案子都要经过客观的评估 这个我们要评估这个案子 主委 你在经纪会很久 国发基金过去也都是这样的说法 是 可是成效其实是真的不脏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下一个 再下一个 国家级投资公司 这时候要100亿 你说采公私合营的方式 总公司要设在台湾 不然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那这里面会以东南亚 或是印度为对象吗 这主要是初期会在美国跟东南亚 可是从立委的角度而言 我看到一个数字觉得很有趣 第八页最后一行 政府投资比例低于50% 但据经营主导权 以利推动相关政策 主委你在部会待很久了 低于50%的意思是说 这家100亿的国家级 投资贸易公司 是不需要来立法院做报告 但是我们国发 这个设计 是为了什么原因 是为了逃避立法院监督 我想应该不是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他必须 国发会过去下面 没有什么国营企业 现在要多一家100亿 第二个这个国营企业的投资 5%以下 这是不需要到立法院来的 主委当你们写这个报告的时候 要来立法院做报告 你有没有想到 你们是想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跟我委员报告 将来这家公司 就会类似我们的台积电 我们国发基金 现在也是台积电最大的股东 我们投资台积电这件事情 是必须要受立法院监督的 主委 你想台积电当然是好的案例啦 台积电是不需要 我们有很多不好的案例 跑掉的案例 失去控制的案例 可是我意思是说 为什么一开始就界定50%以下 因为它必须是个民间公司 才有办法去帮我们国家推动这个出口 否则就会受到国际 兼有关于国营贸易公司的规范 完全行不通 它完全没办法做整场输出的工作 主委第八页 我先有1000亿 可是1000亿真的不多 因为放在国发基金的 这个所谓3800亿 原有的这个规模以下 然后呢 你又说由民间来担任主导性投资人 好 然后你要花100亿 来成立这样一个国家级投资贸易公司 可是又跟我们立法院讲说 这50%哦 你们以后立法院管不到 为什么因为民间才会比较有效 主委你这里面有很多政治承诺在里面 接下来你又说 你要在国发会里面成立一个顾问团 请看第五页 这在国发会过去的编制里面并没有 当然我们说 征求更多意见专家学者是很重要 可是你这个顾问团 又有咨询会议 主委他的位阶是什么 他基本上都是提供意见 没有决策权的 这些因为我们这个在整个产业发展 这会不会很多业界的人参加 我们一定会注意 那会不会又跟你这个1000亿的基金会有关系 一定会规避 又会跟你100亿的这个国家级投资 就是我的意思说你要建造一个大的国发会 我不反对 可是你做了一个所谓咨询会议 它的角色是什么 对 跟委员报告 这个顾问团 第五页那个顾问团 也不是我们那个转型基金的顾问团 是我们在编制国家经济计划的时候的顾问团 所以这些都是外部的 那他的位阶如何 他就是一个学者委员提供意见而已 没有业界吗 没有业界没有投资 他们也没有做投资决策 你可以跟你这个1000亿或100亿切得干净吗 那个是国家总体规划的时候 做那个经济计划的时候的这个外部 因为我时间有限 在问第七页 这个委员放心 他们不会参与我们那个投资决策 主委我已经很不放心了 你来立法院报告说50%以下 这100亿我们完全管不到 那你又跟我说因为这样绩效比较好 像台积电 那我会不会跟你讲其他很不好的案例 这是谁样的心态 来立法院报告 我们当然支持你 任何人促进台湾经济发展 可是你不能一开始就说 这个东西立法院完全管不上 主委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我时间真的很有限 第七页 跨部会促进投资小组 主任 这个也就是说跟这个五大创新产业有关系 主委来担任这个召集人 主委有办法吗 国发会有办法命令经济部 管制交通部 促进国防部 因为你其他产业其实好像是其他部会在做的 是是是 你有这么大的权利吗 没有这个权利 跟委员报告我们只是请各部会要主动的去走访厂商 问他们有什么投资的计划 然后政府可以做什么事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投资计划 所谓大国发会不是把其他利益团体不是扩张你的职权 我们是希望说你能引导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可是我恳请你 百分之五十所谓国家级投资贸易公司 这个百分之五十的一个规范 你要好好考量清楚 这是一开始就想离开立法院的监督 这样的心态是非常有问题的 所以公委员报告那个投资本身一定会受利益监督 所以这请委员放心 我们投资任何钱都受利益监督 主委有多少为了规避百分之五十 不管是法人啊国营企业非常多啦 弊端非常多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应该拿回去检讨一下 我们会注意这些事情来防止弊端的发生 谢谢 好我们有请张立善张委员 主席请主委 有请陈主委 张委员好 主委好 主委 最近美国商会 在台湾发布了2016 我们台湾的白皮书 他是以近年来前所未有 倍感艰辛来形容台湾的经济 同时他也说 目前台湾最重要的课题呢 就是如何振兴经济 那我想今天看到我们主委 有很多的这些论述 甚至有很多的主张 那当然我想我们现在 成如刚刚主委所讲的 我们的经济衰退 已经是16K了 已经16K 甚至在IMD对我们的评估 我想在61个评比的国家当中 我们又退步了 从14名了又退步了3名 甚至在亚洲四小龙当中 我们也变成倒数第二名了 所以我非常好奇 也就是说在我们主委 现在讲了三架马车当中 也就是产业创新转型基金 这个预定要匡列1000亿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想刚刚我们徐有名徐委员 也说了 也就是说说 我们在所有的投资当中 我们既然投资那么多钱 包括国家级的投资贸易公司 我们投资的 可以说是 我们还说不得超过50%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没有主导权 我们完全放任 给我们投资的公司 那这些投资的对象 投资的单位 我想请问主委 你对于这些投资 到底有没有什么公平 公正客观的评估标准 为什么要投入你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有前瞻性吗 有远见吗 值得投资吗 值得我们进场去救它吗 我想主委你讲一下 这个刚刚讲的 这个投资贸易公司 它就其实就是一家 比较大型的民间企业 那政府希望能够来 投一点钱来给民间信心 所以我们因为要过去 也曾经有规划设立 这种大型贸易公司的构想 最后都没有成功 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 由政府来出一点钱 就是希望政府带头来投入之后 可以号召民间的企业 一起来完成 这个过去没有做的事情 那这家公司其实主要是 以推动台湾的整场输出 为主要的任务 那么为了做整场的输出 它可能有些时候 需要有一点投资 这时候它才会做 这个投资的动作 所以它基本上不是一个 以投资为主的公司 跟委员报告 那主委 也就是说我想要了解的 就是说 你这些所有投资公司 你是不是就是说 你的标准资格 你有没有一套的SLP 如何去评估这家公司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把它仰赖投雇公司 帮我们做这方面的一个评估 应该我们的国华会 要有相对的主导权 再来我很担心的一点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会不会当做政治仇佣 来做投资 无鬼搬运 甚至 我们担心的 也就是说 如果利用这样的一个 权力的输送 这个部分 主委你可不可以保证 是保证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它将来是会一家 民股为主的公司 所以政府虽然有点注资 但其实它并没有掌握经营权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派董事长 也没有办法派总经理 所以这个政治仇佣的问题 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那主委 也不能派董事长 那也不能派总经理 那又没有过半的权力 那这样投资了 会不会担心 我刚刚讲 就是说 纯粹是由政府来号召 那么希望能够民间 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 主委 时间很有限 你知道我们的四大基金 四大基金是亏损的 是亏损的 所以我们也是委托投雇公司 专业经理人 但是包括我们中华邮政 劳退基金 退府基金 公教人员 抚恤基金 不到三周内 就亏损两亿多 所以主委 会不会太冒险 那基金有投资股市 所以那边风险就比较高 我们将来这个 创新转移基金 是不会投资股市 它基本上都是直接投资 直投 投资我们的企业为主 所以我想这个风险性 应该是 是可以比较控制的好 好 那主委 你知道吗 在整个IMD 对我们的评估标准 当中呢 他说到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为什么在经济方面 明显的 在这个整个的16K 当然其中啊 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在 第一个是劳动市场的保护主义 第二个呢 就是基础建设的滞后不足 那基础建设当中的滞后不足呢 当中又讲到 也就是水电能源的不确定性 不稳定性 所以造成很多公司啊 不敢在这里投资 而且是高科技生产的公司 几乎它是没有办法在这里投资的 所以这个会不会跟你本身这个意愿背道而耻 那当然了 我要再利用我们美国商会所说的 也就是说 我们有17%都是核能发电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确定目标 也就2025年呢 绝对要朝向非核家园 也就是我们在这10年当中 我们绿色能源再生能源 一定要弥补这一块 但是呢 你知道我们几乎大部分啊 超过26%都是火力发电 都是需要靠国外的这些燃煤进口 那所以就是美商会也告诉我们 也就是说 你们要走向非核家园 但是有可能啊 在我们所有再生能源不稳定的情况下 像最近雨啊连续不断啊 所以你的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几乎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不稳定性很高的 那你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加上 CO2PM2.5 这个排放量又要减低 又提了一个标准 也就是呢 在2030年 要这个CO2的排放量降低20% 2050年排放量要降低50% 那这样会不会啊 诶 背道而止 真正啊 这个方向是不一致的 我已经讲了 这几项确实啊 是我们台湾现在经济发展 需要非常关注的地方 包括劳动市场的一些法规啦 基础建设的不足 以及人员攻击的一些不确定性 应该我们都需要在短期之内 能够来消除 这些投资人的疑虑啊 才会对将来的投资有帮助的 这块我们也会来关注跟投入心理 谢谢 其实这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也是政党轮政以后呢 体制不连续啦 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是伤害非常大的 那再来呢 诸位 援览国际人才啦 援览国际人才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呢 我们在援览国际人才 以前在杜子军的时候呢 他有一条龙一条龙的服务啦 包括他所有的生活 还有他的居住 各方面都予以协助 但是呢 我现在看到你在援览人才当中 我不晓得你用什么样的一套标准 但是我初步看到的 也就是说 国发会预定修正 入出国籍移民法 及国籍法 允许高阶技术人才双重国籍 让原本外籍人士 每年需住满183天的 才不至丧失 永久居留权的 那现在呢 国发会建议修正 改回啊 五年内回台居住一天 就可以了 这会不会修太大了 主委 本来住半年 现在变成住五年 这不会让恐怖分子趁机而入 或是你所谓的人才 人才的界定 什么叫人才 什么人才 什么专业人才 有办法享受这样的优惠 是 这块当然我们还得跟内政部来讨论 不过那个就是说比较宽松的规定 一定是只限于非常高阶人才 才可能有这样的优惠 高阶人才 怎么界定 比方说诺贝尔奖得主啊 或者是 就是有些特殊状况之下啦 我们只是觉得 目前现在的限制 你所谓的人才 要修这个部分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报告 两周内给我 看你沿染人才的方向 标准 资格 条件 为什么可以放宽啊 从半年放宽到五年 这不可思议 是 我们来提供资料给委员参考 好不好 好 主委谢谢 好 我们有请王惠美王委员 主席有请主委 好 有请陈主委 来 委员好 主委 我看你是那个 马英九时期的 唯一啊 一个部长来入阁的嘛 那我看刚刚啊 几个委员啊 有的好像对你意见也蛮大的 跟你讲三个月就要退休啊 那有的好像对你过去的推动ECFA也很有意见啊 我看你来队一定开始在回修啊 但是我看你啊 还是一不变一万变啊 不像那些菜鸟这个部长啊 主委啊来到这边啊 后面一大堆人啊 我看你都非常的这个骁勇善战啊 显然对业务非常的熟悉啊 那希望你啊 因为我看到你过去的这个背景啊 你也是少数懂得产业科技跟经济的人啊 我们期望啊 你真的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这个 林泉院长所说的这个大国发会啊 充分来发挥 好 来 在5月27号刚好公布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 一个是国发会的这个景气灯号 一个是主计处的一个经济预测 那这两份的报告都比大家原本的预测要来得好 那国发会跟这个主计处的解读却是不一样的 那国发会认为说国内经济尚未明显改善景气 能处于所谓的低缓的状态 但是呢主计总处就显然啊 乐观的非常的多啊 因为他说从我们的这个出口量的成长啊 新登记工厂加速的一个成长啊 显然我们的景气已经要往上走了 那我想要请问主委的就是说 第一个啊 我们到底这个景气下半年会不会往上成长 你认为乐观不乐观 第二个啊就主计总处所讲的啊 我们原本是成长是1.47GDP啊 现在调到1.06啊 等于是亚洲四小龙里面最后的 我们看啊韩国还有2.5% 那香港还有1.8% 新加坡还有1.7啊 就台湾只剩下1.06啊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 能够来振兴我们的经济 是 谢谢委员 我想那个5月27的 我们那个景气登号的这些指标 跟主机处的GDP的看法 确实是有点落差了 那国安会的那个指标是比较项目多了 我们采集的那个资讯的项目是比较多的 所以跟那个单一指标出来的结果是有些不太一样 主机处对于最近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数字 特别觉得好 跟国民报告我们也非常同意 事实上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好的数字 所以为什么登号能够从蓝灯变成黄蓝灯的原因也在这里 那最主要是现在的机器进口 机器设备的进口有成长的现象 这就表示投资动能可能有在恢复中 因为厂商要投资才会进口机器设备嘛 另外就是有关于制造业的一些相关指标也都在上升中 所以确实是有一些好的信息 所以我们对下半年基本上是乐观的 是乐观的 那就我们这是我们的GDP只剩下1.06 是亚洲四小龙里面最后一名 那你的看法怎么样 确实是 如何让他极其直追 其实是非常悲惨的 不管是能不能保一 其实我觉得国内这样的讨论都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不管是1.1或者是0.9 其实都在全世界的平均值之下 就军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是2点几嘛 所以我们不要跟韩国比跟世界各国比 我们都是在后段班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痛丁吃痛 那你的特效药呢 没有特效药 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让台湾的经济体质能够慢慢改善 所以但是一定要开始做 不开始做就永远没有机会 我看你都有点像是救援投手的那种意味 2008年刚好我们金融海啸加上巴巴风灾 所以那时候呢 你也是刚好在当这个主委 现在呢 整个世界性的景气不佳 还是抓你出来 显然都很肯定你的这个专业 那我想请教 过去你在2008年 就真的是做了这个消费券 扩大内需 来振兴经济 那你认为到底有没有这个效果 那其中在你发这个消费券的过程中 当时的民进党会攻击你 这是没落后的这个政策 那再留子孙 那你回过头来看看当时 你自己来评定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如果未来有机会 你还会不会再来一次 2009年那个消费券绝对是对的没有问题 在那样的情境之下 可能就是唯一的解法 那当然 经济学子对它产生多大的效果 各方有不同的评鉴 这个我们也都尊重 但是我们只要看2010年 台湾是从1990年之后 第一次经济成长率再超过10% 可见那个是有效用的 如果那个消费者的信心 跟投资信心没有恢复 2010年不可以有那么高的经济成长率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经济学家 9个经济学家 10个意见 所以对不同意见 我们是尊重 不过我是个人 觉得在那个时期 推动那个政策 是个正确的政策 当然我问你这个不是叫你再发一次 因为整个的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 但是我是要提醒这个主委 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之中 一成不变的措施我想恐怕也无法应付当前 我们这么复杂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环境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创意的方式 也未必不是很好的 我们希望你朝向这个方面再来去做处理 那我看你一直不断的在说 台湾唯有把结构调整好 我们才有翻身的一个机会 大概应该也是这样 那我看就从我们过去 因为你要调整一个体制 你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我看我们过去从农业到家庭工业 从重工业到科技工业 那么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说 台湾未来要怎么样调整这个结构性 才能够稳定的这个 才能够走向稳定蓬勃 那下一个引导台湾的这个 到底应该是什么 那蔡总统所提的这个五大产业 到底哪一个才是主力 请回答 如果个人的见解就是台湾现在 就是以代工生产为主的这个制造业 里面只有硬体没有软体 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 所以将来的发展是要 慢慢的走出纯代工的模式 自己可以创造产品 自己可以创造品牌 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服务 所以这样才会整个体质才能够改变 那五大产业其实就是希望 从这个地方开始来做我刚刚讲的动作 这五大产业其实都有一些服务的内涵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 让这个硬体跟软体做相当程度的整合 所以它等于是个练兵场 但是未来的产业发展绝对不止这五个 只是这五个我们看到可能立即可以来做的一些促进 那本席在这边顺便陈情一下 我们过去非常多的经费都来自于我们的经建会 那大部分都盖了很多的硬体的部分 那我像我们在文化的这个区块 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用一些资金 寄注到我们文化相关的一些产业下去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所谓的维护 或者一些所谓的文化创意的产业 那我想对于整个的产业发展会有更不一样 再来本席要问我看从蔡总统在竞选总统的这个期间到现在 这个新南向政策喊得非常的响亮 但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那相关的部位我们去了解 经济部说他们在研究未来 他们经济部的定位到底要在哪里 那国华会则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来跟我们接触 完全不了解 那我想要请教主委 未来的新南向政策到底要怎么走 你的国华会到底是怎么规划 刚刚委员讲的 目前因为还在整个 未来这个机制上要怎么做 我想还在规划中 不过我们是对这块的基本的意义是有了解的 就是说希望能够来拓展这些东南亚跟印度的这些新兴市场 同时跟当地的一些人才能够做双向的交流 那所以未来南新南向政策一定会有一些经贸部分的工作要做 那这些我们国安会也会来承担这个规划任务 不过等那个上层的结构比较明朗之后 我们才会开始着手来进行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那个大陆这几年在东南亚这个区块的琢磨很强 包括东协也好 包括一些实际上比台湾还很早进去 那这个区块如果当我们跟大陆的区块强碰的状况之下 我们如何能够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功效 能够达到你们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而不是把台湾的这些人带到新南向去死啊 了解 我们事实上在东南亚经营的目标 我想跟大陆是有区隔的 所以应该不太值得担心 你所谓的区隔的区块到底在哪里 比方说中国大陆现在主力都是在推它的高铁输出 这些基础建设的输出等等 那我们我想我们要的是一个新的市场 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产品跟我们的服务 有一个新的出口 所以我想那个目标 你的意思是说把我们在台湾的经验输出到东南亚国家 是的 但是问题是在你在从事经济的过程中 你往往不能不考虑到政治的一个相关的因素啊 不是吗 你未来如何克服这个政治的因素啊 这块实在超出我可以回答的范围啊 不过就是说我们 我还是希望你考量啦 毕竟会跟着我们很配合政府的政策的人 你还是要让人家有觉得说有助于他嘛 好不好这部分再加油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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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委员 好 我们有请孔文及孔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孔委员好 诶 那个陈主委我还没点你你就站上来 诶 你不住我 没关系 我们有请陈主委 没关系啦 还是要请陈主委 他表示他随时备战啦 他知道我们陈主委是随时备战 不好意思 那个三个副主委我都比较不熟啦 是 有一位黄万祥副主委已经离开了 他离职了 是 离开了 对 那比较熟的是你啊 所以也只能问你啦 是 谢谢委员 好 谢谢 那个记得六七年前我在经济委员会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你也是马总统刚上任 第一任的清建会主委嘛 你是第一任清建会主委 那现在又是国发会的主委 也就是清建会的这个是前身嘛 那我想请教一下主委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在 蔡英文总统这个新的政府上来之后 你会接国发会的主委 因为你之前有当过马总统的经济会的主委啊 这是什么 基于什么样的一个 呃 缘分吗 还是什么 啊 就是 实在 个人并没有很高的意愿啊 不过 因为院长非常激励的邀请 那我个人也觉得 现在国家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政府有需要 那我应该要挺身而出 是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蓝帝关系都不错啦 好 这个马总统的第一任的经济会主委 现在是蔡英文总统第一任的国发会的主委 三次你做多久 三次 当时做一年 一年多一点嘛 当时是为什么离开 刘院长这个离职的时候我就一起离职了 哪一位 刘兆勋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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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职你就跟着辞 你又回到台大 是 回到学校 是 那几年之后 新的政府呢又找你上来 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 我也在经济委员会 我也跟你共识 那个时候你推出的第一个最响亮的政策 就是国际的金融的危机嘛 金融的危机 然后经济大海啸 那我们就提出来一个消费界的政策 该也谈过 那消费界呢 这个是 确实是有提升了我们的经济的一个成长啦 那你刚才也讲过说 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但是消费界政策的话 大家都非常的欢迎啊 你还发了这个国民旅游券 这个提振我们国内的观光产业 这些政策都蛮叫好 叫做的政策 那未来为什么不可以再推动呢 现在的情况跟2008、09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 还是很差但是很慢 那种 但是你说2010年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10%以上 那从2010年你离开了之后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就越来越降 降到最后只剩下1% 这个会不会是跟你当 有没有当主委有关系啊 我不敢 你当主委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可以到10% 你不当主委 我们就一直降 降到最后 经济发展搞成 连保衣都不保 那你刚才又讲说你很乐观 那你乐观的理由是什么 经济成长你会 比如说对未来嘛 所以未来是要乐观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仍然有非常好的这个产业的实力 跟创新研发的能力啊 然后有非常勤奋的劳工 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走对的方向 这个经济一定会再度的这个 这个跟电价 这个将来是一个核电 这个像我们现在在谈 核一就是如果说不启动的话 那这个电费涨脚的话 你怎么去看未来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 会照你所讲的这么乐观 是核一要不要启动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供电的稳定性是一定要维持的 所以供电的稳定性如果没办法维持 当然民众的投资信心就会受到伤害 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 一个是电价不能涨价 另外一个是供电要稳定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对经济部要有所要求 是 国发会对经济部 因为国发会我知道了 你们现在是谈了很多 就是很多各部会的重大的计划 就是需要这个经费支持的 这样重大计划必须要国发会来审查 那我在这边具体的提出来了 主委是不是可以 针对农委会的水保级提出的 农路的改善的计划 因为那个计划呢 农委会已经报给行政院 但是呢现在还在国发会審查当中 你要想想看哦 全国如果没有农路这样的经费的话 就很麻烦了 那这个计划目前是在你们那边嘛 審查完毕送回行政院了 審查完毕送回行政院通过了没有 快我就不知道 我们再来追踪好不好委员 这个要支持 拜托要支持 已经过了国安会 对我们已经送出去了 送出去 但是过了国安会 你们是审通过还是支持 还是反对呢 你们的立场是什么 农委会是一年二十亿啦 是是是 一年二十亿它提了未来的 好像是三年还是四年的计划 那现在是重新开始嘛 嗯 这个农路是到今年结束嘛 是 那现在问题是他没有重新再提了嘛 那从明年的 明年度的计划 那本席是最关心这个啦 是了解 那是不是可以集体的来说明一下 这个目前的进度 要不要请我的同仁 如果要比较细的请 你来 快点时间来说明 农路 这个因为包括原住民地区的农路啦 全国地区的农路 是 包括委员 那那个案子的话 农委会送来 可是他有很多 比如说 他未来的要做的对象 还有呢 他做的补助的原则呢 还有他对整个环境的一些影响的 很多的一些理由 都还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目前呢 是请他们呢 再把相关的这些意见呢 补充之后呢 所以农委会说 这个计划还是被 还是发在国发会这里 你们国发会是退回去啦 不是报给行政院啦 是 我们是把意见送给行政院 因为是愿交给我们审议 我们按照程序的话 是把意见送给行政院 再转给农委会再去修正 那在经费方面你们有没有意见 他的预算的规模 这方面有没有意见 预算的规模 因为他对象不清楚 所以我们目前对预算的规模 是没有表示意见 好 这个拜托 陈主委能够重视我们全国的 全国的农路的这样的一个经费 因为农委会的计划爆了之后 还在你们那边 你们这边也提了很多意见 那第二个是这个国土计划 你这边有谈到国土计划 在今年的5月1号开始施行嘛 国土计划里面有一个复益基金 国土计划复益基金 那你们现在审查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还是请我们国助长来报告一下 报告委员 因为国土计划法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 所以呢未来那个基金呢 主要还是由内政部那边会提出来 是没错 但是他们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还是会送给贵会审查嘛 没有 不一定 要看未来 要看行政院是不是会交给我们省应 因为一般的基金的话 不一定会送给国会来审查 不一定 那你们是针对哪些计划 会送到你们那边 需要是公共建设的计划 然后需要应用到政府的公共建设的预算 那像那个东部地区的交通建设的经费呢 是 也是包括在我们要省意的范围 对啊 那像那个 我们现在谈到花东什么快速道路 这个计划 是 这个计划我们国发会立场是怎么样 目前的话 我想那种 交通部目前他们还在 还在还在 还在规划之中 我们目前是还没有看到他们送来的计划 那我们未来我们会持续的站在照顾呢 那么花东地区的一个不管是居民或者是产业的发展我们会来协助 好 那个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留意综合管理计划 这个是不是也是国发会在审查 主要的工作是经济部 对 经济部它有一个小组他们负责来做相关计划的审议 这个计划的这个经费是不是你们这边在审查的 总经费它原始提案的时候的计划是由我们那边审议 可是呢个案的执行个案的一个审查是由经济部来负责 主委我想我刚才讲的这几点特别是农路的改善计划 这个是刚才听是又报给行政院但是你们加注了很多意见 是 还有这个留意综合管理计划这个部分 留意综合管理计划呢 我们是希望我们现在这个针对水库水库的依杀 当然现在是有真文水库南华水库嘛 但是高山地区的水库就没有 几乎是没有经费在做 现在有很多像德基大坝 德基水坝 还有物色这个万大水坝 这个这个伊沙 那我们大部分的经费都是用在真文跟南华 但是高山地区的水库呢 几乎是没有没有钱在做 那我们要整个来这个好好的运用这笔经费了 所以我是希望主委你拜托 就是这几个计划都是跟我们这个 像沿湘偏远地区的这个计划经费比较有关 希望我们主委能够来多支持 是是我们会来关注跟那个经济部一起来协商 好不好谢谢委员 好谢谢 好我们有请高志鹏高委员 主委有请陈主委 好有请陈主委 高委员好 主委 所以刚才听到您对一些本院同仁的回答 都说对未来的经济展望都还算乐观 乐观是当然是好事啦 你再度担任这样的重任 当然很希望能够重勤新局 可以再创这个经济发展的高峰 但是我看很多学者 其实好像没有这么乐观啦 我看到前没多久 台大经济系的梁国元院长 还甚至提到说 台湾现在是面临经济土壤液化危机 这么严重的一个形容词 如果经济 我们经济是这样的土壤液化了以后 那可能经不起再一波的金融风暴 或者各种产业的危机等等 那当然我们看到您有提了很多的案子 很多的具体的一些措施 有三驾马车 有很多的这些带动民间投资的一些做法 那我比较少看到的是 我一直认为说 现在大概台湾应应的是 面对中国的红色供应链 这样的一个竞争 到底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作为 那新南向是不是唯一的一个做法 还是说是其中之一 那如果新南向是的话 那我们其实也 刚才也有委员提到说 在之前没多久 6月8号 我们的副主委高先贵副主委 在备讯的时候说 国外会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跟新南向政策 开过会 那 那 当然 大家就任之初 可能各自有忙的 这个 业务 那我要请教的是 那 到今天为止 也都还没有跟他们联络吗 还是已经有约翰 还没有开会 还没有开会 玉京怎么说要开会 他 他 还说他业务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就 也不急得那么早开会 应该等待 等待通知吧 我期待会 会很快有联络吧 所以你们知道 要等他来联络就是 那 就新南向政策来讲 大概我们比较 担心的是 那到底 这样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创举 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理论上 如果没有这个所谓新南向办公室 而新政府要推新南向办公室 理论上主席者的因素 应该是主委您 如果没有新南向办公室的话 是 如果经贸的部分 当然我们一定会来做跨部会协调 但是他因为有外交政治的内涵 所以那一块还是需要 总统府那边有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就担心了 所以你现在变成是 原本如果没有新南向政策办公室 你应该主席者的国会 陈主委 现在变成是被动的要等 新南向办公室的联系 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会 上位政策还是要确定之后 我们有在做一些自己的准备 不过还是要等上位政策确定 自己的准备吧 也没有 好 那 就 新南向部分 那 因为会设立新南向办公室 所以 未来 好 两会之间的协调联系 两个部门之间 好 可能就是会有问题 会不会有多头马车 这个我都觉得 主委这边可能都要预先的来 因应设想 那 我们要谈到比较具体的问题 是 上礼拜高副署有提到说 呃 就今天所提的 这个 呃 国家级投资 贸易公司 其实就是很多是会针对 在 是在新南向政策里面来落实 我们比较 注意的是 它会 所谓采取 公私营 合营的模式 政府投资比例会 低于50% 那这个 跟新加坡的大马席 有没有什么 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 马席是一个基金 它不是 其实不是一家公司嘛 那大马席是 百分之一百是国家的 对 所以它是以投资为主 那我们这家将来是一家企业 它是一个公司 所以它是要做生意的 所以它是要带动我们的中小企业 大家一起来做整场的输出 那低于50%是可以 为了避免来立完背询的 还是说 因为国际的规范 对于国营的贸易公司 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做 国际贸易上的操作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民间企业 那新加坡大马席是怎样 它百分之百 但是它另外再去投资公司 但是它如果投资股权 超过百分之五十 还是会受到 国际贸易的规范 好 那低于百分之五十 那我们有余虑的是说 那万一其他的民间资金的意见 或者策略方向跟政府 有起义的时候 那怎么办 你表决可能表决不过人家 现在就只能协调 而且我们会非常谨慎的 在开始的时候 选择适当的股东 盡量来 让这些将来的合作 不会出问题 就是盡量选择 不要找这种突婴 不要找 这种有一些 这个 有野心的 是这个意思吗 了解 所以我现在提到 我们讲到新南向政策 还有 一些人才的问题 我来先来问一下这个人才问题 我们知道六月八号的时候 国家会有办了一个 延览外籍人才遭遇困境与因应对策 这样的一个内部的研讨会 坦白说是内部的 但是 相信你也知道说引起民党籍立委一定的关切 我在这边 要替主委讲个公道话的是 其实 这几年 我们才 至少就我才知道说 这些人才的欠缺 其实就台湾来讲 已经是个国安层级的一个危机 其实很多人 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 等比例的下降的 去国外留学的学生 也回来得更少 那因为整个产业的趋势 那也更 没办法吸引其他的人才 那尤其 很多 这个是立委 自己也要 承担 这个罪名的就是 在立法院罵肥猫 罵最多的是立委 所以搞到更多的人才不会来 那这些问题 我意思是说 新政府是不是有机会 甚至有义务 应该要先让大家知道这样的问题 是国安层级的 否则 就会发现在 我们立委里面 一看到这个问题 想到的只是说 哇 那你是开放外籍的人才 到底是白领 到底是高阶还是低阶 你开放低阶了以后 是不是又排斥了 本国劳工的一个生计 这样下一次的反应 我觉得如果到时候 讲不清楚 马上炮我就来的话 对于这样的一个 国安局 我一直想到 国安层级的一个危机 不仅没有注意 反而会是阻力 所以我这边 齐取主委的事 就这个部分 我们可不可以有更多的 一些资料 我们可不可以真的去整理好 然后让台湾人民知道说 其实人才的危机 是非常严重的 在未来不管英语国际化 不管要怎么样强化经济体制 要怎么样做创新转型 你没有其他这些人才 台湾的学生又不去念书 很多学生 他可能就到台积电 到很多电子公司 他就可以想很高的人心的时候 他也不会想要出去念书 出去念书也不回来 这些年 这些转变 这些整个结构性的因素 是不是可以 请国华会 大概责无旁贷 要做一个最好的整理 而且要做一个最好的宣导 我坦白说 我以前也不知道 几年前 我去听了 我们前副院长杜子军 他哥哥杜子诚 他有一些研究 在一个早上汇报里面 讲了快一个小时以后 我才突然发觉到 这个真的是台湾未来 最重要的一个危机 可是 一直也没有做好好的因应 当然我讲过 很多人都要检讨 立委要检讨 随便就骂人家肥猫 随便就 就 就 以 这个 國内的劳动条件 来做比较 的一种民粹式的反应 其实会 會造成这个危机更扩大 无从解决的一个原因 但是 哲乎旁大的新政府 就是现在 尤其要靠 可能要靠国外委 要靠陈主委 是不是 想尽办法去做一些整理 不管是您 甚至请总统 院长 无耻无地的 去提醒大家 有这种危机 当大家感觉到这危机的时候 你去做这样的研讨会 才不会遭遇任何阻力 才不会让 不管是执政党或民进党立委 马上又跳起来 这个部分 那个主委同意吗 委员指教非常对 我们就是正在整理这些资料 希望有一个完整的资料之后 能够来对外 做比较完整的说明 我非常同意 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现在这个人才的 赤字是非常非常严重 台湾很多 有能力的人 现在都到海外去工作 没有办法留在国内工作 那我们没有办法吸引国外的人才 所以人才只有往外面走 没进来了 这确实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人才来讲 我们现在是一个严重粗糙的国家 可不可以这样讲 确实这样 确实这样 应该说路糙啦 就是粗糙 粗糙 粗糙吧 没有说吧 对 委员队粗糙 另外两个小问题 请教一下 这个 我看我们有 亚洲矽谷计划裡面 说要提供青年创业 创新创业的基金 那丁管会主委 丁管会主委 丁管会主委 提出了 这个 2%水油盈余 上市会公司的一个 天子金2.0 这会不会有冲突啊 会不会有重叠 这个是不是 你们也注意一下 那我要特别关键的是说 这几个 对于现在 所最 大家流行讨论最多的社会企业 有没有含话在里面 社会企业可能规模比较小 不一定是为了要 培养台湾的贾博士或什么的 但是就社会企业这一块 有含 有在这 蓋在里面 天子基金也可以投资社会企业 也可以 亚洲矽谷计划裡面 这个也一样 对 最后再问一个 其实跟人才有关系的 台湾其实推动新南向政策 他以前推过或什么 不管是跟中国的关系 还是地理位置 接近 其实主委有没有想过 台湾还有另外一个优势是什么 我们有很多的新台湾支持 以我省区三种来讲 我最近才研究过 五个新生的小学生 有一个母亲是外籍新娘 他理论上 这些人他有母语的优势 他未来在新南向政策裡面 他可以替台湾的 这个事业 去那边铺路也好 去那边管理也好 去那边做联系也好 可是坦白说 这些人 现今在台湾是一定程度被歧视 会霸凌 因为 会取外籍新娘 坦白说经济差距比较低 父亲可能不管是 妈妈看不懂 做一部 所以就这些部分 虽然这个可能 有跨部位的口 现在教育部或什么 但是 是不是可以请主委 就这些 所谓新台湾支持 在目前所受到的状况 跟如何善用 很多外职想说 其实台湾 怎么没想到说 你们这么多的新台湾支持 其实是有比其他国家更好的一个最好的利基 而且人数这么多 好 这个部分 也不用除了人家把他回答 是不是可以 请在 就整个新南洋政策的 整个研究裡面 把这个部分 列入一个考量 现在有什么 还没做好的 怎么样 有有有 是不是在学校裡面 甚至要开第幾外语 甚至专门来让他们 然后 辅导 所有的阿公阿嬷 阿公阿嬷有时候会不高兴 媳妇你可以教越南瑜话干什么 你可以教印尼化干什么 就这部分 搞不好都是 整个新南政策应该要注意的 是 在委员指教人 这个我非常同意 这一块非常同意 好 那请你们是不是也做一些一定的研究 看什么要来做 最好的因应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我们向大会报告 在苏正清 苏委员 咨询完后 我们就进行提案的处理 有请苏正清 苏委员 好 谢谢主席 主席麻烦一下主委 有请陈主委 是 我现在就是论事啦 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意识 你之前 就担任过这个 像国会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是 那现在 以我所了解 你并不是 对我们民进党的政策 是一贯的支持 甚至有些看法是背道而耻的 你现在来担任这个职务 我是要请教一下主委 你是应该是换了位置 就应该换了一个想法 还是本来就换了位置 就要换想法 那当 我们现在有些政策 是跟你以前是背道而耻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在这里 每天都在你摁摁摁摁摁 那现在你 如果针对这些 你的看法是怎样 应该没有背道而耻的地方 所以是现在担任 新的政府团队 你就要照这个政策去观测一个执行嘛 对不对 我有确认我的想法 跟新政府的想法 是一致的 我才接受这个主委 好 那你说的好 那现在我要请问一下主委 依照我们常在这个委员会 在这边咨询 这边巡打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到 当初国会都把自己做小了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我先请教你一下 你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 当初我们有所谓的台北小戏谷 现在位置在哪里 就在你们的旧园区嘛 就在你们的旧的国会的旧大楼之中 对不对 当初我们在这边苦口婆心 跟国会讲 为什么你们自己要跑到第一线来 还要去做规划 甚至还要去做所谓的自己的发包 还要自己去选藏子 照理讲 国会 他是一个政策的所谓的一个协调者 甚至于 怎么样让部会的互相的沟通里面 能够更完善 对不对 但是我发觉到之前 国会都把自己做小了 那现在 你来担任主委 你觉得你有本事可以让各部会的互相 横向的沟通协调 你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吗 还是会跟以前一样 那如果跟以前一样 那主委你来担任这个主委 你会觉得你的角色扮演 可以扮演得很好吗 跟委员报告 现在 现在这个亚洲矽谷计划 我们就正在做这个重新的规划跟安排了 希望我们不要什么事都站在第一线 这个委员的指教是非常正确的 是啊 这个执行工作的这个部会 应该都在各个部位里面 所以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边苦口婆心 同样的位置 不同的时间 不只只有我 还有好多的委员 甚至国民党的委员 都在这边大声的疾呼 國外会不要把自己做小了 但是怎么样就是听不进去 所以在这边 你也是新的政府团队 所以我这边要送给我们主委 绝对要跟之前的旧思维 旧团队要有不一样的作风 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 好 那既然讲到这边 我在这边也要跟主委你讲 我们在5月30号 瑞士洛杉磯管理学院 在2016年全群竞争力报告 我们台湾竞争力倒退了3名 对不对 变成了14名 对 我们国外会当初怎么回答 有记者在问 我们怎么回答记者 他说 我们还在前段班 前段班的意思是怎样 说我们已经很好了 倒退了3名 那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在前段班嘛 那如果主委继续在这种思维的话 你觉得我们国外会能呈现不同 在你领导之下 能够呈现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思维 来让人民眼睛一亮吗 是 委员这个确实我们不应该要自满 退步就是退步 所以 应该要来深刻检讨 为什么退步 是啊 这是我完全同意 对 那你现在当然你同意啊 因为事实上我们倒退了3名嘛 从原本的11变成14 但是如果刚才讲的还维持在说 我们都还在前段班 就好像说 不错啊 主委 不错 又有一个败技 对不对 那既然是跟全球竞争 我们就绝对是 一无反顾的 甚至是全心全意的往前冲 那如果这一句话说 我们都还在前段班 我要跟主委讲 如果还是有这种旧思维 我敢讲一句话 国外会真的是也变不出新花样 对 这个我非常同意 好 那陈如你所说的 你之前 有讲到什么 我们现在 大家都知道说 国外会是要恢复到政策的规划 沟通和协调的角色 那未来我们很多要做的 包含的所谓的绿能 包含的新南向政策 很多委員讲过了 还有五大的创新产业 那这五大创新产业 其实 应该讲起来 有最新的亮点 应该是所谓的一个国防产业 国防不只是只有所谓的购买军备而已 所以 既然你们提出了 既然这个国防产业都已经提出来了 我真的希望是主委 好好的用心去把我们的国防产业 让我们台湾人民看见有不一样的亮点 你的看法呢 我们其实像这国防产业真的是很不容易 就是我们在协调的时候也请国防部 大家一起来商量 怎么样把这个军备的需求 也有一部分能够带动 国内产业的发展 同时对国家安全肯定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自己有自主性的这些国防 产业的生产能力也是非常好 目前的反应是蛮好的 我们正在努力的规划中 好主委 规划归规划啦 怎么样彻底执行 才是未来的重点 就好像你刚才讲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以前知道现在知道 是这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 政府的横向沟通都是最让人诟病的 那国外会扮演着一个所谓的小内阁的角色 不是只有说我要充分的协调各部会的 互相的横向沟通怎么落实具体去做 每次像我们接到民众的请多的时候 请来不同相关部会的一个跨部会的一个沟通协调 每次都是本位主义 第一句话说报告委员 我们的法令是这么说的 所以没有办法 在一个部门就说对我们的法令也是这样解释 没有办法 那怎样 企业是无辜的 百姓也是无辜的 他们是善意的第三者 那两个部位坐下来 谁也不让谁啊 那怎么办 主委你说要沟通协调 你怎么叫他们谁要让部 但是又要站在法的立场上面 又要大家要站得住脚 因为我们要依法行政 还是要行政依法 我们都有一套准则 但是他们坐下来都说他们没有错啊 那怎么办 怎么推动 怎么推动 其实我觉得总统讲蛮清楚啊 政府是要解决问题嘛 所以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挑战 各部会绝对不能本位主义 最重要的是要把问题解决 對啊 所以我们会朝这个方向 要把问题解决 但是我第一个我就先保护 想保护我自己啊 我干嘛多做一切事 对不对 好就好像政府现在 南向政策 你知道吗 我去跟南向政策办公室讲的时候 去了解一些观念 去了解一些想法的时候 现在南向政策办公室的人员还没有到位 那怎么办 因为他要从各部会里面去借兵借将啊 但在一个部位他没有办法了解 他需要了解经济的 他也需要了解法令的 他也需要知道我们南向政策的 南向国家的一些他们的施政 还有他们的一些砍法 像还有国际情势 谈何容易 对不对 所以 主委 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 那现在一个这么重要的 包含着刚才一直讲的 我今天都跟你论述一些大德方向 我们是希望看见你今天担任 继续来担任所谓的国会主委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发挥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看法 还有不同的想法 最主要是要扮演好 那一个角色 不要像之前一样 把自己做小了 什么是站在第一线 那刚开始用虎头 讲得很大声 喊得漫天驾响 到最后 像蛇的尾巴一样 溜掉了虎头蛇尾 比比皆是 那最重要的是 当初的国会 都听不见 我们委员在这边良性的建议 还自以为是 還充满著他认为他对的看法 这个就是最不可取的 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怎么听 就是从民意代表 还有从实际去了解 包含着要去跟企业沟通 還要去跟所谓人民了解情况 这个都是本身要去做了 但是如果在沟通的范围之下 却又是蒙起了眼睛 嗚起了耳朵 那这个沟通有什么意思 所以诸位 未来你要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刚才 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讲说 既然是要扮演的 所谓的政府各部会的横向沟通 要扮演的小内阁的角色 就是要有他的魄力 还有他的前占性 最主要是要有心 如果没有 在其他的部会里面 他们会说 我没有比你更小 你也没有比我更大 是怎么会听你的 我相信你应该都了解过这个过程 所以在这边 真的用心的期许 主委 真的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未来的国华会 真的能替我们现在的行政团队 来扮演一个小内阁的一个角色 好好的去 發揮他的所谓的政策的规划 还有包含他的沟通的协调的一个角色 让我们在这个政府的效能里面 能够所谓的大步迈进的向前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委員勉励 大家一起来 謝謝 好謝謝主委 好 我們來處理臨時提案 請宣讀 臨時提案第一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 對不起 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要休息的 請自行處理 謝謝 臨時提案第一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編列 政府支通應用建設的預算 多達3億2331萬元 其中關於 iTaiwan免費Wi-Fi的出售人數 余於350萬人 且提供來台觀光外國人使用 並獲得國際肯定 對於來台觀光實際數據的使用率 又或使用效能的評估 皆存有一億 請國發會 針對所建制的 iTaiwan免費Wi-Fi的使用情形 提出具體的數據報告 於一個月內送交本月清晰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二案 關於國家發展委員會 以民國99年設置法規 鬆綁建言平台 目的在於 收集一般民眾 與國內外商會團體 針對法規鬆綁之建言 但數年來 國內商務及一般民眾所提建言 寥寥無幾 絕大部分建言皆為 歐洲商會協會 美國商會 日本工商會 提出此平台缺乏能見度 國內工商總會及民眾參與度偏低 原始請國發會 調整該平台的定位 增進與國內工商團體接洽 溝通 請國發會一個月內提出改善計劃 提交本月經理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三案 高雄新達港 從附地交通地理環境間 非常適合發展觀光休閒產業 特別是遊艇海上休閒產業 請國發會於兩週內 召集農委會高雄市政府交通部相關部會 就新達港未來的發展藍圖及實施 召開專案會議 並於一個月內提出新達港區發展計劃 與本立法院經理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四案 高雄捷運路主延伸線計劃 於中央部會國發會及交通部 延宕十幾年 對北高雄建設城鄉平衡都市發展 形成莫大的限制請 國發會召集相關部會積極延商 於一個月之內就高雄捷運路主延伸線計劃 執行情形及相關進度實程規劃 於一個月內提出專案報告 於立法院經紀委員會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五案 高雄大林普千村影響眾多且相關重大建設規劃 執行為相關規劃執行及跨部會及中央地方政府之業務 整合協調不宜致使時程延宕多時 且影響高雄相關重大建設之規劃推動 國發會主責國家總體重大經濟建設推動 應付其大林普村千村之協調整合計劃責任 定定目標及相關其成 促使各相關部會機關共同配合 並一個月內 2016年7月13日前提出書面報告 第二 林代化委員等人 第六案 高雄國立機場目前面臨跑道太短 雨夜航限制 無法成為一個帶動高雄台南兩個直轄室發展的重要機場 也無法成為南向政策東南亞航線的主要機場 以高雄台南與屏東三個縣市內容600萬人口的規模 有必要成立一個全方位及多功能的新南部 國際機場不僅可分攤 桃園機場之航線壓力促進淘機進行第一航下 舊航下的改建 更可協助南部加速拓展國際市場 並配合新南向正式的交通需求 為簽建南部國際機場社及地方政府及交通部 內政部外交部等相關部會之整合 聯請國發會整合既有相關計劃 並於兩個月內2016年8月15日前提出具體方案 向本委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的林代化委員等人 第七案為導正台灣長期縱北侵南 所造成的嚴重區域發展失痕 及不公平環境結構 國發會應將均衡區域發展 平衡南北差距 列為明確的政策目標 並提出具體方針 執行計劃 評估計劃 規劃實成及機關KPI指標 從預算投入比例 產業調整規劃交通建設 評比例等面向全面納入 平衡南北差距 考量作為政府施政的重點目標 及評估指標 以儘速調整台灣發展失衡現況 建立長遠發展之總體 國立提案人 林代化委員等人 第八案 有建議國會提出三架馬車政策 其中千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及百億國家及投資貿易公司 與金管會的百億天使基金 並無明確連結 國發會已於102年底 啟動創業天使計劃 依據5年內投入新台幅10億元 提供300家新創事業資金 及企業經營相關輔導 其能協助創新事業著重發展 至金融海嘯後 全球金融監理月區嚴格 國發會應儘速邀吉 經濟部、財政部、金管會、央行等等 單位針對國內不同基地組織管理審查等 細部計劃進行統整 除了應符合相關法規規定外 並因統整策略與目標 以發揮忠效 請國發會於兩中任政策上述 具體制統整與效能提出 完整報告並送交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亞林、張立善委員等 第九案 根據瑞士洛商管理學院 2016年IMT世界競爭的年度 61個授品 比國家、我國排名第14 較前一年退部三名 在亞太地區台灣排名為 在第三名僅次於香港、新加坡 其中在國家經濟績效 表現下滑最厲害的 關鍵指標的國內經濟 國內投資 物價排名都嚴重後退 尤其國內經濟指標 持最21名 將至第30名 從一軍調成23軍 請國發委兩週日 針對如何吸引國內外 投資方針策略及步驟 提出完整檢討 改善報告並送交立法院經濟委會 提案張立善委員等 第10案 建於蔡政府立場 深金綠能 亞洲矽谷智慧基建 國防產業等五大創新 產業其中 亞洲矽谷計劃 將於近日內 國發會會議討論 再報行政院 用會合定 然後展開推動 該計劃目標是讓台灣 產業成為矽谷潛力 企業的成長夥伴 物聯網智慧應用的 研發中心 亞太青年創新創業發展基地 並希望搶下下一世代 產業供應鏈 目前小英政府 將科技發展列為新政府 產業重點 由行政院 國家發展基金 依據104年1月 行政院政務會議論壇 結論規劃 與行政院 國家科技技術發展基金 共同辦理台灣矽谷科技基金 投資計劃 合計匡列資金1.2億美元 台灣矽谷科技基金 投資計劃為104年入普規劃 推動之新計劃 為預算審查 重點經查行政院 國家發展基金105年 以編列5億元執行 該計劃 但預算書並未完全揭露 包括業務計劃及預算說明 投資及其餘促明細表 及5年主要營運項目分析表 均為說明相關辦理內容方式 及預算金額等資訊 為此 原要求國發會應於台灣矽谷基金 投資計劃進行政院核定後 105年6月30日前提出計劃及 預算編列專案報告 送交立法案經理委會 提案聯料 國動委員等人 第十一案 國發會以國發基金向銀行 融資新台幣1000億元 社產業創新整合基金 誘導企業投資設立國家及投資 貿易公司配合南向政策 創造貿易及投資機會 並推動綠燃生計等五大創新產業 以這三大政策來促進我國民間投資 擺脫副成長困境 之因一 台灣IC產業最需要的是 自由開放的經營空間 以利彈性布局 動物會結合 特別是在全球化潮流下 台灣IC產業 需組成的是國際聯隊 而非台灣隊 二 成立國家及投資公司 對抗紅潮更值得商榷 IC產業最需要的是政府政策 和具競爭力投資環境支持 而不是政府的投資 採取防堵立場 正是產業界的周處第三害 在接近市場原則下 有主要跨國企業投資設置 並與當地企業幾何事 美日韓等國企業主要策略 台灣的閉鎖政策 已造成產業為金三 東年來國發基金 已扮演國家投資公司的角色 2014年該基金净值為3660億元 財力雄厚可以直接投資 也可透過創投事業間接投資 多年經驗運作順暢 蔡英文最中愛的生技產業 除宇昌萬 包括台灣神龍 華藥華醫藥等 都有國發基金的投資 該基金甚至擁有台積電 6.38% 世界先進 16.75%的股權 如果新政府要展現不同 作為大可立即調整 相關規定根本不必成立什麼 國家及投資公司 4.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是股權基金和干馬席主權基金不同 投資對象只要在國內 投資並創造就業機會即可 4.國發基金2.0 但官方 但半官方類主權基金就是 事不向基金 既然是半官方就要受 行政立法監督等部門截制 必定失去運作彈性 和專業性更會資深 如中研院貪腐弊端 另外在台的入資企業也可投資 5.過去蔡英文和民進黨指責 馬政府圖利財團大企業 可是現今 擠在蔡英文身旁的就是 她批判的那些大財團三大政策 如何和財團劃清界限 原始要求國發會議禁述於兩週內 向經理委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廖國棟委員等人 第十二案 建議前扁政府及馬政府主任下 多年來政府體制功能以形同激烈 甚至盲腸的國發會 在任國發會主委陳天之日前 在部會首長政策溝通會議中 建議由二十二位部會首長 擔任委員的國發會 每週恢復舉行例行性會議 行政院長林全當場表示支持 並強調國發會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協調機制 希望國發會委員會議召集時 各部會首長能盡量參加 不要期待國發會所做的決議 能到行政院再翻盤 針對造成國發會積弱不正 無法肩負國家經濟發展的 主要原因一 國發會前身經濟會 具行政權力及經濟專業的財經小內閣 已被霸凌成其他部會推卸責任的黑鍋 二 政策上不僅無法以尚未政策規劃的角色 來統合協調各部會的腳步 很多跨部會條例只是窗口和過水 至今以沦為和各部會同等位階的機關 甚至也沿提相關計劃來凸顯其角色的存在 竟然與各部會產生競爭 政策統籌協調功能幾乎不復存在 也讓產業政策所能發揮的效果大打折扣 原始要求國發會因落實舉行例行會議 並將相關會議結果送經濟委員會 提案原料國動委員等 第十三案 有鑑於監察院去年之糾正文指出 國發基金透過信託專戶投資創設事業 中小企業與文化創意產業 截至104年6月底 國內外累積總投資218.26億元 其中屬於投資事業目標無法達成或連續三年虧損情況 無法改善之投資合計為12.53億元 為確保國安基金之永續發展原因提案 要求國發會一週內提出檢討改善報告 並送交經濟委員會提案的王惠美委員等 第十四案 有鑑於蔡英文總統提出五大創新產業 作為提升台灣經濟改善產業結構之政策 國發基金作為促進經濟轉型及國家發展 及協助我國產業創新加值之重要基礎 必須提早因應並配合政策發展 原提案要求國發會兩週內提出 國發基金未來針對五大產業創業之投資 以及過去十年國發基金投資的項目 盈亏進行送交經濟委員會 提案的王惠美委員等人 第十五案 行政院103年12月9日核定 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 主要在善用花東一級產業之發展趨勢 以二三級產業之發展契機 應用在地特色優勢 尤其是利用自然資源 以人文特色 低污染低耗能的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 而花東地區深層海產水具備低溫 清澈乾淨少病原 均高營養與礦物質等特性 是具有潛力的南京產業 符合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 之規劃方向南台東深層海水園區 從民國九十五年選址 不管涉磨廠迄今已十年 卻仍抽不到水晶力部水利署 目前正在進行水深200至300公尺的實驗管 評估目標在10666月完成 台東大學為台東縣立紀念 唯一國立中和大學 負責發展在地生物科技產業 整合在地產業與研究單位 協助台東地區的精製農業 農業產品、食品生技業、水產品業 生成海水業、保健食品業 特用植物與林木業、美妝生技業 生態旅遊業與生物相關產業發展 而台東大學上個月 還發表深層海水保鮮技術可延長 大幕世家保鮮期突破外銷最多障礙 顯示深層海水運用範圍廣泛 政府更應積極投入 為協助台東縣深層海水發展 培育在地人才國發會議 除因主動積極協助相關單位協調 台東大學發展深層海水 還應協助台東大學申請花東永續發展基金 用以發展深層海水相關產業 使深層海水產業能在台東地區蓬勃發展 成為台東的南京產業 提案了廖國棟委員等 第16案 建議行政院以選定花東地區為示範地區 103年10月核定 花東產業六級化發展方案 將充分運用花東一級產業之發展 優勢於二三級產業之發展 七級強化產業六級化之合作鏈發展 透過觀光休閒有機農業文化創意等重點 產業合作價值鏈發展 提供美好的旅遊生活體驗 及特色產品吸引民眾到花東旅遊 購買花東特色商品 以達到增加所得 創造就業之利潤共享之目標 然原住民族固有之傳統語言文化 部落的產經經濟活動等於一般漢能不同 為避免花東產業六級化政策 無法符合原住民族文化及產業形態 反制原住民族傳統受到侵奪 原要求國發會與原民會 與三個原來共同制定專屬原住民的產業政策 協助原住民及部落有機農業商品行銷 觀光產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 第十七案 建於過去我國會推動國內生技產業的發展 特制定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讓沒有營收的企業 仍然能夠上市櫃籌 資金的耗鼎公司解盲失利 引發資本市場動彈更令人不解的是 公司內部仍在解盲之前的一連串事故 向總經理買房為理由 每天以小額交易方式出托 手中大多數股票公司 從總經理以下 副總經理人都有賣股票行為 令人質疑的是 經營者將公司前景說得那麼好 為何要偷偷地出托持股 由勝者 中研院院長翁錦慧 居然也代替女兒出托手中持股 若要說全然不知解盲情形 時難杜絕外界悠悠之重口 台灣近200家沒有營業額的生技 新藥公司上市貴 也有辛苦一生 真正為產業奉献 也有趁機偽造騙錢的 更甚至純心來詐欺的 為了保護善良不知情的 投資大眾建議國發揮 在研理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之修法 原則上分成第一階段通過FDA 正式拿到藥證許可 第二階段產生實質營收 第三階段則在出現獲利後 針對內部及大股東檢董 市值股票必須全數集保 試完成階段新增或使人出托一定比率之股份 提案人料國動委員等人 第18案 建議台灣新住民人口數已遇51萬人 目前依舊成為我國第四大人口族群 新住民子女亦突破36萬 未來新住民二代人才培育 有助於南向政策的發展 可拓展青年國際就業事情 更可提升境界力 我國因比照原住民族委員會 成立新住民委員會 中理新住民語言居住教育就業 及文化認同等各項事務 請國發會於兩個月內提出 評估報告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19案 新南向政策為新政府 對外經貿戰略的重點 請國發會應就 新南向政策具體的內涵戰略目標 執行的時程 未來需配套的法規 土地鬆綁 勞動市場與產業轉型的規劃 召集相關部會研商 於三個月內提出報告 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20案 政府鼓勵青年創業 然而數據顯示 新創事業只有1%的存活率 究極原因主 主要是不合十一的法規 阻礙了新興中小企業發展 政府當務之急首要之務 是在於鬆綁法規 請國發會於三個月內 盤點相關不合十一的法規 鬆綁的規範作為及行程 提出專案報告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委員等人 第21案 創新系為新政府 皆是施政之核心價值之一 意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重要之施政重點之一 為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於5月25日實例考察 TAF空總創新園區 發現TAF空總創新園區 是整體規劃園區利用 上代加強原因要求 國發會禁述 要求經濟部等相關部會 也擬改善方案 並於一個月內提出 順便告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林黛化委員等人 第22案 為善用台灣充沛之海洋支援優勢 帶動沿海地區發展 國發會應積極規劃 藍色經濟 分整合發展構想 以新達港遊艇休閒 娛樂產業園區為核心 提出具體發展策略 與行動計劃於三個月內 提出專案報告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智瑋委員等人 宣讀完畢 好 我們現在進行處理 第一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趙安通 第二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趙安通 第三案有沒有意見 趙安通過 來 第三案 來 意見請表達 第三案可不可以最後那一句 是請會同交通部好不好 我們那個會同交通部 及高雄市政府好不好 最後倒數第二行 請併於一個月內 這應該不是交通部啦 應該是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案子 我跟邱委員了解一段時間 應該是請這個 因為好多單位 應該是請 或者是相關部會吧 我們就 就國發會 就這個經濟部農委會 然後交通部 可能會來會有一些 因為廣區的管理 然後再 好 來 您表達 主委 那個主委 這個提案很簡單 我叫你說兩禮拜 接近農委會 市政府 高等部相關部會嘛 就由你們召集會議 召集會議之後 就新達港未來的發展 藍圖跟實事實成 召開專案會議嘛 一個月提出 新達港的發展計畫 那還要改什麼 主管機關 要請主管機關 你們是整合個部會嘛 這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啊 委員如果我們召集會議之後 然後提那個會議的結論報告 這樣是OK的 但是它是要專案喔 你變成要固定喔 就是由你來列管這件事情的啦 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就照案通過 那你們自己 去跟行政院協調 因為我們這邊 也有跟行政院 之前的舊政府的時候 也有發文給秘書長 然後他下來之後 還是沒有結論 然後就政權交接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案 就讓他通過 由你來召開 但是您這當中 就積極的跟行政院 院本部 說到底這個案 涉及這麼多的 是不會 那麼多部會 是由你來做專案列管 每一個月每一個月 固定時間來做個專案 還是說他指定哪一個部門 那您就是第一次會議 然後就是把行政院的意見帶到 我們第四先提報告啦 我們先開會提報告 之後的管理再請大院來決定 好 來第四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趙安通過 第五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趙安通過 第六案有沒有意見 請國發會會同交通部 好不好 會同交通部 可以啊 好 那照修正通過 第七案有沒有意見 好 趙安通過 第八案有沒有意見 趙安通過 第九案有沒有意見 那個主席 第八案可不可以加那個 加主計總處好不好 主計總處 邀及主計總處 及經濟部 好 再常委有沒有意見 沒有 修正通過 第九案有沒有意見 第九案也是一樣 就是請國發會 及會同經濟部 倒數第三行 好 再常委有沒有意見 沒有 修正通過 第四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 修正通過 第十一案 來 第十一案是這樣 齁 這個 我想我們就是 大家是政黨 大家合作啦 為國家好 那就是也不用再去講 之前的政府如何 也不用講現在的政府如何 所以本席在這邊建議 大家參考看看 在暗遊的第一段當中的下面的第一二三第三項 多年來國發基金這一段的第三行後面多年經驗運作順暢 鬥點 蔡英文最終愛的 這幾個字就刪掉 保留後面的 生計產業除雨昌外 包括台灣 省農這都不變 然後最後呢 第五項 這個部分呢 就 刪掉 過去蔡英文跟民進黨指責馬政府土地財團 一直到下面的就是她批評的那些大財團 鬥點 這兩行刪掉 第五項為止 三大政策如何和財團劃清界限 這個部分還是留著 那如果這樣的修正 大家一起把這個生計產業看怎麼有一個調整 這樣的話好不好 好 那如果在場委員沒有意見 我們照修正通過 第十二案 有沒有意見 沒有 照案通過 有沒有意見 沒有 第十三案 第十三案 對不起 那個主席 最後倒數第二行呢 應該是確保 國發基金 國發基金 好 修正通過 十四案有沒有意見 好 修正通過 十四案有沒有意見 修正一件十六案有沒有意見 修正通過 十七案 照案通過 十七案有沒有意見 報告主席 倒數第四行 建議國發會 會協調經濟部 好不好 加上協調經濟部 協調經濟部 嚴禮 好 OK 修正通過 十八案有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 十九案有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 二十案有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 二十案有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 二十一案有沒有意見 照案通過 二十二有沒有意見 報告主席 那個提案的第二行 可不可以 國發會會統 高雄市政府 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 修正通過 好 我們進行 繼續質詢 有請邱志偉 邱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有請陳主委 好 有請陳主委 委員好 主委 我想你剛剛提到這個 目前啊 國內外國際的這個景氣的循環 加上國內結構的這個問題 繳合在一起 所以形成當前的經濟困境嘛 那你提到邱方除了這個三架馬車之外 核心的觀念來串聯就是要提振國內投資 你說呢 過去是25% 那現在降到20% 有沒有可能再往下降 什麼都不做就會繼續往下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防止它繼續惡化 降到20%以下 甚至有可能把它提振到過去的25% 是 好 1%大概要1500億 1700億 5個%就是8500億 那你有沒有信心 你提出這個願景 提出這個計畫 你有沒有具體的這個做法 跟實成跟信心來達成這個目標 或者在你在未來蔡總統四年的任內 你期待國內投資要提升到百分之多少 四年之內 8500億 那你的資金 你的第一架是用這個企業轉型基金只投入1000億 所以市場還不夠了 假設我跟委員報告 就計算一下1000億 假設我們國發基金投1000億 是跟民間用1比5的比例去對比 去猜的話 就是可以Lavage5000億 有那麼熱觀嗎 沒有那麼熱觀 但是一定要從零開始 所以5000億還不夠 這個情勢非常嚴峻 這個國內 這個國際的這個經濟情勢當然是不利的 短期內也看不到好轉 如果我們結構之內 我們結構 經濟結構沒有辦法順勢調整 那需要一段時間 是 所以提振這個投資是最有效 立即的做法 那我們擔心說 你在四年 你要提振8500億 政府一 民間企業五 民間企業誘因在哪裡 我想請問一下主委 企業誘因在哪裡 民間 所以一定要把那個投資機會做出來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就絕對不能畫大餅 因為我們是從零開始 所以是只能盡量做 所以有幾位委員指教說 1000億其實是不夠的 但是我們一定要從零開始做 所以 台灣的中小企業是未來 你要增加投資的一個重點 對不對 有135萬家的中小企業 所以中小企業未來怎麼樣 這個有一個平台 讓中小企業透過這個企業轉型基金 來投資國內 但是我們對中小企業的照顧 憲法雖然有保障 但是我們對中小企業的照顧還是不夠 比如說新創產業的存活力只有1% 代表我們對中小企業照顧還是不足 從中小企業信保基金來看 從統籌分配款來看 分配到給中小企業只有200多億 所以 過去馬政府對中小企業照顧是不足 我們要補強 你有對中小企業 有沒有如何來提振中小企業 競爭力的一個具體做法 跟委員報告 過去照顧中小企業的方法 大概就是信保基金最主要 信保基金現在多少錢 信保基金錢也不是很多 但是因為現在 十幾億而已 但是因為現在利息很低 所以其實現在中小企業 2004年還有大概如果沒有記錯 還有47億 去年只剩下15億 15億135萬家的中小企業 你怎麼樣得到政府的資金 所以你說有五缺 缺水缺電缺土地缺勞工缺人才 對不對 缺資源缺資金 更缺輔導 對 所以變成中小企業你單打獨鬥很寂寞 也很無力感 所以中小企業怎麼樣去輔導去扶植 我覺得企業轉型基金要扮演這個角色 現在就是要注資嘛 直接投資 那你第一年你期待可以達到多少 第一年因為現在才 如果這個案子行政面通過 明年大概只剩半年 所以我不期待 那半年你到如果 明年這個時候 明年這個時候 你預估我們的這個 以這個資本這個所謂 企業轉型基金 所造成的資本形成的這個比例 可以提升到多少 我實在不敢跟委員提具體 你總要有個目標啊 目標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希望能夠回到 那是四年嘛 對對對 但是也許我們經過這個企業的走訪 我們現在有一個走訪企業 去鼓勵他們投資的計畫 等我們走了一段以後 也許再回來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比較具體的 我必須要問你說你一年期 短期 你對這個固定資本的行程 到底你的目標是多少 我們明年這個時候才能夠檢驗呢 是 我們是希望 希望這一千 當初規劃一千億的意思 就是希望在一年之內 大概有這麼一千億的額度可以用 一千億的額度就是 一千億如果一比五的話 就是五千億嘛 就是五千億嘛 對我剛剛跟委員講 所以一年你要把這個資本行程提升到五千億 增加五千億 對 但是我覺得一年可能是做不到的 也許兩年之內 看看我們能不能提升到一千億的額度 連這個所謂上下游 因為我們國內市場有限嘛 你要錯過這個產業的帶動 包括這個所謂這個再生能源 對不對 能源多元化 風力發電的部分 風力發電 你現在 目前風力發電是零耶 有一些路上的 陸遇的 離岸的呢 離岸目前是零耶 離岸是零 那離岸你這個風場有做過評估嗎 你應該是把所有 不是個別廠商去針對 它所要投資的區域去做評估 去做環評 你要有要做環評 你要先把這個風場 先把它規劃好 像科學園區的概念 讓這些企業可以投資 比方說你現在 你規劃這個中鋼 要到那個 本溪的轄區 本溪的選區 新拉港 去做一個離岸風鏈 那對魚權你怎麼補償 法律規 這個法律規 你要怎麼去鬆綁 你要去怎麼審核 你根本這些都還沒做 你就畫大餅說你要提供 會增加4000個這個機會 這個原本的規劃 就已經 一二十年已經成形了 這方向已經確定 要走向這個觀光修行產業 那你又在這邊規劃一個離岸風鏈 那會不會整體的計畫 又受到破壞 所以你在做任何重大決策之前 我覺得要跟當地多做溝通 而不是悶著頭啊 去做規劃 你看到那個土地 那個地方好 因為那是國有利 取得方便 所以我說你政府要帶頭 你現在是大國發會 大國發會 你有這個能力 你有這個能量去整合相關部會 所以本線立場就是說 你有本事 你就把這個離岸風區 把它規劃好 環民都完成 招商 你讓這個所謂的這個 像園區的概念 讓這些廠商來進駐啊 這才能執行啊 我說你這個再生能源是 是含假的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開發的想法 未來的願景嘛 那當然你提出來規劃是不可行的 那不是原理打算浪費國家資源嗎 另外啊 第三架 國際投資貿易公司啊 你說 你要用國家的力量 增長輸出 增長輸出 好 具體 有哪些這個具體的案例 你可以做到增長輸出 跟委員報告啊 比方說我們的太陽輪電廠 假設我們希望能夠增長輸出 就是要到東南亞 比方說去蓋一個太陽輪的電廠吧 那蓋一個太陽輪的電廠 你要先從取得那個蓋電廠的執照開始做吧 有了之後你要去整合格內的廠商去建廠 你要取得融資 建完廠之後 將來還要做保養維護 這可能都二三十年的事情 需要有一家比較大型的企業 才有辦法做這事 那還是國營企業啊 不一定要國營企業啊 除了國營企業就是財團型的 要大型一點的公司啊 那像外國的企業為什麼能做 台灣的企業不能做 雖然我們有很好的太陽輪產業 就是我們的企業太小 那我們煉油呢 我們煉油能不能 我們煉油技術也很好啊 有沒有辦法從煉油去整場輸出呢 有 現在大概有一些煉油廠的興建 是有在做的 整場輸出 所以你要有一個可行性的方案 然後來引導這些 不管國營企業也好 或者大型企業也好 做整場輸出嘛 正是 正是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不是著重在國內的內需市場 內需市場太小嘛 一定要以東南亞為副利 以東南亞市場為主嘛 但目前你覺得在四年之中 可以達到整場輸出啊 你覺得可以有幾件 目前比較有規模 目前比較沉氣候 目前比較可行的 目前報告就是 現在真正有在做的比較看得見 就是一些石化 剛剛講的煉油石化等等相關的整場輸出 那個是國內企業有在做 那多久時間可以看到成果 多久時間可以看到成果 我們大概要把公司成立 然後來規劃 然後先做某一些 我們覺得台灣比較有機會的 多久時間之內可以看到第一件事 希望一年之內就可以看到一些案件 一年之內 所以你要找案員啊 要找案員 這個案員是你 國後要去負責的嗎 這一家公司要去找 是你要代替這些業者去找 要跟Nacolonia國家合作嘛 所以你要做案員的協助嘛 對對對 這個公司要去找案員 然後數位經濟呢 數位經濟現在的發展 我們大概是先從國內做手啦 那國內市場還是不足啊 但是總是有一些市場嘛 總之國內自己要先做起來 才有可能輸出啦 工研院那個Juke 有 現在有在推廣嘛 所以希望國內 他的安全性是不是比其他的通訊軟體還好 我的了解是比像LINE要安全嘛 對啊 所以他就有經濟力啊 對 但現在就是他的客戶群 就是社群太小嘛 所以這些也都是要慢慢 從國內有了推廣之後 然後能夠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才有輸出的可能 可行的才說啦 做不到的就不要講啦 可行的在未來一年之內 可以有具體成果 未來四年之內 有一個有感的成果 你才來提才來做啦 不要做一些 四年之內你做不到的事情 那個我覺得 只是在那邊浪費我們討論時間 對 我完全同意 我們做這個會來仔細 仔細來規劃 謝謝 好 我們有請管閉領館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主委 有請陳主委 官委員好 主委喔 今天準備的東西太多 時間很趕 所以我就第一個 就先來囉 我需要時間表 我們先看第18頁 你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可是呢 有一件事情要越快越好 第18頁你落實政府組織再造 我們還有那麼多個部會 還沒有完成組織再造 你的時間表怎麼規劃 你要在多久之內來推動 我們立法院完成修法 現在立法院沒有修法 其實很多也是因為行政部門 有新的見解 或者是你們行政部門裡面的擺平 擺不平 來 報告委員 這一塊現在是人事總處 副總則 我們協調辦 寫在你這裡 你要列管 你列管這個案 你議題呢 你認為合理的要多久 多久之內要完成 這塊我真的沒有辦法 跟委員報告一個數字 看一下他們怎麼說 是 沒辦法 所以遙遙無奇 這個 因為 內閣還沒有討論就對了 新政府上來 內閣還會 因為現在受了 是過去的版本 還會再從政策上去做一些討論 好不好 這個是過去八年最失敗的一個政策 政府組織再造 新瓶裝舊酒 舊瓶裝新酒 就這樣新舊雜陳到現在 很多還懸在那裡 業務切割了一半 像公共工程委員會 業務切割了一半出去 留下一半在後面 實在是亂七八糟 來 盡快給我們一個時間表好不好 好 那其他的事情有多少 有多大 多快的時間表 目前今天看起來 主委的報告大概就是選擇 五大創新產業作為未來發展的重點 然後呢在全球布局上 以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作為腹地 那你的手段工具大概有幾樣 第一個是你要編理顧問團 其實這個是虛的啦 這個顧問團有時候顧而不問 有時候問了也是一而未決 不見得能夠給你們非常好的意見 那基本上它只是一個程序 那另外是你有一個 跨部會促進投資小組 你會成立這個 以五大創新產業的範圍對不對 擴大促進投資 只有在五大創新產業 那像我們的 也包含其他產業 也包含其他 你這裡執行五大創新產業 而且你拜訪的對象 就是以五大創新產業 這個回去要改 好不好 我一看就非常的緊張 像我們高質化的實化怎麼辦 在這裡面 根本不在五大創新產業 對 可是你下去拜訪要解決問題 絕對要包含在內 對不對 所以這個回去改 你的報告寫錯 第二個 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一千億 你預計要花幾年 幾年編列一千億 今年就可以 因為它是用農資的方式 今年一千億 一千億的額度 就是先取得額度啦 但是花不了那麼多錢 取得額度 你大概也要有銀行配合嗎 是 可是你國發基金的總額才多少 現在有三千多億 三千多億 然後長期 你知不知道你國發基金 長期投資有多少 然後長期貸款有多少 扣除以後剩下多少 蛤 知不知道 因為現在是 一千億絕對會股票大動盪 不會啦 因為我們不會賣股票 不會賣股票 那你怎麼哪來的一千億 就是融資啊 就是融資 用我們的資產去融資 所以你的國發基金 你的額度要 你的資產要大幅 你取得那個額度以後 你的資產會從三千八百多億 變成四千五百億以上喔 就是可以運用 要取得一些可以運用一千億可以運用的資金 你今年一年就要取得這一千億可運用資金 就先取得額度 我們大概用信用貸款的方式先取得額度 來說比一下 是嗎 要用信用貸款的方式 它是一個額度 然後你要把它列在是一個長期貸款的項目裡頭 所以你長期貸款的項目會大幅增加 目前你長期貸款是多少 是325億對不對 然後你的長期投資有3223億 所以你國發基金扣除長期貸款 跟扣除長期的投資 你只剩下258.4億的額度 你只剩下這個 然後你要有100億拿去做貿易公司對不對 那你只剩下158億 你剩下158億 你還要有一個清創產業基金 你的清創基金要多少 你現在沒有寫額度 好 假設100億好不好 那你就沒了喔 你現在國發基金是要從0去框1000億喔 沒有啦沒有 跟委員那個 是啊 因為剛剛扣了一下全部沒有了喔 這個1000億會是一個新的資金進來啦 就是銀行會提供我們這個資金 你要從銀行取得1000億的額度嘛 是是是是是 完全不會影響原來的運作 所以你不會用到國發基金現有的資產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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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到現有的資產 不會賣那個股票 那你這裡面寫的是國發基金 你也寫錯啊 是是是 因為國發基金其實沒有錢了啦 好不好 你們替主委新主委來這裡寫報告喔 你們實在是亂寫一氣 國發基金根本已經沒有額度了 所以是全部要從銀行 沒有現金額度了 銀行一定會給你們這個額度嗎 跟銀行來融資 你知道銀行現在的信保基金怎麼運作 銀行的信保基金壞到 我貸給你的額度只給你七成 另外七成是壓在銀行的手中 為什麼 因為信保基金只保證三成 所以呢 我如果說我信保基金的操作方式 是我從銀行要貸要貸兩億 那麼他只給你這兩億裡面的七成 另外的三成是信保基金只保證的那三成呢 他銀行就不給你 所以未來你們這一千億 全部都是要從銀行用信用貸款 取得融資的額度而已 跟信保基金沒有兩樣 然後你們的操作 絕對不可以像信保基金這樣子 讓銀行如此如此的保守 跟苛刻的對待我們的產業 這個做不做得到 做得到跟委員報告 我們將來是做直接投資 所以不會有那個問題 你將來這個東西 將來這個東西也是在經濟部執行嗎 對不對 沒有 你們要自己執行 是 直投直投 我們這是直投啦 所以不會是貸款 其實這是問亂的國家的體制啦 因為國發會其實是幕僚機關 你們這個就像什麼呢 就像是當初的製經區一樣 把製經區的主管機關 當作是國發會 所以你是做 所以你是以國發基金的模式運作 所以就在你們 會有經濟部的 所以是在國發基金 會有經濟部的 所以也不是你們啦 是在國發基金啦 好不好 好 那麼 剩下的就是 好前面本席告訴你的是 你一年之內要取得 1000億的融資額度 那麼希望銀行能夠充分的配合 銀行絕對不可以像信保基金 這樣子用苛刻的手段來操作這個 好 這是第一點 其實你的預期 你多少年你可以執行到1000億 你取得這個額度 你的企圖心 你要在幾年之內執行到1000億 好 兩年喔 兩年內要執行到1000億喔 好 我支持 我接受 那就讓你做看看 兩年執行到1000億 我覺得算是你願意積極認識啦 你如果跟我講四年1000億的話 其實我氣球會消一半啦 好 兩年會執行到1000億 那你這個貿易公司呢 國家級貿易公司 你這100億呢 你要多久之內執行這100億 這個110是它的股本啦 股本 所以我們 國發大概不會投到這麼多錢 好 那本席現在要問的是 這個投資貿易公司跟貿易 相較之下 會有什麼不一樣 是一個國家設立的 它是一個平台 它這個平台 這個財團法人 它自己本身不持股 是嗎 對 沒錯 然後你們跟他唯一不一樣的是這個 但是 你們的任務其實是一樣嘛對不對 貿易做得不夠好嗎 鞋現在只能收集資料嘛 它沒有辦法做增長輸出 它收集資料建立平台 然後促進媒合 行銷品牌 是 這些工作也都是未來這個 投資貿易公司的責任嘛對不對 好 所以本席希望你這個國家級的貿易公司 跟貿易公司 跟貿易之間 要取得一個策略聯盟好不好 因為你如果說我這個投資貿易公司 基本上你要去建置貿易的那些基礎 你就光建置那些基礎就不知道多少年了 好 所以從貿易所建置的那些基礎 它在海外也有據點嘛 它在國內也有很多據點 甚至於在中國大陸也有很多據點嘛 好 那你建置在它的這些 建立在它建置的這些基礎之下 你去發揮才能夠集中力量 在短期之內真的去媒合到好的投資啦 創造就業機會啦 那本席看起來 目前沒有譜對不對 大概拿幾個產業做整場的輸出 然後在這個貿易公司 你到底整場輸出的產業別在哪裡 譬如說 好 我們以印度來講的話 印度公共工程政府大量的投資 另外就是它的民生產業起來的時候 它食品加工業現在是印度國家 在發展的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 他非常希望食品加工業去那裡投資 但是我們要創造就業機會 我們一方面要媒合去南向投資 可是一方面是以南向為市場喔 要刺激要促進國內的投資喔 這是很難做的喔 那我覺得這個貿易公司它要有績效 恐怕沒有那麼快吧 你要兩年一千億是OK的 那你貿易公司什麼時候會開始有績效 你預計 在三四個月之內它就可以成立 就可以成立公司 要先成立啦 要先成立 然後呢 開始運作 什麼時候會開始有績效 它成立就開始運作 然後我們會讓它跟貿易合作 好 也跟貿易合作 多久會有績效 大約多久會有績效 好 你什麼時候可以 規劃出你的預期目標 譬如說 我要投資多少個產業 然後我可以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我可以創造多少產值 你什麼時候可以有一個初步的計劃 大概在公司成立之後吧 多久 來 多久 多久要拿出這個預期 公司現在大概是預計大概四個月之內了 來成立 好 你多久會拿出這個報告 成立之後我們再來 因為你今天報告沒有這個預期 對對對 沒有這塊 好 來 沒有這個規劃 沒有這塊 你的初步規劃 來 預期效果 你的預期效益 對 預期的效益 可能公司成立以後 我們再來跟這個大約報告 來 多久 你公司好 你公司成立四個月嘛 對 那我公司成立四個月以後 成立以後再給我們兩個月吧 我預期 好 兩個月 好 半年對不對 半年 你現在答應我的是 組織再造沒有時間表 這遙遙無期 但是1000億呢 你預期兩年內會執行完畢 然後100億的貿易公司 你預期半年內會給我們預期目標 是不是 你要包括 你會提一個報告給我們預期目標 好 來 那人才鬆綁呢 本席看起來 人才鬆綁是你今天報告 非常重要的重點 你好幾頁都在談人才的鬆綁 尤其是國際人才的鬆綁 也就是白領外勞的輸入嘛 對不對 你的預期 當然 你指的都是高階嘛 高階的白領外勞嘛 時間表呢 現在還在盤點這些高階 白領外勞在台灣的障礙中間 可是你今天寫的好多 你今天 你今天第九頁 你今天第十一頁 你都在談這些 甚至於你的第十一、十二頁 本席看到一個非常大的漏洞跟弱點 也就是你在談未來 要擴大充實人力資本的時候 你把國內的技職人力 也就是製造業的國內的人力的充實 完全忘記了 完全忘記了 你今天談人才 全部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在談 國際人才的輸入 也就是白領高階人才的輸入 主委 本席提醒 目前社會非常的關注 所以 盤點的過程就要對外 對話 讓我們知道 我們需要什麼 讓我們知道 我們有沒有替代 讓我們知道 我們的需要 我們又沒有替代的情況 我們會面臨什麼困境 你要來說服 沒有說服的過程 突然從天而降 本席怕你們又要急轉彎 好不好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也不逼你在這裡 要給我時間表 但是我在這裡 我要提醒你的程序 你的程序 你一定要先界定問題 然後先做社會溝通 然後才有全盤計畫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有請蘇智芬 蘇委員 那也同時向大會報告 中午不休息 延長會議時間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國外會主委 有請陳主委 蘇委員好 主委好 我聽一位朋友講 所有內閣當中的話 他最看好你 對你最肯定 不敢當 OK 主委也先不必說不敢當 其實應該還是要觀察 對不對 對 OK 我相信台灣的社會的話 是會給新的行政團隊 一個觀察的時間 但是我也跟小英總統 我也跟他面報過 其實台灣的社會的話 不會給新的行政團隊太久 蜜月期的話 大概頂多就是半年 所以主委的話就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國發會的話就肩負著很龐大 而且就是面向很多的 面向很多的一個業務 那我看到不管是經濟部部長 或國發會主委 你們主要談的話 都還是在談五大創新產業 所以這個就讓本席覺得 台灣的經濟發展 除了這五大創新產業 那麼主委 你對五大創新產業之外 國發會的期許的話 又在另外哪一塊 在五大創新產業以外的 是哪一塊 是你主要也要去推動的業務 市委員報告 這五大創新產業是 當然是政策上面 希望在短期之內 能夠帶動一些 新的投資的規劃 但其實現在台灣整體的經濟 最核心的產業還是在ICT 是完全沒有疑問的 還有很多基礎的產業 包括石化 也需要轉型升級 這幾個原來 在我們的產業中間 佔有非常大分量的產業 如何能夠產生更高的價值 我想也是我們會非常非常關心的 那接下來就是新的產業 完全現在還在處形階段的 像數位經濟所帶來的 這些相關的產業 也會是未來我們關注的重點 我看了部長你的業務報告的話 有提到了 其實你已經有注意到數位化 也有注意到數位如果跟行政效能結合 所以最近的話有一些業者在推動 資訊 資訊的基本法 這一點也請就是主委特別注意 那麼主委 因為我覺得是這樣子 不管是在五大的產業的面向 或說你剛剛有提到的 包括石化 重點要如何去發展 但是台灣的話 最近有發生一個很 發生一個很讓人覺得悲哀的現象 我不曉得主委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每年所產出的博士 有多少位 沒有拒絕數字 不過真的是蠻多的 對 我們每年產出的博士 對 博士有四千位 但是這個四千位 能夠回到學術界 然後找不到工作 只有一層 也就是說有三千六百位的話 就沒有 就找不到工作 就會高層不低不就 所以現在媒體的話 就有在討論這樣的議題 有台灣的話拿到博士的 博士級的 我們的人才 就只好的話就怎麼樣 就做到中國大陸去 就到中國大陸去拿的薪水 不到三萬塊 主委 你相信有這種現象嗎 事實上是沒有聽說 有這麼低的薪水 不過現在博士就業困難是一個事實 我本來也不相信 我也很少看電視 但是因為這個樣子 就提了說他的薪資 在中國領的 不到台金台幣的三萬塊 我就特別把它點進去看 特別點進去看 公共電視的一個採訪 我對這個現象是怎麼樣 這個現象是我們國家 其實我們的技術交易 出了很大的問題 那技術交易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會看到主委你所寫的 你的書面的意誤報告第十一頁 吸納國際產業的人才 這中間還有一個叫做 充實國內人才的供給 主委 充實國內人才的供給 絕對不是你的主委任內 你能夠辦得到的 國內人才的供給 這個包括是怎麼樣 包括有勞動力的一部分 還有包括什麼 還有包括是中級以上的人力 這個一定會牽涉到我們國家的人才的 培育的計畫 我現在跟主委 假設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一個六歲的小孩子 他就進小一 如果我們台灣在技術交易 或在培育人才上面 沒有趕快走手來做 很快的十年就過去了 這個小孩子十年以後 他就是十六歲 這個小孩子十六歲以後 他開始準備要上大學 大學考上哪個科系呢 他沒有辦法做主 他也沒有能力 考上哪個科系 他要去哪個科系 對不對 台灣就是這樣子出了很大的問題 好 那我認為國發會的話 要特別去注意到 我們的教育體系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如果你就現有的台灣 我們已經培養出了 好 就是大學畢業 25歲到40歲之間 你說 我們要去充實國內人才 人力的攻擊 我現在指的是高階主管 好 大學畢業到40歲 這一個階層 如果你所忠在這邊來講 那麼台灣國家未來的發展 還是會出現問題 是什麼問題 我們永遠都找不到好的人才 永遠都培育不出好的人才 我們如果培育出來的 博士級的學生來講 他高不成低不就 他只好又跑到中國大學去 類似這種狀況 這種循環 這種宿命的話 會一直在台灣的上空 中正籠罩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一點 所以上次的話 我碰到主委的時候 我跟主委提一個問題 主委 如果現在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 那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我們偏鄉 教育出了問題 我們的小校 財病也出了問題 我如果在鄉下看到 我們的小孩子隔代教養很多 我如果看到我們偏鄉的小孩子們 他們都是外籍的媽媽 都是新住民的媽媽 我還有看到我們的小孩子的話 很多的吸毒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這些小孩子的話 他未來他10年以後他長大 吸毒 家庭教育 學校的整個的 教長的環境 就讓我們的國家的人才的培育 再再出了問題 就是環環相扣 所以 如果按照一個國法會的主委 我就丟給你一個課題 丟給你一個命題 現在如果全台灣有200所的小學 他被裁病掉 就空在那邊 算不算國家的資源 還是國家的負債 主委 公共的資源應該設法再來利用 主委 這個也是國家重大的發展 是 那我就請問這個問題 如果有200所的小學 因為被裁病掉 整個那麼偌大的一個校園 一個校園來講 平均我們就四公頃好不好 四公頃上下 一個學校如果是四公頃 有200所全台灣 是國家的資產 還是國家的負債 這當然是資產 這當然是資產 資產 那怎麼運用 現在土地非常有空欲取得 怎麼運用它 那主委 我意思不是說 那個學校 因為它是一個硬體 那個硬體的話 就要好好去運用 可能去蓋個五星級的範圍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英國 現在的小學教育 他們未來是朝向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是什麼 百分之百的公辦民營 這才是培育人才 所以我有時候看到 我有時候看到我們的 我們的決策者 他們在講說充實 國內的一些人才的供給的時候 我心裡頭就會心有七七言 因為我明明看到 我們現在的年輕 就是年輕的小孩子 這個學子來講的話 我們對這個小 就是小學生的這個階段 我們都沒有好好給他們一個培育 一個很開放的空間 那你怎麼可能談到十年以後 我們國家還會有產出什麼樣的人才呢 所以這個就是在國家未來的發展的話 特別就請主委注意一下好不好 還有主委你特別有提到的 我們有完善的國土的規劃 那麼我們也有進行國土的空間的發展 還有包括說我們有跨區域的整合 那這邊有提到就是第十三頁 你提到的說均衡區域及城鄉的發展 你這個第十三頁我提醒主委 這個是老國民黨時代的東西好不好 老國民黨時代的東西喔 主委這是你的東西還是以前老的經建會留下來的東西 這些計畫大概都還在進行中 還在進行中所以我就提醒主委 這個就是黃萬祥在當經建會副主委時候的東西 好你看看喔 均衡區域及城鄉發展第二小款 配合西部各直轄市完成的改制 各區核心都市 還有中央以協助各區域陸續成立之北台中台雲嘉南 高品級離島區域合作的平台運作雲嘉南 我就只知道雲嘉南 北台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 高品做得好不好我不知道 離島的區域合作的平台到底做得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雲嘉南 主委 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任何 沒有任何的有積極的作為啊 所以我看到現在還成立在你 新的行政團隊這個文字還持續在這裡面 我很驚訝耶 主委你要去盤整過去不良的政策 而執行是沒有績效的政策 就不要再出現在你的書面包 這對你是有損的啦 你就回去問你下面的 你就問他說雲嘉南的 過去的區域的整個平台做了哪些事情 雲尼縣 我覺得雲尼縣做了哪些事情 就是看得出來就是說 一個新的行政團隊的話 你是要去盤整不好的不良的政策 然後就不良的政策 你應該要去檢討 我再簡單舉一個例子 你的書面包包裡也有提到 農村再生 農村再生 當年的話是1200億對不對 1200億是非常的龐大的數目 1200億創造了多少產業 1200億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 主委 所以我意思就是我這樣子看起來 我這樣看起來來講的話 新的行政團隊面臨的挑戰太大了 太多了 所以呢 你一定要回過頭去什麼 才去檢討過往的政策 哪裡需要怎麼樣 需要拿掉就趕快拿掉了好不好 需要重新賦予他新的生命力 然後創造一個政策的價值的話 趕快去盤整好不好 謝謝委員長 這個我們要趕快來做 謝謝 那麼也特別請主委 就有一個小校偏鄉 因為我們跟幾位立委的話 會持續的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那是國家的發展 未來要培育好的人才的話 很重要的一環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 好 我們有請蔡培會蔡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陳主委 有請陳主委 曾副主委 來 我們三位 兩位副主委都請上來 三位副主委 三位副主委都請上台 高副主委 我想這是陳副主委 第一次到立法院來做業務報告 然後我覺得金建會到國發會的過程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我們對 國家發展的定位的重新調整 為什麼我會講國家發展定位的重新調整呢 因為過去我們可能一直要創造GDP 是現行的經濟發展 忽略了不管是城鄉平衡 忽略了環境的效益 當然也加速了台灣的那個貧富差距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好好地來討論 所以我就想要花一點時間 來思考國發會的定位 以及在這種線性經濟發展之外 我們還有哪些選擇 然後再來我才想要來詢問 就是國發會主管的事務的一些程序正義 那我們就從第一件事來開始 就國發會的定位 我在103年的時候 我知道國發會接牌的時候 陳主委您有去參加嗎 因為過去您也曾經在這個經濟人會服務過這樣 裡頭特別強調 負責的政策涵蓋經濟建設 社會發展 人口結構 國土規劃跟政府的治理 那麼我就想請問 所謂的社會發展 在你們的定義裡頭是什麼 我可以講一下啦 您先講 我先講好 再請副主委好嗎 這三位副主委沒有機會講話 這確實成如所言 現在經濟跟社會 所以現在他們的工作 包括像少子化的問題 小孩子的照顧 養成 老年的安全問題 這些都在社會發展 新著名的權益問題 這些都涵蓋在目前社會發展出的工作範圍 對 所以確實是跟傳統的經濟會 是有所不同 那您的業務報告裡頭 看不出這些選項 那我們就再請其他的副主委來說明 他們認知的社會發展是什麼 好 報告委員 我想 所有 國家發展裡面 所有有關於社會發展層面的相關課題 都會在我們的研究的範疇 那目前我們現在國家發展 其實面對的很大的問題就是 少子化跟高齡化 還有一些貧富差距 還有一些 類似這種 居住正義等等的相關課題 其實都會在我們國發會研議的範疇之內 好 謝謝 我們不要重複 那我再請兩位副主來發言 謝謝委員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整個環境的變化非常大 它都有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社會面向 剛才特別提到 事實上 因為我督導的部分 比如說是產業發展 將來的產業發展環境是變化很大 比如說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 它影響整個社會層面的流動性 還有其他部分 都會產生一些社會現象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跟社會處 產業處會有一些聯繫的一些效果 所以您看重的是產業發展 因為我督導的範圍是這樣 OK 好 這是您督導的範圍 那就再請另外一位副主委 好 那個 就像立委所關心的 我想您來自世新社發所 就是社發 社會發展 那我想應該也要關切 就是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 就是說社會的構成 然後它的動力 以及它面對的一些困難 那這部分像剛剛我們提到說 老齡化或者是少子化 這是其中一部分 這是我們所關切的 好 那我就以我們的 蔡總統跟林全院長 他特別強調的就是 產業發展的目的是要創造就業機會 所以這個就業機會在哪裡 同時我覺得台灣的貧富不均 大概是三個原因造成的 一個是就業機會的瓦解 甚至於很多 如果您只專注在這五大創新 坦白講不是高學歷的人 就是找不到工作啦 這樣要怎麼辦 再來就是就算有就業機會 就業薪資也在倒退 年輕人的薪資倒退了18年 我特別看了105年的薪資 平均薪資到負成長5%點多 然後但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成長了1%點多 這個都是足跡總處的統計啊 所以面對這些問題呢 好 除了這個就業薪資的退回之外 還有台灣對貧窮人口的認定 我在921的時候 我意識到就是台灣才一點多的貧窮人口 可是有非常多 當時我們也做了很多的 這個跟政府部門的討論 非常多失業的人呢 政府喔 即使他失業 但是政府還是認定他有收入 他就用最低薪資來衡量他的收入 所以即使他的爸爸媽媽都失業 只是靠一個高中生在打工 政府還是不給任何補貼 這就是台灣的現實 所以貧困的差距再擴大 所得的分配再倒退 這就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我注意到了你們很積極的去看的願景 還是五大創新 可是看到你們的業務報告第五頁 你們的第五頁也特別強調 我們應該要去創造社會公益 那如果要創造社會公益 歐洲國家很注重的社會經濟 甚至於現在韓國首爾的這個市長 也曾去推動合作社 要去創造社會經濟 那同樣的考題第二題來了 社會經濟您的理解是什麼 特別您是我們經濟系的大教授喔 Social economic 我的理解是它不是以追求利潤為導向的企業 對 是 那它可以寒瓜哪一些呢 但它確實可以創造價值的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當然也就有就業機會 對 所以我想這一塊的發展 當然在傳統的我們像國外會的業務裡面 是沒有特別受到重視的 我們將來也會來重視這一塊 其實台灣的本土的就是非營利型的 這種組織已經非常多 所以怎麼樣能夠 我其實那天在業務會報的時候也跟同仁講 怎麼樣能夠整合這邊的力量 讓他們創造更大的價值 也是我們未來努力的一個重點 我們可不可以來開一個 看是公聽會或是好好的討論會 來探討社會經濟 在台灣怎麼去結合社會創新 怎麼結合社會企業 甚至於非常多高端的這種數位科技 也都可以啊 互聯網也都跟這個有關係 我們可不可以好好的來規劃 好好的來推動 可以的 這塊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您多久要推動 多久要開始 如果我們用公聽的方式 我們就跟這個大會這邊 貴院一起來就做 那或者是國發會就可以開始來做 我們也可以自己來做 我們再來檢討一下看 那您來做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一起來共同討論 是是是是 歡迎委員來參與 那我們半年內要啟動好不好 是是 我們來做 我覺得這個是有意義的工作 好 我特別要講社會經濟的原因 是因為我必須要講 就是過去大家太在意資本 那忽略了勞動投入的價值 我講一件事就好了 而且過去我也可能跟主委討論過 就是台灣是全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地方 那最低生育率對於很多的這種 這個就是青壯人口來講 第一是他們薪水低 他們怕養不起小孩 第二 台灣確實在照顧小孩的環節 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幼稚園如果你要讓他好好念 可能那個一學期的學費是四五萬的啊 您知道最近前大概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就是公托在抽籤啊 非常低非常低 那為什麼要去廢校呢 甚至於我們現在因為 就學的人口下滑嘛 所以我們很多的學校也不願意去聘任老師 所以就有流浪教師 而且是非常多的流浪教師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讓我們非常多的小學 去做公托 這件事情就可以做啊 而且它可以解決 就是至少照顧期間的問題 第二個它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馬上就可以做的事情啊 寧願不願意花一點時間 去召集老委會的人 教育部的人 就來推動這件事呢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建議啊 好不好 我們來跟老委會 教育部啦 尤其是教育部 帶他一起來商量 看怎麼樣能夠讓這個公立托兒的這個設備 設施能夠更多嘛 而且要倍增 而且要倍增 因為現在的那個抽籤比例是非常低的 是百分比是個位數的 包括幼稚園好像也有類似的狀況 沒錯沒錯 公托跟幼稚園 好那接下來謝謝三位副主委 那我接下來講的是比較程序性的問題 就是我們台灣在衡量GDP的時候 就只有GDP 可是事實上台灣主機總處也有在做綠色GDP 可是我們很少把這個數據拿出來討論 拿出來比較 然後當然綠色GDP的這個衡量的方式 可以再討論 所以我建議啦 目前最新的資料是103年 然後今年的12月 主機總處還會再公布綠色GDP 所以這個可以作為你國發會 去看你各項政策 能夠達到什麼樣目標的一個參考值 你不能夠純粹只是 國民GDP 這個經濟發展的特質這樣子 因為特別你知道我們的石化產業 GDP很高 可是它也是搶走我們農業的水啊 非常多的PM2.5的污染啊 所以這件事情要考慮啦 那針對程序正義的問題很快 我講兩個 一個是今年我們確實在大概上個月吧 我們有到這個就是空總去走了一圈 那當然你們國發會也來做了一些報告 特別是針對創業天使 那那個時候呢我們就很客氣的問 就是說你的創投的評審是由你們聘任的 然後呢有創投業者產業專家青年專家 當時我們正式的要求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是誰在當評審 結果你們給了我們公文 跟簡報一模一樣 請問你 立委連問這個的能力都不行嗎 可不可以給我們創投的名單呢 好這是第一個 我時間到了你們不用回答 因為只要給我正確的答案就好了 第二個 在今年3月的時候 也就是您的前任領主家主委來報告的時候 我針對重大建設 因為現在重大建設幾乎都是地方政府說了算 然後就找你們來簽個名畫 打個勾就送去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正合定程序 而且合定程序應該名文化 不是誰說了 我們是一個法律國家啊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主委可以同意 要把行政院重大建設的 合定過程給他名文化 應該有非常固定的程序 只要到我們這邊來的 我現在看到的都只是 國發會合定大方向 細節主管機關來把關 實務操作就是地方政府先跟中央溝通 地方政府說了算 當然還是有SOP的 我們是把這一塊程序 我想提供給委員參考 那就請把SOP送給我們 有有有有 OK 謝謝主委 好 那在這邊提醒 你們要辦社會企業的話 不要又只辦在北部 中南部還是要那個 既然剛才臨時提案都通過了 任何的事項 就是中南部都要 區域發展都要有兼顧 好 來我們有請黃昭順 黃委員 主席我想請主委 有請陳主委 還有我們那個高副主委 是以前我們經建會的 是 有請高先貴高副主委 另外兩位 主委 那黃委員 恭喜你 恭喜你 我想你以前在那個 前就馬英九政府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時候做了兩件事 是大家覺得你做得非常好 一個就是消費券 另外一個就是ECFA 那我想請問主委 如果重新來過 你還會再推ECFA嗎 重新來過還是一樣的事 那個情境就做那樣的事情 你還是會再做 是的 是的 那我想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知道你當時被民進黨的委員 都說你是賣台 你應該知道吧 而且講得非常非常的難聽 包括我們在做 自由經濟示範區 當時有幾項非常重要的建設 因為我為什麼請副主委 因為你一直是在 那個國化會很久很久 我想再請問你們 就是說如果重新來過 你對當時自由經濟示範區 那幾項重大的東西 你還會支持嗎 兩位 兩位都會一起回答 來 因為我沒有參與那個自由示範區 就是要做白領外勞的這個部分 我想請問 因為當時在做白領外勞 說要鬆綁的時候 他們也是扣了一個帽子 叫做賣台 我想主委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不是非常清楚 你不是非常清楚 包括當時 現在的農委會的副主委 陳吉仲 他都對 他在媒體上有發表很多的意見 所以當時我們有幾個 非常重要的措施 包括農業加值 包括醫療 醫療 國際醫療 教育 甚至於六港一空 甚至於白領外勞 跟土地跟社會正義 那如果重新來過 像現在 你還會再推白領外勞嗎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那個屬於 剛剛講鬆綁跟自由化這一塊 就是為了 這一塊一定是可以做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當初 比方說自由示範區 那個副主委 在討論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爭議 來 我想那時候 我想剛剛那個主委有講到說 我們要自由化跟鬆綁這個本意 我想是大家草野都是會贊成的 可是在示範區的那個時候 我想基本上就是我們在政策溝通上 跟在野黨其實可能沒有做非常好的溝通 所以問題是沒有非常好的溝通 可是你們被灌上賣台耶 那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所以我再請教主委 我想對於剛才也有幾位民進黨的委員 就提到 他說裡面的很多的資料 是國民黨時代那個時候所做的 你剛剛有聽到嗎 是 那你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包括他說 你們這些國民黨以前做的東西 都不可以再做 請問主委 整個政策的延續 請問你怎麼做 我想應該沒有 就是很多事情都現在還在進行中 對 那所以這些進行中的事情 我們現在來當然就先讓它先延續 那當然是需要檢討的 如果有些政策是覺得推行沒有效果 包括白領外勞的這件事 還是要檢討嗎 還是你要把它推翻掉 沒有要推翻 現在正在進行重新的盤點 所以現在做不算賣台 以前做算賣台 這樣子吧 我想公務員不會有賣台的行為 所以這一點我們應該是可以放心的 所以你們 我想主委 尤其是你在做推ECFA的時候 我想你是受到非常嚴控的指控 我想給你一分鐘的時間 那個對你戴上賣台的這個帽子 你到今天想要把它拿掉嗎 還是你就接受了 然後繼續當他們的主委 我們從來沒有賣台這件事情 對 那你要不要對他們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 那很多的指控可能就 媒體實在有太多的不同的 是媒體的不對 還是民進黨的不對 我們從來沒有這個事 我們在國家的政府裡面做事 問心無愧 你問心無愧 所以重新來過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ECFA你在這裡告訴我們 ECFA對當時的這個狀況 我們對台灣的經濟有多少幫助 你要不要重新講一次 因為我跟委員報告 雖然我們國安會 不是ECFA的主政單位 但是在推動ECFA的這個 談判的過程中間 我們也有相當的幕僚工作 去協助行政院 所以你還是肯定 我們覺得那個東西到目前為止 當然對台灣還是好的 這一點我們沒有疑問 是好的 你問心無愧 是問心無愧 絕對問心無愧 所以我請你主委 大家其實非常擔心你 大家非常擔心你們兩位 都是長久以來國發會 那所以大家就很擔心 你會不會變成炮灰 會不會變成唐灰第二 你有信心嗎 我剛舉了非常多的例子出來 你有信心嗎 你如何說服他們說 那你未來還會再推ECFA嗎 跟我委員報告 政府官在政府裡面做事 就做一天就努力做一天 這是基本原則 你在現在這個階段 你會再推ECFA嗎 現在我不負責ECFA的業務 你不負責 但是如果相關的單位 在推的過程當中 你會把過去ECFA的經驗 跟你在當時推的那樣子的經驗 傳承給他們嗎 如果要求提供相關的資料 我們就會提供資料 所以你還是肯定 對 但基本上我們不是決策機構 你不是決策機構 所以你無從去處理這件事 是是是 未來的大陸師 我們是不會是決策單位 所以我必須要跟主委提醒 許多的著視金飛 那我想不管怎麼樣講 那包括你主委 在未來在推這些部分的時候 你可能會面臨一些瓶頸 而這個瓶頸所戴的帽子 絕對是賣台的 所以我希望主委 你一定要挺得住 因為當時我們怎麼挺你 我相信你應該記憶猶心 那再來我要請教你 你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的幾項 跟你現在所做的南向政策 你去做的比較了沒有 包括一千億 你們要成立一個什麼公司 我弄不清楚 你們要成立一個什麼公司 這個公司由誰來主導 你能不能告訴我 報告委員 這將會是一家民營的企業 就是我們想要來促進國內 來有一家比較大型的投資貿易公司 那你現在有沒有一個目標 要找哪些人來籌組這個公司 沒有 現在還在 完全沒有 所以現在是空的 我們在征詢民間的企業投資的意願當中 一千億 所以你們這個一千億 沒有 那個是一百億 一百億 一百億還是一千億 一百億 一百億是公司 公司 然後你還有一個一千億 一千億那個是國發基金自己 然後準備拿這個錢來 然後你準備 我看了你大概有五項重大目標 對不對 是 就準備來協助國內的企業來做投資 那你這五大重大目標裡面 跟原來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有什麼不同 這一塊應該沒有太多關聯性 因為它是國內投資 沒有關聯性 那些東西你們在盤點以外 是全部都退換掉了嗎 其他的部分目前還沒有觸及 所以我還不敢 還沒有跟委員 那我請問你 農業加值 在你們的公司裡面 有討論過嗎 現在有一個叫做新農業的計畫 新農業計畫 就是農業加值的一個部分 但是這個農委會負責在規劃中 然後再來 國際醫療 你們有什麼不同的變化 國際醫療的部分 我沒有太多了解 就是未來 不知道在那個 新的那個 生物科技產業裡面 會不會有這塊設計 目前還沒有看到規劃方案 然後我再請教 交易這個部分呢 教育我沒有看到 在五大產業裡面之前 你都沒有去看 沒有看到這塊 然後六港一空呢 也沒有看到特別的計畫 也沒有看到 那土地跟社會正義呢 全部都沒有 你就是除了這 除了你們現在講的 台南 桃園 台北 跟高雄 航太中心 跟什麼 什麼 中原院 還有台中 這幾個有關而已 是不是 這幾個五大產業 現在是 落實在幾個地區 我想主委 你剛才講的農業加值 其實就是換湯不換藥 其實就是換了一個名稱 副主委 你同意我的講法嗎 現在內容跟委員報告 現在內容還沒有看到 你同意我的講法嗎 來 請副主委回答 我想那個新農業現在是農委會在負責規劃 那我想基本上還是要希望 農產品可以 往高質化的地方走 可是具體內容 我們還是要正常 就是我們以前所講的農業加值嗎 我想精神是一致的 主委 好 我今天要提醒主委 光是農業加值這一份 就被民進黨罵到臭頭 而且說是 我們要把所有的農業 全部都賣到大陸去 然後把所有的技術 都轉到大陸去 今天我特別要來這裡質詢 就是要提醒你 我希望主委 你不要變成唐輝第二 但是我也希望主委 你要秉著良心工作 該對我們台灣整個經濟發展 能夠有幫助的 我請你距離力爭 雖然ECFA現在不是你的權責 但是我想這是一個團隊 而這個團隊 怎麼樣讓台灣的經濟 我想你們最近在做TPP嘛 對不對 你們想要推 而且你們想要有另外一個組織嗎 是這樣嗎 這塊我也不是很清楚 還在規劃當中吧 所以換句話講 包括TPP 包括南向政策 包括一千億這些經費 都是在 現在都在天空飛嘛 對不對 沒有千億那個是確實的 那個是在我們國會 所以你們現在是還在找 還在找公司要來合作嘛 還有那個 正在跟銀行洽談 跟銀行洽談 要怎麼樣來貸款 應該很快 很快就會有結果 在跟哪些人貸款嘛 我提醒主委一件事 我希望這些案子 不會變成太上國發會 也不會變成 所有都是凌駕在整個組織以外 然後有權無責 有權無責到最後 你還是要被賣台的責任 我光是看農業價值 我就很清楚的知道 你未來可能會面臨的問題 所以我請主委要珍重 因為我相信 你現在可以說是一個指標人物 包括以前你在推ECFA的過程 包括你是藍麗和解 留在這裡的一個主委 那以前我們很支持你 我還是很希望 過去你提的政策當中 非常不錯的 你必須要盡理力爭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我們有請許玉仁許委員 主席好 邀請國發會陳主委 還有公副主委 有請陳主委 公副主委 西雄雲好 主委好 還有副主委好 還有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我想我以一個創業者的身份 走進到國會來 我來關心今天國發會 提出來的亞洲矽谷 第一件事情我想問總預算多少 經費可能現在還沒有出來 現在正在規劃要做什麼工作 經費現在大概還沒有辦法出來 好 那要蓋多少棟建築物 目前規劃大概只有在桃園那邊 今天會有一個管理處吧 然後可能會有一個研發 今年能可以進駐的一個 創新的基地 就像加速器這樣的基地 其他應該沒有什麼建築物可言 那你認為蓋在桃園 有實際上的意義嗎 請問一下會有誰 為什麼會選擇在桃園 第一個因為它距離機場很近嘛 然後同時它剛好在台北跟新竹的中間 所以它可以照顧到目前存在大部分的創業團隊 都可以得到照顧 好 這個是這樣一個時間 地點上的選擇 這個是我想您的思維嘛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我很擔心這個亞洲矽谷變成亞洲蚊子館 現在全台灣有100多個 coworking space 100多個 coworking space裡面使用率不到20% 我想請問一下今天亞洲矽谷在那邊用3點多公頃的地方 再蓋出那麼多建築物 請問一下你是要塞什麼 你是要把那邊的那個養豬養牛全部都塞到那邊去嗎 那我已經講就是說將來在那個地方 我不認為搞一個新創的園區 是現在全世界的趨勢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今天的政府 要用亞洲矽谷去做新創 全世界已經沒人在做園區了 全世界都是把老舊的建築物變成新創的場域 讓所有的新創團隊可以進駐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拿納稅人的錢 再去蓋這些建築物請你說明 對 跟委員講它其實是一個單一服務的窗口 同時可以提供新創團隊 他們所需要做新創裡面的各種資源 所以其實不是很大 你也知道3公頃不會很大面積嘛 所以我們確實需要一個中心 現在沒有嗎 做管理 搞那麼久現在沒有嗎 這個是很好笑耶 現在在台北市你找一棟建築物 來辦理這個業務都可以 散落在各個地方啦 那為什麼要搞一棟新的出來 為什麼不要現在 舊有的建築物裡面 你去弄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你看新加坡做block 71 block 72 他們有在幹新建築物嗎 沒有 這當然也是一種選擇啦 不過我們就是說 目前的規劃是覺得 新做一塊可能比 再要選擇一個好舊的地方 可能要更快啦 第一個我想跟主委這邊來 來去救教這個問題 就是說希望這件事情 不要用硬體的思維 不要用空間的思維 因為我們看這個已經看很多次了 從早期的花博 然後又死掉 然後現在政府又搞一個亞洲矽谷出來 全世界 我問我所有在矽谷創業的朋友 他說 為什麼你們台灣要弄一個亞洲矽谷 台灣就是台灣啊 台灣有自己的優勢 為什麼你要叫亞洲矽谷 這很奇怪啊 這我不懂欸 我先委員報告 這個計畫 確實硬體不是重點 所以不會有太多硬體 軟體才是重點 而且我們沒了解到新創團隊 是散落在全國各地的 所以絕對不會讓它全部跑到桃園來 主委你的團隊有非常好的人才 包括詹處長啊 還有工夫之位 這些我都在我創業的時候 跟他們有接觸過 他們思考非常的縝密 我也希望說 在這件事情上面 多多看到實際上會發生的成效 還有那些 非硬體式的這個想法和做法 下一頁 矽谷 資存以成為矽谷 資金 人才 市場 還有技術 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的亞洲矽谷 這四項 哪一項到位了 然後如果沒有到位 你們具體的做法是什麼 幾乎除了 幾乎沒有一項是完全到位 幾乎沒有一項到位 謝謝 所以就是要設法把這四項元素聚集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工作的最大的挑戰 好 下一頁 這個是 新政府提出來的亞洲矽谷的開辦的要點 我們一項一項來看 打造台灣 我們看下面 我們就像朝向國際好了 因為說桃園這個是連結國際的基礎 我真的 這可能我要講半個小時講不完 我們看第三個好了 打造亞洲青年創新IPO中心 請問一下現在台灣憑什麼 你們 什麼是 這一個目標背後的 配套措施和to do list 我不懂 當我們台灣的新創的出場 exit 這麼的薄弱的時候 你要把台灣說成是亞洲青年的創新中心 我們有這個條件嗎 這個是你們應該放在KPI上面嗎 如果這些事的話 那我想要說 每一個監督這個案子的人 都可以來說 未來五年內 台灣要IPO100家 你就有可能嗎 委員報告正式 也許我等一下請龔副主委說明 正是因為我們特別弱 所以要把它列為工作的項目 那請問一下 具體來說是什麼 什麼叫做IPO中心 讓亞洲青年的創新團隊有一個出口嗎 公副主委是不是可以 麻煩你 謝謝委員指教 那這個IPO中心 剛才陳如委員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年輕人現在創業很多嘛 但是真正實現IPO 中間有很多的法規必須要去處理跟鬆綁的情況 那我們就是希望透過這個計畫 把可能中間的一些阻礙把它排除掉 那甚至於在上市上櫃還有新櫃 甚至於創櫃版 可以有一些新的機制 讓很多的年輕人在台灣創業以後 可以有機會在台灣做IPO 當然他如果願意到矽谷去 我們也有其他的方式來借接他 那想法上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因為剛才委員提到 因為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問題把它排除掉 好 我建議主委和副主委這邊 參考一下新加坡的模式 新加坡有這個所謂的沙盒監控機制 那我是覺得在 如果以四個項目來說 資金、法規、市場和人才 我就先解決法規的問題 讓所有的新創可以在這個沙盒裡面 可以去自由的發揮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那再回到上一頁 第二個我想討論的是 請問一下這裡面進駐的會是哪些產業 是哪樣類型的公司 那台灣憑什麼去跟他們說 拜託你來這邊設一個亞洲的這個營運中心 委員問得非常好 這個其實最 我們講我們的籌碼 還是在ICT產業 尤其是硬體方面的技術 所以將來我們期待的團隊 大概是以IoT相關的創新為主的 那請問一下亞洲系股憑什麼 要他們來這邊設點 如果以前科學園區都沒有辦法做得到了 如果新加坡都已經讓Google Facebook Airbnb Uber去那邊設區域的總部了 亞洲系股憑什麼 你們的誘因是什麼 我們仍然覺得台灣在ICT產品的製造 從開發產品的開發開始 一直到產品的完成 仍然是全世界最強 所以我們要憑這個實力來吸引新創團隊 那可不可以具體的提出說 要怎麼做 如何做 我們將來就是希望能夠到世界各地 尤其是美國的細谷 來接觸這些新創的團隊 讓他們的新創團隊 可以跟國內的新創團隊 有一個連接的機會 所以為什麼有這樣的設計 也是這個主要的原因 我們要引進國外的新創團隊 來跟國內的新創團隊來產生互動 然後我們要引進國外的創新平台 您剛剛講像Google這種創新平台 我們不一定會有Google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重要的國際機率性公司 主委 我們這個啊 其實之前在上一院的國發會主委 已經做了很多了啦 我覺得重點不是去找誰 而是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在我看來我們是還沒準備好的 如果今天我們只是拿了一塊地 說要來做亞洲細谷 別人問說那要做什麼 我們都答不出來 說來來來來 你們來這邊 那我覺得這不對 而且你們要做的事情 現在就可以做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要去搞一塊地來弄 就跟剛剛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個單一服務的窗口 希望有一個整合的平台 所以它還是需要一個HUB 但這個不會是硬體製造為主啦 建那個房子並不是這個計畫的核心 我們要整合資源 就剛剛這個委員有講幾個資源 但是你沒有一個基地 沒有一個互動的平台 這個願景我是支持啦 那我當然這邊也是愛之聲責之切 因為我自己從這段時間走過來 我知道台灣在面對 國際競爭的掙扎是什麼 這幾項東西我希望可以有 比較明確的實施辦法 還有如果你需要任何的諮詢或協助 或是國外的案例 我這邊都非常樂意去提供一些做法 那我要再次強調 亞洲系股它應該是一個生態系 它不應該是變成一塊地 然後那一塊地 為了要蓋一個一站式的HUB 而去建構它 主委還有副主委還有詹組長 我想你們都關心年輕人的創業 但是重點是你們在做的東西 你們喊說要做的東西 現在就可以做 不知道為什麼 還要等到亞洲系股這件事情才來做 所以我這邊是希望 我看到 我希望看到的是行動力 是 謝謝委員 我非常同意 這是一個生態系的建構 所以這部分 我希望就這五點 這四點 這五點還有 面對在地還有國際的這一塊 可以提供一些確切的做法給我 那我也這邊也樂意提供一些諮詢 是 好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的支持 謝謝 我們有請林德福 林德福林委員不在 有請鄭天才 鄭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主委 有請陳主委 來 鄭委員好 來 主委好 今天談這個 在你的預算解凍案的報告裡面有提到 就是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 是 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的一個推動 這個本席從101年開始當立法委員 就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一開始是針對 對象是對這個文建會 當時文建會 那時候還是文建會的時代 榮主委 當時本席也沒有說一定要蓋一個新的 最主要的考量是 台灣這塊土地上 有二十幾個國家級的博物館 在台灣 有二十幾個國家級的博物館 但是 身為台灣的原住民族 卻是在台灣沒有一個國家級的原住民族的博物館 所以一開始我跟當時的文建會的榮主委質詢 我說可不可以把時代博物館更名為台灣原住民族博物館 他一開始是答應的 結果一回去 去一次這個時代博物館完全改變 因為很多支持時代博物館的這些所謂的專家寫者都反對 所以我就開始要求 要興建國家級的原住民族博物館 總共我從101年一直到變成文化部 後來又每一任的行政院院長我都質詢 在文建會文化部也提案 在園民會也提案 在過去的研考會 過去的現在的國發會 我都提案包括行政院相關的預算或是業務報告 我都提案 總共這個次數 四十幾次 總共這麼多 甚至 甚至還立法 因為正好去年在審查博物館法 特別在博物館法 博物館法是在去年的7月7月1號公布施行 去年的104年7月1號公布施行 在博物館法的第六條 民定 未收藏保存研究原住民族文獻歷史與文物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設置 原住民族博物館 這是一個已經是一個法例明定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原住民族的 對於國家及博物館的一個希望 透過立法院所有的民意來支持 畢竟這個是立法院三讀通過 也是我們國家公布施行的一個法例 那這段時間 也成門國發會很多的指導 但是我總認為 國發會要有一個高度 一個高度就是 縱觀我們整個台灣 有二十幾個博物館 然後獨讀沒有原住民族博物館的時候 我們很多過去一個元首或是一個首長 一個行政院長或是一個過去的一個省主席 說要蓋什麼就蓋了 好多啊 光一個叫歷史博物館就好幾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也是一個叫 如果從原住民的來看 也是轉型正義 太不正義了對不對 就兩道原住民族的文物文化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我說國發會要有一個高度 因為這很多的計畫 相關的這些中央程計畫的推動 會有很多的部會 你們會簽送給很多部會去表示意見 不可以 國發會不可以把所有部會的意見 全部就照本先刻就轉出去 這個會讓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也就是原住民族委會 非常非常難以進行 所以我經過幾次的協調 這個國發會後來也做了一個比較積極性的做法 但是還是有檢討的一個地方 這個我就請教一下 這個現在的階段 現階段到底已經怎麼樣的一個階段 在這個整個在行政院的立場 或是在國發會的立場 這個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的新建設置 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階段 現在根據我們的資料就是 國立原住民博物館新建先期推動計畫 已經行政院原則同意 今年度的2月17號 所以現在正在原民會 原民會正在辦理中 在綜合規劃的階段 我知道這個是在行政院合的 也就是你們所提供的意見給這個行政院 是是這樣寫 也是協調過的 那到底104年10月28日有一個函 就是說在你的報告第14頁也有提到 這本的報告裡面第14頁也有提到 104年10月28日函是 以可行性研究及綜合規劃 兩階段方式辦理 這個到底還有沒有 還要不要這樣做 還是說因為已經 原則同意了先期推動計畫 所以這個可行性研究 到底已經完成了沒有 是不是還要再做 研究已經完成了 所以現在應該在第二階段 在第二階段 中和規劃的階段 中和規劃 是 所以現在是 現況是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國發會知不知道 現況按照行政院的一個核 包括裡面所提供的資料 這個原則民主委員會 也已經選擇 本來有四個地方選擇 然後選定了新北市 然後也報宴了 國發會也合了 宴也同意了 但是因為現在 因為新的政府上任 很多沒有顯上的 又想翻盤 現在提了很多 又一直要要求 這個以國發會 以行政院的立場 目前這個要怎麼去 對於有其他的 還希望在別的地方來興建的 這樣的一個 是不是行政院已經定調了 這部分我就不了解 目前是在原明會 就在原明會的 還在規劃中 所以原明會是不是要 不過選擇已經確定當時了 甚至要考量別的地方 這可能要尊重原明會的 這個想法 是尊重原明會呢 還是說行政院有決定 因為這個都是經過你國發會 也經過行政院的 對 就是在可行性的階段 是已經同意了 對 已經同意了 第二階段的這一部分 就是說 綜合規劃 綜合規劃到底是指什麼 要做哪些 是不是請那個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當時候提出來的部分 它只是一個先期的推動計畫 所以它只是一個很簡略的構想 可是實質上 當然那時候是有選定的地點 可是後續呢 它會針對那個地區 它未來整個的內容 然後呢 以及它所需要的經費呢 它還要做更詳實的規劃之後呢 再進入呢 就是綜合規劃的階段這樣子 是啊 這個 因為這個時間 不宜再拖延 就請這個國發會 能夠跟 能夠協調也明會 是 我們會來追蹤 你這個 這樣子如果再 做更多的一個 因為畢竟 要蓋在哪裡 當然這是行政權 民意代表 依民意來提出建議 當然最終決定權在行政權 就是這個行政院 所以這個部分 為了積極的去推動 國發會 希望能夠 以協助 協助 也明會 尤其是在相關這種 這個 不一樣的意見 總是難免 每個人都希望在哪裡蓋 這都會有 再怎麼樣去做 以國發會的高度 來去協助 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 我們會來追蹤 謝謝 好 我們有請 賴瑞榮 賴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陳主委 有請陳主委 主委好 賴媛媛好 主委辛苦了 沒問題 謝謝 主委先請教一下 我看你的報告裡面有提到海洋經濟的部分 你對海洋經濟這一塊的看法是怎麼樣 現在有在推動中一個叫做藍色經濟 主要是我們台灣南部這一塊 在以這個屏東跟高雄幾個點來推動觀光為主 那我們也期待說未來除了觀光業之外 是不是可以涵蓋更多的一些範圍 所以就是我在報告裡面用的是海洋經濟 部長我看了一下你那個 其實我覺得以國發會的高度的話 如果只談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上是小了一點 確實這個看起來它只像是一個比較觀光休閒的一小塊 但是我們從世界各國來看 台灣是一個島國 我們四周都是這個海 其實如果從海洋經濟的角度 我們應該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的空間 但是其實過去以來 我們其實很多的海洋事物是散聚在各個部會的 比如說我們的海巡署比較像是在管制的 所以我們對於海洋這一塊是陌生的 不熟的包括我們的漁業署也比較相似 只是在漁業的一些捕撈相關而已 那我們的唯一有一些科技的那一塊的 在科技部下國研院有十個中心 其中一個叫做海洋中心 現在也剛移到高雄去 那事實上它有著做一些相關的研究 但是也不是很有規模 包括之前的海洋五號也成了 也造成了相關研發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其實在海洋這一塊 其實我們海洋經濟這一塊 還有非常大非常大的空間 如果作為一個島國 作為一個海洋的國家的話 我們自許愛海洋國家 這塊有很大的空間 包括我們的剛剛提到的 我們不管是海洋委員會 甚至一個海洋部的部分 我們都還沒有把它相關統籌 所以我說其實這整個 還有很多很多必須要做的事情 不知道除了有沒有更新的一些想法 除了你上面寫到的這些 比較觀光休閒層次的意外 有沒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想法跟委員的想法大概幾乎是一致的 就是覺得觀光當然是初步的 比較容易做的一個動作 那長期來講應該是怎麼樣能夠善用 在我們台灣南部 尤其這一塊的海洋資源 包括產業的發展 技術的發展等等 所以我們也期待將來 會來跟其他的部會 包括經濟部、科技部 等大家一起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有一個綜合性的效果 能夠出來的 一個海洋經濟發展的計畫 當然這個海洋部 或者是海洋委員會的成立 還不太能夠預期什麼時候會成立 不過我覺得就我們現在的功能 應該就可以來做一點跨部會的協調 希望把它的效果能夠更帶動起來 對我想陳主委大家對你期待很高 包括您的幾位副主委也都很優秀 我希望說能夠在還沒有這些之前的時候 國發會扮演一個 行政院重要的幕僚的機構 而且我看來總統院長也對 國發會的賦予比較高的一些期待 那能夠把這些統合性的功能強化的話 初期上也能達到一些效果 特別是一些 我認為還是在產業跟研發的能量 像中南部 特別是高雄 在我的選區 前陣小港這邊在海洋這一塊的實力是非常堅強的 不管是遊艇產業 還是我們的造船產業等等 相關多的包括甚至一些觀光修器的一些 也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小港的部分 我舉個例子 曾經有一些新加坡跟香港的朋友 就專程來到小港 從我們的林海新村漁港出海去做海釣 做海釣 其實它只是一些休閒性的 那我們的這個其實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但是過去來 它對海洋的影響其實也並不會太大 但是它所帶動起來周邊有很大很大的一些空間 包括像科技部那邊的海研中心 它對於整個南海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的一些島嶼的那個 它有很多的一些 在我們國土內的一些海洋的一些研發的 不管是海底下的 但不見得成熟 像可燃冰等等 很多的一些能源性的各方面的 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項 我是覺得國家要用更多的資源去支持 然後我也傾向建議以南部 如果我們要把平衡 南北的平衡差距的話 不見得是完全一直放新的東西 而是在於既有的結構上 我們強的一些事項上 再去強化它的更大的功能 同時在研發上面 在品牌方面 在行銷方面更去強化 我覺得那個反倒會有助於 讓南北的這個均衡 同時讓很多人 南部高雄人不一定要照台北來就業 也不一定要製造台北那麼高的一個 居住上的一些壓力 我說那個是一個整套上的思考 那我覺得國發會站在一個 國家的高度的思考 它其實可以引導政府的資源 去做這些的配置 不知道主委你認同這樣的看法嗎 就完全認同 就是說目前我們看的就是 除了剛剛講就是說 海洋相關的旅遊觀光產業之外 也會特別關注相關的產業 當然包括水產方面的價值 甚至造船 遊艇產業 海洋生衣產業 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發展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 把它再擴大到產業的層次 還有技術發展的層次 讓其他部會的力量有進來 我想會創造一些更好的宗教 主委我同時這邊秀一下 APEC經濟體的海洋政策 像在俄羅斯 在印尼 甚至在中國 其實他們對這塊 海洋產業的一些發展政策 其實都有做出了一些規劃 我想這些都是 有一個龐大的海洋的一個國家 包括不管是在地質的調查 在科技的研發 甚至產業的發展 甚至一些生態的修復 一些技術應用 其實都有做了相當多的一些規劃 我也希望未來 國發會可以扮演更強的這個功能 坦白說國發會如果不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看行政院內 沒有任何一個部會能做這件事 以漁業署沒有這樣的能量 科技部只是在國研院下的一個中心 我看它也沒有這樣的能量 另外海巡署更不用講 大概其實是管制性質強的一個單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台灣在未來海洋產業有一些 海洋經濟有一些新的發展方向 真的要靠國發會來大力推 當然未來也希望能夠大力去促成海洋部 或者是海洋委員會 它的這些的能量更完整 我覺得我們才能夠真的邁向一個 海洋國家的一個方向來走 我也必須要趁這個機會提一下 現在整個在海洋這個事務裡面 只有高雄市政府有成立一個叫做海洋局 那其實很可憐 因為你走在前面成立海洋局的 最慘的就變成你上面是沒有任何的單位 所以你所有的事項部分 你的污染的部分是對到了環保署去 那你的這個產業 剛剛講到遊艇甚至遊輪產業 現在未來高雄很重要的 旅運大樓也在蓋了 未來遊艇產業 如果將來不成為文字館的話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養更多的客人 是搭遊輪來到高雄來到台灣 但現在的部分這一塊的產業落在哪邊 看來是有點像是一部分在交通部觀光局裡面 那這一塊產業未來也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包括我們講的亞洲的這種 遊輪圈的這種概念 像原來地中海那種遊輪圈的概念 亞洲的這個臨近國家遊輪圈的概念 這個也都必須是未來著重在這裡的思考 包括像很多的一些 漁業的一些行銷推廣的部分 讓它更有文化更有價值性的那一塊 那這個完全散落在每一個單位裡面 所以我想這裡有很多很多要做的也希望 國發會未來扮演這個中華角色的時候 去督促的讓未來整個政府組織再造的時候 讓這些的位階的層次上能夠更提升 甚至於剛剛提到的這個海洋中心 海洋研究中心這一塊 它現在這個剛移到高雄去了 但事實上它的研發能量上 我覺得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支持跟重視 那我也希望這一塊未來從國發會 一個小內閣一個整個行政的幕僚的角色 能夠大力去促成這件事情 好嗎 這個 這一塊我一定會做 包括這個海洋科技中心 我們也正在協調讓它可以趕快成立 然後來運作 尤其是跨部位的資源能夠再整合進來 我想一定會走出比現在更大一點的格局 所以對這個地方我想一定是非常好的 好 謝謝主委 那再來是回到你這個藍色的小的這一塊 就東港大澎湾跟小六丘 我也要趁這個機會提一下 我的選區在小港 小港過去都是汙染性的 我們現在逐漸在做轉型 但是我要提一下我們現在的捷運 其實如果現在高雄的捷運紅線 它如果從小港站延伸到我們的鳳鼻頭 從鳳鼻頭港坐船到小六丘 跟東港到小六丘的距離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有辦法讓這個經濟線串連起來的話 國外的旅客其實它透過飛機就可以到達 甚至於高鐵透過捷運就可以到達鳳鼻頭 那鳳鼻頭大領埔這個地方就不會只是 永遠只是工業污染的一個代名詞 它有機會去做一些新興的一些產業的發展 所以我也希望這樣的計畫 這是一個小的啦 但我希望這個部分能納入到整個國發會的 整個計畫裡面 不要把這個漏掉 更何況它確實會有很大的一個效果 一方面舒緩東港已經過於擁擠了一些人潮的部分 這個主委能不能也支持 應該是已經我們有協調過 請高中市政府一起在做 現在是可行性在規劃當中 好 謝謝 那再來剩一點時間 現在一直在談很重要的新南向 那新南向其實高雄是非常具有優勢的 因為它在距離上也相對也是近的 但是如果要推動這些的話 我想在很多的必須要建置 包括航班航點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也會跟交通部也持續溝通 那之前有跟副主委也有溝通過 這個也希望主委能夠大力支持 讓高雄的產業發展上 新南向的話它的距離上的優勢 包括它的航班航點能夠大力來支持 讓高雄成為一個新南向一個重要的門戶 好 謝謝主委 謝謝 我們有請曾民中曾民中曾委員不在 江啟臣 江啟臣 江委員不在 有請陳曼麗 陳委員 主席好 我想請問一下 好 來 我們按個 對 有請國發會陳主委 陳委員好 陳主委好 我想請問一下 你有看過那個就是國發會的網站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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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 那其實我們會在國發會的網站上面 可以看得到就是說我們的經濟體質要強化 然後消費要振興 然後總體經濟目標 還有就是說人力價值等等等等的 一些的目標方向 可是我們現在就看到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個減碳的這個部分 它好像還沒有列入到我們國發會的一個 拼經濟的一個新方向裡面 但是在這個部分我想請問 就是說我們的國發會知道是說 節能減碳 綠能這個部分 也會變成是國際上的一個潮流 會往這個方向去移動嗎 陳主委員報告 行政院好像有在討論 要有一個做減碳的一個中和管理的單位 像減碳辦公室那樣 這個現在好像還沒有定案 所以這塊將來 當然我們一定會參與 其實這個部分我們也看到 它是一個國際的趨勢 那個主委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美國的總統歐巴馬 他在前兩天呢 他就有在一個電視節目裡面呢 他就跟大家談到他八年的政績 他就是說他的八年政績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很值得台灣做一個參考 他包括了就是說我們的氣候變遷 還有就是說健保的可疾性 可負擔性 還有呢就是說這個就是我們的愛就是愛 其實你會看下一張 我們把它做一個更清楚的 台灣人比較會連動的這個部分 他就是包括到是說美國的綠能產業 它是要領先全世界的 還有呢他會講到健保法案 他就是要讓他已經通過了嘛 還有呢同性婚姻的合法 那當然我今天沒有要談第二點跟第三點 我是談第一點 所以我們在那個綠能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台灣的經濟現在是有一個方向 就是要往那個南向的政策去移動 可是呢我們過去看到的就是說 好像這個大家比較習慣的一個 往南部的往南向的一個方向 一個就是說他那邊的勞工比較便宜 然後呢他那邊的環保法規會是比較鬆散 所以呢看起來往那個方向去的話呢 他就比較不會受到這個台灣的這種 就是勞工和這個環境的這樣一些的要求 可是呢我們也看到 就是說我們這個部分呢 對於台灣來說的話 我們都會希望它是有一個綠色的這個 因應的這個方向來做一個移動 那我們如果是說綠色供應鏈 能夠把它往我們的南向政策裡面去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和中國大陸 他們所喜歡用的紅色供應鏈這個部分 可以跟他們產生一個抗衡 那如果是說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方向的話呢 我想就是說我們台灣的這個往南部去的話 會受到南部的南 就是說東南亞各國他們的一個歡喜 那我想說這個部分我不知道就是說 主委對於這個南向的政策參與度應該是很高吧 對那個辦公室還沒有正式成立了 不過我想像我們將來一定會扮演一定的角色 因為在經貿的這個交流的部分 所以一定會有 那剛剛委員談的像這種綠色 綠色產品或者是綠色供應鏈的出口 我想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台灣在這一塊這幾年來我覺得做得很不錯 所以應該有非常好的商機在東南亞歐的印度 主委你說做得很不錯 我下一張就有點難不好意思了 我就會講到那個越南 我們最近看到越南的民眾 對於我們越南的這個廠商產生了一個抗議 這個抗議就是說我們的那個環境的污染 他們越南環境的污染受到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也看到了這個越南他們就是 我們的台塑吧 台塑他們這家公司他們的公關居然說 你是要釣到魚蝦呢還是你是要工廠 那個就是一個經濟發展你們的選擇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讓我們台灣會非常的丟臉 就是說我們會知道 因為我們在台灣也有很多的民眾抗爭 我們這經驗很豐富 可是我們知道說通常抗爭的時候 都是因為民怨跡身已久 他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抗爭的行動 他不是沒有理由的就產生一個抗爭了 所以我想說在這個部分 越南那個大規模的抗爭當然全世界都在報導 所以我在想說這個部分我不知道主委你在上任之前有沒有得到這一方面的訊息 沒有 關於台塑鋼的案子我們沒有進一步的訊息 沒有進一步的訊息 我知道這個有在當地產生一些爭議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大型的鋼鐵廠 所以越南的民眾懷疑它有排放 傷害環境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我們適時的資料沒有 對我覺得這個部分 那個我們的國發會一定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就是說它的抗爭的理由還有抗爭的處理到現在的一個狀況會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對於台塑在台灣的表現 我們也覺得它有很多的讓大家覺得詬病的地方 包括就是說台塑的那個地方 他們對待我們台灣人的態度已經習慣成這個樣子 就是說像空氣污染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會看到在六清的附近 就有一些的這個學生這個孩童 他們的尿液裡面已經有驗出一些的致癌物 但是台塑怎麼處理呢 台塑就去告這個研究這個的學者 然後這個學者就變成是說非常的無望之災 因為他做的是一個學術的研究 但是後來卻被告得稀里花啦的 所以其實大家也覺得這個台塑如果用這樣的心態來面對 對他不利的一些的研究或報導的話 那這樣子是非常糟糕的 因為他在台灣是這樣子對待我們台灣人 跑到國外去也是這樣對待別的國家的人 所以我們就非常的傷心 尤其我想請主委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台塑的英文名字是什麼 對它是福爾摩莎 所以當人家在抗議台塑的時候 他抗議的是福爾摩莎 那我們台灣另外一個名字也是叫福爾摩莎 所以你變得說大家在抗議的時候 好像會讓我們台灣的國際形象會受到一個很大的影響 包括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台灣就是破壞環境的 台灣就是沒有照顧勞工人權的 像這樣的一個情形呢 我們會希望我們的主委 能夠把我們的這個關心我們台商的這個眼光呢 不是只有放在國內 也要注意到國外的台商的一些的表現 不要讓台灣就是說好像丟臉丟到國外去 尤其是那個媒體大肆報導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覺到非常非常的丟臉 那當然台塑也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大公司 那另外呢我想要請 其實我剛剛應該先請主委 你同意做這樣子的國外的關係嗎 台灣的產業界的在國外的表現 就是國內的廠商在包括國人也一樣 在海外的一些行動 如果傷害到台灣整體的形象 這個是應該要受到大家來一起來 是所以我想主委你要說到做到 因為這件事情我們都覺得非常的嚴重 不是關環保的問題還有國家形象的問題 接下來我想要談到那個節能減碳 節能減碳目前的主責的單位是環保署和經濟部的能源局 可是我們一直認為減碳它其實是一個跨部會的工作 就是說你的綠能的發展 就是節能減碳的發展綠能 它是一個跨部會的工作 所以各部會都要做這個綠能的一個發展 那我們也看到國外 我們看到台灣 我們做了一個統計 它其實它的減碳的綠能的發展 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也希望主委在這個部分 能夠有跨部會的督促 讓大家都能夠做得更好 那我舉個例子 就是像那個關西休息站 因為我們知道在交通部門 排碳的量非常大 所以行政院會有一個節能減碳的推動會 但是這個部分針對這個交通的部分 它特別有一個綠色交通的推廣組 有這樣一個部分 可是我們去了關西休息站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它有做太陽能發電 可是它一天發電多少的量 主委知道嗎 這個我沒有不知道 20瓦 它一天發電的量20瓦 那我的辦公室呢 事實上呢 我的辦公室有兩片的太陽能 我大概一天的發電 如果是說以四分 我那個量是500瓦的 然後呢 我如果用四分之一的發電的成績的話 大概有一百瓦 我一天就可以發電一百瓦 我一個小小的辦公室 兩片太陽能板 我都能夠發的比關西休息站還要多 我都覺得我們的政府真的是太不認真了 所以我想說很多的空間 其實都可以來裝這些的綠能 然後呢 讓我們的這個非核家園能夠早日到達 可是呢 我們就看到我們這政府座位不太夠 甚至我看到有些國外 他們會想說 可不可以把那個 大家都在等紅綠燈 那等紅綠燈的摩托車的那些 的機車族呢 他們就會躲在這個陰影下面 路橋下面或什麼的 那我們如果能夠建議 夠很多太陽能板 在我們的交通要道上面的話 讓這些等紅燈的人 他們就躲在太陽的板下面 那我們一方面能夠遮陰 另一方面呢 它又能夠太陽能發電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雙贏的 那當然我們也會看到了 就是說我們的經濟部的回應 因為我們現在會看到 就是說我們的減能減碳的這個狀況 並不太好嘛 然後呢我們減能大概 這個大概只有2%的都沒有達到 那我們就會看到經濟部的官員 他是說因為景氣很好 所以呢大概用電量高 可是我覺得這種說法其實是沒有根據的 所以我也希望主委在這個部分 能夠督促一下我們 或者溝通協調一下經濟部 那另外我想談到一個法國的經驗 法國這個部分呢 他們其實在能源轉型法的這個部分呢 建構的非常的多的項目 其中我覺得有個項目 就是說它能夠讓提供很多的就業機會 他們提供了10萬個就業機會 那當然他們的目標都定的非常好 因為COP21在巴黎舉行 所以法國會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我想說我們台灣應該要在這個 新政府上台的時候 他要推動非核家園 我們一定要有更好更進步的一些的做法 才可能讓台灣的非核家園能夠達到 那最後我想要談到這個KPI KPI的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把節能 減碳 綠能 都能夠把它放進去 要不然呢大家等於是說 沒有一些前瞻性的做法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家其實都還是在這個裡面 做一些的表面文章 那最後提到的一個就是有關於 金融業的赤道原則 這個是國外他們現在開始流行的一個赤道原則 他們就是說你在貸款的時候 不能貸給污染的產業 而且呢你必須要有一些的這個 好的措施能夠讓社區 讓我們的NGO他都能夠進來 這樣子的話呢 才能夠讓我們的這個 赤道原則呢 能夠跟全世界都能夠同步發展 所以我也是想到是說 我們真的不能再傷害台灣 一定要好好的 讓台灣有個方向跑出來 謝謝 謝謝委員這指教非常好 好 非常謝謝主委 希望我的意見你能夠參考 非常謝謝 是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周春明委員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周春明委員 周圓好 主委辛苦了 沒問題 那今天也很高興能夠來經濟委員會 來就教於主委 就國家的發展還有地方的這個產業的發展 來了解一些相關的狀況 那主委你到過屏東嗎 到過 怎麼去屏東呢 有 怎麼去呢 怎麼去屏東做高鐵 然後轉計程車 轉計程車 是 是到屏東是還是到墾丁 到屏東 到內埔還是什麼地方我已經忘了 就是有一個教堂那裡 到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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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屏東縣萬聯鄉 或者到更遠的墾丁 國境之南 可能往往花費的時間 就可以讓我們從大高鐵 就到台中了嘛 對不對 好 那今天有很高興 在主委的報告裡面有講到這個 推動海洋經濟發展 那有把 有所謂一個藍色經濟發展 藍色經濟整合發展構想 就是以東港大澎灣及小琉球為示範 那事實上這樣的一個具體計畫 大概想請教主委 這個規劃的時程為何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已經在執行中 我的了解 是已經在執行中 所以我們會 104年核定 對 已經執行了 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 那我們那天也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會繼續來執行這個計畫 好 而且希望能夠整合其他部會的人量 看看能不能做更廣泛的 這個海洋經濟的發展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很期待也很樂見 那現在是說跟主委再來了解 我們剛剛講的大鵬灣 大鵬灣主委知道他是在 是在屏東縣的哪裡嗎 東港 是不是東港 對 東港 我們從我們屏東縣的說法就是平南地區 那平北地區就是比較接近高雄縣市這邊 那就是我剛剛跟主委提到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要坐高鐵 就是從台北搭高鐵到左營 從左營要再到我們屏東縣 我來自於屏東 大概還要花40到50分鐘 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時程等於這個距離 其實可以讓我們從左營到台中 所以這邊要來就交於主委就是說 有關於高鐵延伸到屏東這個部分 那個國發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者說主委你個人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的瞭解就是這個案其實一直都存在 在舊的經建會的時候就有很多的討論了 所以好像在空間規劃上 當初也有提到這樣的 但是就是一直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案 就是交通部這邊對這個 不過這一陣子在包括前幾天委員們在執行 對 平東的委員 那時候也有一些討論嘛 對 所以大概初步大概 院裡頭的意思大概就是 對於屏東地區的交通 一定要設法改善的 謝謝 我們很樂 至於用什麼辦法 可能大家再來研議 我的了解是現在 對 因為我們要提醒 國發會提醒主委就是說 針對花東地區 有在100年公佈實施的 花東地區發展條例 那行政院是設置了400億的基金 分10年撥入推動發展 離島地區是在89年起公佈施行 離島建設條例 也成立了300億元的離島建設基金 我們當然很樂見 這個也是一個公平的一個發展 但是感覺政府好像把屏東忘掉了 好像把屏東也忘記了 所以我們不管是屏東地區的人民或者是 我們真的很期待說 新政府上台之前 上台之後 能夠把這個計畫再拿出來 接下來我想給主委看一個數據 主委到屏東是觀光嘛 你剛剛講的是去萬金教堂 那應該是一個觀光的行程 那應該主委也去過墾丁吧 有有去過 那現在我們屏東 有山有海 那有客家文化 有原住民文化 所以我們在這邊跟主委報告 我們統計啦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4年 國內他們統計到我們屏東的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小琉球油氣區 還有這個賽嘉 這個是在靠山的 原住民文化園區 還有南端國境之南的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還有鵝鵝鵝鼻貓鼻頭 整個104年到屏東觀光油氣的人次 有1028萬人 那當然我們還要再努力 但這個部分 我們要在這邊很熱切的 啃求主委 啃求國發會 啃求政府 能夠考量說 你今天要推動觀光 因為屏東是觀光線 農業線 那你要讓這個基礎 在網上更好更發展 一定是要交通嘛 那就如同我剛剛給主委的一個數據 你從左營搭高鐵到台中 40分鐘 但是你從左營站到屏東 可能就要四五十分鐘 這樣對屏東人是情何以堪 那接下來 我整理一些相關的一些 所以希望說 有這些計劃 剛剛主委也知道說 歷來歷年來 很久以 從2007年到 到這個100 到100 2007年 就是96年到這個201011年 大概都有一些陸續的一些規劃 或者是一些研究 那我們把它中和 來照這個時間點來看 就是在2007年 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交通部那個鐵改局 曾經做了一個高高坪地區 台高鐵共軌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也就是說 它不用另外再去設 再去徵收用地 不用再另外去做一個高鐵的一個軌道 是用台鐵的軌道 有預留 來做這個共軌的一個設計 這個是在2007年 民進黨政府那個時候 有提出一個計劃 那這個費用只需要40億 那可以節省大概300億的成本 那我們很遺憾就是在 2000 接下來就是2009年 1月12號 鐵改局跟台鐵局 他們的規劃裡面也都有提到說 左營地區鐵路地下化的工程綜合規劃 也有把這樣的 跟台鐵高鐵共軌的方式 有做一個評估 認為是可行的 但是很遺憾的就是在 一百年 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它向我們經濟委員會提出來的 是的結論第二點 它說高雄到屏東運輸走廊 具發展軌道運輸服務的潛力 但現階段高鐵雖不具往南延伸的效益 但以預留未來往南延伸的彈性 所以說雖然它認為說不具效益 但事實上還是有保留那個彈性 那有歷年來 不管是民進黨政府或者是國民黨政府 對這樣的一個台鐵高鐵延伸到屏東 都有一些計劃都有一些可行性的評估 那我們希望我們期待 屏東人期待說新政府上台之後 能就這個計劃高鐵延伸到屏東 能夠審慎 詳細慎重的來評估 我們很期待高鐵趕快延伸到屏東 謝謝 這個我們會來做了 就是整個評估的那個交通 對對對 那是不是 因為我們也陸續透過 還有跟交通部提出來這些相關的一些 那是不是請貴會 就是國發會能夠跟交通部 能夠盡快來評估這樣一個可行性的一個報告 是 好 謝謝 謝謝主 好 我們有請 陳一傑 陳一傑 陳委員不在 檢東民 檢東民 檢委員不在 林俊仙 林俊仁委員不在 蔡毅宇 蔡委員 請陳主委 請陳主委 有請陳主委 那接受我們本院的一個質詢 那基本上我可以在這邊 可以請教主委幾個問題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修主委的經濟學 雖然我是念法律系 可是我在修主委的經濟學的時候 修得很辛苦 差一點連這個六十分都未必可以拿到 後來有這個驚險過關 所以在這邊也是跟我們的陳教授陳主委 再次謝謝一下 是 謝謝主委的教導 考驗過我的經濟學 普通對國家貢獻都蠻多的 所以今天可以在這邊 請教主委 那基本上 我看到了主委的報告 這個 包括說我們現在政府 我們林全院長所提出的五大經濟方案 基本上我可以這樣去講說 這五大經濟方案 也許就如同過去主委的主張 我們應該用政府的力量 去在一個產業 我們去政府去鼓勵投資 甚至政府去做了很大規模的投資 在這樣的五大產業 包括所謂亞洲矽谷的一個概念 包括所謂這個精密機械 精密機械 這個國防產業 這樣的一個概念中 就是不斷的政府的投資下去 但是我要跟主委稍微再提醒一下 雖然說我在修主委的經濟學的時候 政府的投資可以帶動整體產業的一個發展 但是政府的投資中 這樣過度高度密集的一個投資 往往會忽略了弱勢的這一塊 那台灣最弱勢的產業是什麼 就是農業 因為我來自農業縣 來自農業縣 過去我們一直在講說農業這一塊 我們在說農業占國內GDP不到2% 對於國內的GDP的一個成長 一點都不重要 那現在農業老年人口 平均的農業人口平均年齡是53歲 非常的老 那農業每年的年收入平均不到30萬 也很少 那政府對於農業的一個獎勵 過去農業這一塊 它不斷的被犧牲 那去犧牲農業去輔助工業 所以有所謂用農民的稻米去換肥料 那來支撐國內的工業 就是過去的肥料產業這一塊 那現在農民老了 農村也荒廢了 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讓農村可以發展起來 所以我們當時候投入了原本規模是1500億 後來把它追加到了2000億的農村再生計畫 2000億很多耶 我們現在講的五大經濟產業 也許目前所規劃的1000億 還都沒有2000億這麼多耶 所以這麼多的一個錢投入了農村 可是這個2000億下去了 我們的農村有再生嗎 主委就你的觀察 我們的農村這樣再生了嗎 這個我實在了解不夠深入 所以不太能夠下那個結論 不過我覺得台灣的農業的發展 最近這些來 這些年來有看到一些很好的 一些新的動向嘛 比方說高價值的水果 高價值的有機蔬菜 現在的普及度已經相當高 社會也多人接受 所以好像看起來 朝這個比較精緻型的農業來發展 應該是很有... 對 主委說你講到重點了 現在我們農業的發展就是 來自於新農業 這些新農業就是來自於往事 來自於所謂這個精緻型的一個作物 就像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的小番茄 台灣的小番茄真的是全國最好吃的 行銷全國都沒問題 那台灣的很多水果 鳳梨也是很甜 所以台灣的農業是來自於他們本身 我們種苗技術 我們的培育 我們農民的一個努力 讓台灣的農業發展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農村這一塊 農村還是一樣是很沒落的 農村還是要面臨高齡化 少子化 隔代教養 我們在農村旁邊的國小 都面臨掉廢校 當我們去講廢校這個議題的時候 很多家長會跳出來抗議 在苗栗就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們也知道說這樣的一個小的學校 你投入這樣一個師資 對政府的經營來說 是不符合成本的 但是對於在地的人來說 我要就進去就學 你不能去剝奪他弱勢族群的 一個在地就學的一個權利 所以這個都呈現出來 就是我們台灣 對於農村的發展是很不足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在檢討農村再生計畫的同時 我們必須要很清楚的 農村再生太多的權 都去做點子 都去做業態 事實上點子 點子就是這個道路的維修 這是政府本來就要做的工作 你怎麼可以把政府 要做農村的一個道路 讓農民在村內好走路 這件事要先寄託他通過四階段 四階段農村再生訓練 他才可以去說 我的路要用得比較順 這個我覺得在邏輯上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在檢討農村再生計畫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農村他要的並不是硬體 他要的是整個環境的一個帶動 所以他需要有人 需要有年輕人 所以我現在就再回過頭 講到我的選區嘉義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最傳統的農村 我們的老年人口比率高達19% 台灣我的選區 嘉義是17 我的選區是19 所以我的選區中 我都老人 人很老的 那你要怎麼去讓這樣一個高齡化的地方 讓他整個活絡起來 他除了農業要轉型 要鼓勵年輕農民進來之外 他需要有更多的元素 所以我們嘉義縣政府基本上 推動了 現在推動 他是靠這幾年來 馬英九 馬英九過去八年 是完全不支持嘉義 所以嘉義事實上 他是靠著自己縣政府的力量 去規劃了兩個工業園區 事實上也都是很小型的 就是所謂在大埔美 在大陵這有一個大埔美工業園區 精密機械園區 那以及現在在規劃的馬仇厚 馬仇厚的一個工業區 這兩個工業區都是朝向低污染 因為我們不能讓嘉義發展工業 而去傷害到了嘉義得天獨厚 他的農業 他是 他的農產品是完全沒有污染的 對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五大產業 在規劃精密機械園區的時候 卻把大埔美的精密機械這一塊給忽略了 我們希望說 在發展這樣一個投資的時候 不要忘了這樣一個 小規模的一個工業區的一個存在 不過把它納入的話 納入整個 我們這個五大產業一個計劃 這對嘉義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我們更多的產商他願意去投資 因為他知道說政府是支撐他們的 是是 跟我們報告我們一定會請他們一起來開會 請他一起來開會 對對對一定會 就把我們嘉義這邊 也可以納入這個五大產業 是是 也許馬仇厚不適合是精密機械 但是總是要把一些 散在各地的工業區把它納入 讓他有機會參與 這樣的話這些投資人 他們在這邊投資 他們知道有政府的力量在支持 好不好 非常非常多 沒問題 我們一定會請他們來開會 現在那個智慧機械正在規劃中 所以在這個協商的時候一定會請他們來 好吧 我已經交代我們同仁一定要做這個事 好 主委我要講了 第二件事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我們周委員 又講到這個高鐵的事情 高鐵 基本上 我認為說 它雖然過去是一個BOT 後來這個BOT 感覺上是失敗的 所以政府後來 又把它收回來 但是它收回來後 政府的出資額 仍然是低於50% 所以它仍然是維持民營化的一個型態 但是高鐵民營化 它背後帶動的還是需要更多政策面 所以我們看到高鐵 它自從它增設了南港 南港 南港站 是內湖站 內湖站 它現在就是南港站 南港 它增設了南港站 結果它現在對外說 我的能力不足 我必須要減班 那減哪裡 減雲林 減嘉義 除非我們的選區 基本上 都 人已經很少了 那我們的選區 已經對年輕人來說 是一個很不友善的一個環境 那如果高鐵的減班 它第一時間想到 我要增加到南港站 我要增加到高雄 那我減的部分 就把它減少在雲林嘉義 這樣對我們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主委可以這部分 我們台灣整體國土規劃 必須要讓每一個地方 可以均衡發展 而不是說 我為了都市繼續發展 我又回到從前的步 我去犧牲了所謂的農村的 這樣的一個地區 所謂農業縣的這樣一個地方 好不好 謝謝主委 我們會非常注視這個區域的平衡 謝謝 好 我們有請劉世芳劉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想要問一下 其實在我們比較在意的就是 蔡總統提到的 國內有五大的產業 我想要注重在有關於 國防產業的部分 那我也知道 你上個禮拜 曾經開過一次會 基本上也提出了一點結論 譬如說 包括我們國內產業 現有能量的盤點 在生產技術面的部分 或是缺口的盤點 或缺口需要外購 或是自行研發等等這些 或者是國機國造 可以拉抬國內產業的 效益評估 那我是想要跟 主委加油打氣的部分 是在於說 第一個 主委您不是第一次 到公部門來服務 那以您在學術上面的成就了 我希望說可以把這些工作 讓給其他的副主委 或是市長或是處長來處理 因為你不是做分工的工作 我希望你可以再 upgrade 為什麼呢 我想要請教一下 您大概知道 上個禮拜 美國的國會議員 McKinn 他曾經是重要的總統候選人 那當然後來沒有成功 那您也知道 上個禮拜 美國兩黨的總統候選人都出來了 我想這兩黨候選人 無論誰當選 一定會在TPP上面 針對台灣做很多的功夫 那您的判斷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 譬如說他們今年把總統選出來之後 TPP就開始可以進行 或者您認為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還可以再等一段時間 據我的了解 就是從美國一些智庫的朋友們 給我的訊息 就是說TPP在總統大選之前 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當然 11月之前是不可能 總統大選之後有可能 那所以假使總統選完之後 那可能也要花幾個月 所以大概在明年中跟下半年 一般的預期是會通過 也就是說 無論我們碰到什麼樣子的狀況 在一年內我們必須有所準備 可能TPP就要開始正式點火 那如果正式要點火的時候 您的角色 也就是站在國發會的主任委的角色上面 您有很可能 沒有辦法去排除掉了一些因素 但是我想要請教一下 為什麼我用國防產業來告訴你 McCain來的時候 提了一個 連我們行政院長都說不可能的 就是他希望台灣的這個國防預算 要增加到GDP的3% 您知道GDP的3%是多少錢嗎 以現在的GDP大概要到五千一百億吧 至少要五千億啦 至少要五千億 五千億以目前我們在台灣的這個 生產能力也好 或是我們的預算 不太可能一下子提出五千多億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把這兩件事情合在一起看 第一個外界的媒體會覺得 只要我們講到TPP 就先把美豬拿出來先撩一下 這樣啦 從豬頭撩到豬尾 但是事實上TPP如果是對台灣 是百必而無伴利的話 為什麼我們的工部門已經要去推動 我們可不可以先來找 跟我們有兩例的部分 就是說 對美國也有利 對台灣的發展也有利 我剛剛跟主委提到的 就是我們的國防自主產業 國防自主產業 不管我們從國安的觀點 從外交的觀點來看 最終呢 我們一定是會選擇 會跟美國來合作 可能有其他的這個夥伴國家 我們不知道 可是美國絕對是一個重要的 這個關鍵的角色 那如果說加入TPP這件事情 美國也是扮演重要的角色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不把這兩件事情 做一個比較國家政策上面的分析 來做處理 這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把國防自主產業 這些官員叫過來 啊你國防部做這個 啊你海巡署做這個 啊你經濟部做這個 這都不用你去做啦 會不會觸定 自聯資料都拿來 你秦菜電腦打牌 馬上就知道差不多欠哪裡 這麼多會欠錢 這麼多會欠人 這麼多會欠人 我如果是站在我選區的這個觀點 我可以講說 欸主委啊拜託你 你喔潛建國造 啊不然怎麼要把我們放在高雄 我想也是要在高雄 因為台順到中間就在高雄嘛 也跑不掉嘛 但是我是希望你可以真的是 站在一個國家的一個總體經濟面的規劃師 不是只有看今年 不是只有看明年 看未來的四年跟八年 看TPP有沒有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政策有幫忙 包括我們的國家安全 我希望你可以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來看待把它binding在一起 變成我們對美國的外交也好 或是對美國在軍事武器的採購 當然是自主啦 我們不能講說是攻擊性 方面可以兩個binding在一起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性 是謝謝委員指教 我想這個委員的高度真的令人佩服 我覺得是我們應該要做這個事 那當然TPP目前就是說 行政院在推動這個工作上面 在工作的分組還不是非常清楚 不過我們國發會作為一個政府協調機構 對這種議題 就是您剛剛講的議題 我們是應該來做 所以我們會來關注 就是從比較高的角度來看 這個東西對台灣整個產業發展 以及雙邊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 是 主委 您剛剛當然是客氣了 你說你是協調的角度 也有些協調的角度的話 就是把左手的資料交給右手 然後右手資料再交給左手 事實上您擔任的工作 就是你要去篩選 什麼東西對我們來講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現在跟TPP 現在的媒體已經朝著說 你就是要談判主的部分 連農民也反對 然後在野黨也反對 執政黨也反對 不然你們是要撒什麼 你反對到後來 你根本沒有利基之地 連你的位置都不保了 你是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談判的部分呢 當然是找相對的雙方都有利的狀況之下 所以我認為說 所謂的GDP的3% 要來處理國防自主產業 所以這件事情不要先把它否決掉 而是說 我們第一期 第二期 未來的幾期 我們要怎麼去做到 國防自主產業 也不是說 馬上 我馬上很快的 裡面一些人 一些人可以修理 我們要來修理活動機 也不是這樣 所以呢 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它的tempo也好 或是我們要投注下去的能量 其實就是在於我們的國發會可以去處理的程度 而且我也絕對相信 未來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要邀請很多人來參與TPP 不是第一線談判而已 要最終的做這個規劃的部分 您的角色一定跑不掉 所以我想再請教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你同意我這樣子的建議 但是你覺得有什麼樣子的缺點或是弊端 我們馬上要去處理的 就是在 怎麼講 我們現在 就是剛剛委員在講這些策略性的思考啦 尤其是從比較策略性的高度來看 TPP可以帶給台灣的機會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 那我們現在就 真如委員講的是 卡在一些非常細節的部分 那美國現在也期待我的了解 就是說我們在還沒有加入TPP盤判之前 自己要先做一點動作 然後表示一點誠意 說我們下了決心 因為我的了解在過去 我們在台美的談判裡面 經常會被美國人批評說 你們就是要來談判 什麼事情也不做 所以我覺得要做一點東西也是很重要的 那這一塊我們也正在盤點 就是國外會可以做的部分 有關於法規的 就是國內現行的法規 有哪些部分跟TPP現在規定的法規 是不相符合的 這些法規我們盤點出來之後 有些東西我們是可以自主性的來修改 因為這個修改 可能對我們都是有好處的 不需要談判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找出一些 我們可以在談判之前就可以做的 一方面對我們好二方面也增加加入的機會 是所以我會建議國發會 如果說這樣子的方向是大家可以領略到 而且也知道說TPP是非走不可的一條路的時候 麻煩你們可以製作一個比較好的說帖 面對的是我們一般的人 還有是一般的市民也好 還有是國外的人 讓大家知道說台灣在我們的亞洲地區 所扮演的重要的經濟戰略上面的角色是什麼 的狀況之下 真的不能說一直摸摸到後面每天都在摸地 我覺得這樣很奇怪 TPP到後來真的還是覺得在處理台灣豬 我想這個應該不是比較大的重點 它是我們國內的問題沒有錯 但是我們如果國際上面這樣子的一個缺口 或是說這樣的一個要突破的部分 沒有開始去著想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也走不出去好嗎 是同意 這個有策略高度我們來做這個準備 是 那主委就加油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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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們有請陳歐柏 陳歐柏 陳委員不在 翔乃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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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陳丁芬 陳丁芬 陳委員不在 呂玉玲 呂玉玲 中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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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委員不在 王定宇 王定宇 王委員不在 中孔超 公主張 中委員不在 戴士保 賴市保 賴市保 賴委員不在 周承秀 郭臣秀姆 劉兆耀 副米紘 前現ulse nag Hamm 尼赤 vars Kansas ker 和 verdi 남 週伍齐 周承秀 你 drawer 周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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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在 楊文治 楊文治牟 我也不在 儉兆豪 劉兆豪 我也不在 劉兆豪 劉兆豪 我也不在 曾憶豪 曾憶豪 我也不在 曾慶豪 我也不在 曾憶豪 曾憶豪 我也不在 曾明中 曾委員 有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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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請主委 有請陳主委 陳委員好 主委好 我剛剛拜讀了您的口頭報告 裡面提到要激勵民間投資 振興經濟景氣了 那我想跟你討教具體的措施是什麼 尤其是面對 面對DG是負的 那今年預估是1.06的情況之下 經濟會也就是國外會 有哪些激勵民間投資的距離措施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就是做三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成立一個創新轉型的基金 來鼓勵台灣的企業來做新的投資 這是指對現行的台灣的企業 他們可能因為經濟結構的變化 這個基金什麼時候可以成立 基金大概如果我們經過行政院的核定 很快就可以成立 因為這是利用國外會 卸自由的資金來做運用的 所以也不需要增加 其他新的這些預算的安排 所以應該是只要院方通過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做這個方面的報告 是 請教您 今年保一有沒有困難能不能做得到 有希望但是無法保證 就是說有希望 現在看起來的各種的 雖然很多指標還是非常不理想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好的訊息 所以可能下半年會比上半年好一些 我贊成 因為其實主委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討價一下去年下半年經濟成立力是多少 第三季 第四季 去年我知道機息是蠻低的啦 負的 負的是嗎 第三季 第四季都負的 所以即使下半年是一個正成長 某個幅度是正成長 其實它是因為統計的情況顯現出來的 不是真的 即使 所以我的想法是即使勉強保一 它這個保一是統計上的保一 不是真正經濟成長力的保一 主委您贊不贊成我的意見 同意 即便保一還是很差啦 沒有錯 因為去年是第三季 第四季是負成長 是負多少 第三季是負的0.8 是吧 我這裡的數字 是 負0.8 第四季負0.9 所以連續兩季都負 對 沒錯 第三季 第四季都負0.8 負0.9 所以今年的第三季跟第四季 其實某個幅度的成長 成長結果會cover上半年 其實簡單來講 那是統計 統計的創造出來的一個保一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這個保一真正做到也沒有太大意義 那假設是去年的下半年兩季都負成長0.8跟負0.9 假設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沒辦法保一 那今年的經濟其實是非常的慘 主委 您贊不贊成 台灣地區過去二十年來平均通貨膨脹率是1.1% 香港跟新加坡是1.7 韓國是3.2% 那其實這二十年來 台灣跟韓國跟新加坡其實實質的經濟成長率 二十年看下來差距不大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的GDP 每人的GDP多少 現在是2.3%都不到 韓國已經將近3萬 2.8500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適度的通膨可以帶動 帶動打破低性的循環 跟你討教 您假設是從官方的立場不合適答這個問題 我可以理解 你可以用經濟學家的立場來答這個問題 先用國外會的主委立場 您贊不贊成適度的通膨 所謂適度的通膨 我也不贊成高達1.7或3.2 我覺得1.5就可以 您是在用國外會的主委的立場來答 還是要用台大經濟系的教授的名義來答 主委委員 我用學者的立場答 好不好 但應該沒有太大差別 因為我想我做事情 還是要根據自己對學理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一個國家 如果它的物價是在 處於一個下滑狀態 就所謂defrational 就是通縮的狀態 或者很接近您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經濟一定是不健康的 所以每一年物價有一個非常溫和的上漲 我覺得是健康的 那至於是1.5 1.7 這個我就沒有把握了 當然 但是我覺得以台灣目前的這樣的一個物價的狀況 可能還不至於需要用通膨來刺激它的成長 因為我們跟日本的情況是並不相同 也就是說當你通縮非常嚴重的時候 民眾的期待是說我明年買房子會比今年便宜 所以我就不要買 我就等到明年再買 就是通縮最大的問題 所以你的需求一直萎縮 台灣至少我覺得還沒有這個現象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是說用想要 現在就叫inversion targeting 用這個通膨來作為一個政策指標可能並不合適 但是我覺得關鍵的問題 委員在問的就是說 為什麼台灣的薪水相對低 這個我覺得是匯率的問題 我覺得關鍵是匯率問題 台灣用PPP的匯率來衡量我們的所得 我們現在比日本還高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這樣的現象 那為什麼我們用明目的數字來講 就比日本還低 所以顯然這裡面有匯率的問題 那這匯率問題 當然本來我們是覺得說 在一般以台灣作為一個出口的國家來講 它應該沒有那麼嚴重的現象 但是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看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實質薪資是不低了 可是我們的明目薪資是低了 所以你在搶國際人才的時候 你就很吃虧嘛 同樣一個大學生 在韓國的薪水 可能明目上是台灣的兩倍了 可是他生活沒有過得比我們好 因為他的物價是高的 那可是呢我們如果要跟他一起 爭一個國際人才我們就爭不過他 因為我們付出薪水是他一半 沒錯 所以這個問題確實是需要面對的啦 所以我想台灣的關鍵點在這裡 是非常謝謝您精闢的說明 所以這涉及到兩個問題啦 第一個是匯率的問題 第二個我相信您贊不贊成 您剛剛我非常贊同 您從專家學者的 台大經濟系教授的名義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覺得台灣應該是 我也不贊成 我也不贊成 非常贊成的講法 不是現在即使現在超過60個國家實施 但是我覺得台灣要創造 這個環境大家也在討論 萬一那個時機到了 才有辦法提出好的決策 不然你現在連討論都不討論 大家怕討論這個問題 主委連你都不敢在這公開場合 討論這個問題 台灣是一個理性的社會嗎 你看連你唐唐國外會的主委 你都不敢用你國外會的主委 來達詢這個問題 台灣是一個理性的社會嗎 所以我也贊成 現在沒有一個條件去實施 定定一定的通貨膨脹率 但是你至少要創造大家理性 討論的空間 真的哪一天有需要 才端得出來 因為每個政策要提出來 有它的生態環境 你現在大家連討論都不敢討論 萬一主委 哪一天您的經濟學專業說 一定要提這個東西 我相信你提出來 也沒有一個support的 所以我覺得你贊不贊成 大家從今天開始 不是從今天開始 其實我前幾天 我也在同個場合 我問過幾個像吳中蘇吳院長 他也贊成 您贊不贊成 大家從今天開始盡量開放來討論這個議題 您贊不贊成 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這個議題 貴率也好 貴率也好 或者是通貨膨脹率也好 你現在不討論 到時候您提出來了 您的論點 雖然非常正確 沒有人敢支持你 到時候搞不好 真的自我支持你 是 是我想可以 值得討論的問題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相當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來神實面對它 是 謝謝您 包括政府對很多物價的一些管制措施 也在這個範圍之內 大家可以一起來思考 是 最後我用幾秒鐘 在主席幾秒鐘 提醒您一件事情 就是過去 因為您 國華會要協調各部位不同意見 那財政部提出了反避稅條款 那反避稅條款 對稅的增加 財政部一年可以增加70億左右 但是它對您各位 過去您也琢磨很久了 建立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 或者是理財中心 OBU現在的總資產是5.8兆 但是依照銀行工會會影響36% 這個是才第一波 第二波您很清楚 台灣地區的 有些中型的企業或大型的企業 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這部分一年有4500億美元的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有55% 也就是超過2500億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 所以這一部分呢 我也希望主委要注意 反避稅條款通過之後 對台商的這個營運模式可能的衝擊 特別利用機會提醒主委這件事情 我有聽到這個聲音 我也已經跟財政部長轉達 希望他要注意這個問題 可能影響 是 謝謝 好 謝謝主委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請宣讀 現在先處理這個 預算的解凍案 第五案 及第四案 各有12頁的 各有一項的附帶決議 請宣讀 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解凍案 第五案 有關 105年度公務預算 國家發展委員會 及所屬預算 第七目 健全國土規劃及經營管理 1億2,458萬7千元 附帶決議如之一 為國土計畫法通過立法後 建議新舊法律實施廢止之前 接其分區上 未設劃設公告前 土地管制仍以現行區域計畫法 並不受國土計畫法實行日影響 故請內政部應於現行區域計畫制 土地管制 尤其針對待富裕環境敏感區域 國土破壞地區嚴加管考 減少難以回復之環境破壞 以立本法實行後 得以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 二 國土計畫法法第十一條 規定國土計畫是擬定審議及核定機關 如下 一 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定審議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定審議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針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主管內容可以有規避建議權 提供規劃建議內政部審議 提案人舒之芳委員等人 第二案附帶決議管理 檔案管理局第七幕 深化國家記憶第一期計畫解凍案 原列36273,000元 解言至今有關檔案的完全開放都遇到一定的阻礙 為了要了解戰後台湾人權狀況的全貌 國民黨的檔案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1999年制定公佈的檔案法 卻未將政黨檔案納入管理的範疇 雖然近年國民黨已逐漸開放其所典藏的檔案 但許多關鍵資料包括國民黨中央各族資料 宣傳會談宣傳會報等 暗於政治因素人無法開放 再者檔案法只限制政府的機關檔案 並解讀而並未包括總統檔案 其後所制定的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 又將檔案排除在外 且未強制已卸任 總統必須將相關文物交由國家檔案機構收藏 可能造成總統把檔案失常的情況 另外戒嚴的實施 使得軍方成為侵害人權的重要機關 雖然經歷解釋檔案為徵與移轉 以及政治受難者申請補償的需要 部分卷宗已由國家檔案局所典藏 但相較於依據權宗原則徵集的資料 其所典藏檔案仍顯得片面與零碎 原此檔案法主管機關因針對前述問題 積極推動修法 並也擬與個人資訊保護法兼相關的調和 以落實轉型正義政策 提案人舒智芬委員等人宣讀完畢 好 那因為在場委員不足三人 我們先這個休息一下 先 對 趕快早 好 那我們先 我們先來 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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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场人数以足三人来针对刚才宣读的附带结议有无意义 没意义造案通过第一案至第十二案 预算解冻案有没有意义 没意义同意动之 第一至十二案均同意动之 并通过附带结议两项提报院会 本日议程处理完毕 现在休息 礼拜星期四上午九点继续开会 本日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栅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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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